第一九五一章,一定得在屋里。 这次生判,莫凡算是见识到这位金药斗官的气场了。 最终,41名蓝星骑士的职位全部被下,利多作为这个班队的斗官。 没有教导骑士们遵守最重要的荣誉格言,职位一样被下。 骑士殿人数不是非常多的,一下子被下了42名,算是一个不小的空缺。 高层们发现他们是无法改变金药斗官诺曼的决定了。 想来也知道,这位金药斗官的脾气,再愤怒,再不满。 终究只能够想别的办法来补救。 蓝星骑士是骑士殿的新鲜骨感血液。 金药斗官诺曼自己也准备开始重新选拔。 而其他那些蓝星骑士们,一个个也是瑟瑟发抖。 那种争强好胜的世家子弟风气在短时间内直接被肃清,大家沉迷于苦修。 生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被诺曼斗官给带倒,那真是神仙都就不回来了。 散场后,一只鲨特意走到了莫凡这边。 那双带有刺光的眼睛盯着莫凡看了好几秒钟。 金药斗官诺曼,他是文泰的养子,也算是一只鲨的侄子。 在整个帕特农神庙里面,诺曼的威信仅次于文泰了。 他一只鲨自然清楚,跟诺曼这种声望极高的人撕破脸皮,没有半点好处。 所以,他将怒气都转移到了莫凡这里。 是啊,心下也损失不少。 但一只鲨头疼的是,怎么去和那几个欧洲老牌家族交代? 这件事总要去处理的。 你这种人,也应该死后下黑暗地狱。 一只鲨一甩袖,抛给了莫凡这样一句话。 这年头,大家都在做着利己的事情。 一只鲨喜欢更过分一点。 那就是,损人又利己。 这等于让自己一下子领先对手两个层次。 可是像莫凡这种,做事情损人又不利己的,真的破天荒神经病。 这样的温神,早点去死好吧。 莫凡一脸的无辜。 明明是那群骑士先挑衅自己的,自己把他们全收拾了。 事情闹大那,也是诺曼干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在跟这些人打之前, 莫凡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蓝星骑士,是投靠谁的好吧。 那个殿下,您这几天有空多陪陪莫凡阁下,我去为您处理一下这件事。 塔塔对心下说道。 哦,哦,嗯,好。 心下一开始还没明白塔塔什么意思,等看塔塔脸上的表情。 心下很快就明白了。 塔塔真是怕了莫凡了,真是走到哪,事情就到哪。 还好这次一只沙也很伤。 与其让莫凡这个定时炸弹,在帕特农神庙到处晃荡。 塔塔觉得,心下放下手头上一些不算特别要紧的事情,来看住莫凡会更好一些。 天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来一个大爆炸,炸得大家遍体鳞伤。 莫凡哥哥,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心下同莫凡一起回到神女殿。 莫凡是不能去心下神女殿的请殿的,他们一般都是一起去海警房那里。 怎么了,嫌我给你惹麻烦了。 莫凡挑起眉毛,做出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心下已经笑了起来,他想到塔塔临走前跟自己说的那句话。 于是特意转述了一下给莫凡。 这老太婆什么意思啊,叫你看着我,我一个大男人,需要别人看着吗? 他们不惹我,我能把他们给拳打趴下吗? 莫凡立刻骂了起来。 诺曼能够回归,对骑士殿是一件好事。 心下说道,他跟阿沙蕊亚是兄妹,不是吗? 莫凡忽然间想到这件事来。 嗯,不过你看到他今天的行为。 觉得他会是那种因为阿沙蕊亚是他的妹妹,便倾向于他的人吗? 心下说道,也是。 对了,他大概跟我透露了一下,觉得你走的路线。 是他比较认可的帕特农神庙信念。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找他。 他是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莫凡说道,我也这么认为。 心下点了点头。 和一个诺曼相比,损失的那些蓝星骑士背后的势力,那真的不算什么了。 诺曼重伤垂死,是心下救活了他。 只是诺曼这个人,性情难以揣测。 他如果继续像之前那样在外漂泊,即便他支持自己。 对心下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现在诺曼决定接管骑士殿了,只要自己出心不变。 相信诺曼也会站在自己这边。 这让自己又具备了与一只鲨抗衡的重要资本。 莫凡哥哥。 心下正思索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什么,声音立刻加重了起来。 干嘛?还没有进屋呢? 没事,我看过了,附近没有人。 心下开始后悔了,后悔那天就不应该听从莫凡的邪恶脚缩。 在那种地方做羞羞的事情。 自此之后,这几天莫凡的狼爪开始不分场合。 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深入不该深入的地方,拦都拦不住。 不是还有几天吗? 心下脸颊红彤彤地说道,也不知道莫凡在急什么。 心下以为莫凡是猴急,可莫凡根本不是。 玩的就是刺激。 有些场合,就是格外亢奋。 真以为是一间的男女,没钱开? 房呀。 帕克农神庙,那么多风景雅致,人烟稀少的地方。 简直给莫凡提供了无数作案空间。 心下,你不觉得一边看星星? 一边做点小运动,是很浪漫的事情吗? 莫凡说道。 莫凡哥哥,现在还是白天。 心下气鼓鼓地说道。 什么浪漫呀? 做那种事情,一定得有天花板,一定得拉窗帘,最好是床铺。 还得是晚上,谁要看星星啊? 哦,看云。 你看帕克农的天空,云多白,多像你的皮肤。 莫凡说道。 莫凡终究没有教唆成功,本来在心下的理念里,白天就不能做坏事。 好了,行了,屋子里就屋子里。 莫凡妥协地说道。 得卧室。 心下忽然间想起什么,急急忙忙地补充道,那小脸颊早就红透了。 哦,莫凡大叫了一声,眼睛里刚闪烁起来的脚霞之光,马上就失去了。 果然让心下留在帕特农神庙,是一件不理智的选择呀。 心下现在越来越聪明了,那点小邪恶在他会光中无处存留。 第四章 老婆预产期就这几天喽,小小乱要出生了。 大家坐好,我会突然断更一两天的准备,好吧。 这个月,我已经紊乱的更新时间,其实给大家打预防针了。 不管怎么样,都告诉大家一声。 到时候,我还是会尽量保持更新。 如果实在没有更新,大家就体谅一下理解下。 对了,顺便在线询问广大读者,第一次做爸爸,有点紧张。 到时候,我要怎么做才看上去比较有经验的样子。 第1952章 天山之痕 看你这个春风得意的样子,再给你浪上的几天。 估计,你连来帕特农神庙干什么都给忘了。 赵满言忍不住骂道。 别酸了,说说看有什么进展吧。 莫凡说道。 还是你家零零靠谱, 丝石英这东西,还真有了一个稍微可靠的线索。 更有意思的是, 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国内。 赵满言说道。 在我们国内,那很好啊。 莫凡说道。 好个屁。 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赵满言没好气地说道。 莫凡没吭声, 看赵满言这态度和语气就知道。 丝石英肯定是在某个相当凶险的地方了。 国内有好几处都是世界文明的兄弟。 莫凡其实也没有认真拜访过几个。 过去实力确实不济, 现在要闯上一闯,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他妈的天山? 他妈的天山? 是啊, 他妈的天山。 天山之痕, 这个出了名的近处, 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吧? 我们要找的丝石英, 就是在这天山之痕里, 一个终日见不到阳光。 冰寒如人间地狱, 妖魔强大, 跟一种变形, 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图腾起源。 人类起源的地方? 赵满言说道, 天山之痕, 这个地方莫凡当然听说过。 记得在那里还有总教官掌控的一个大星节, 现在虽然算是解开了, 却算是阴阳两格。 国内有很多著名的凶恶之地, 黑色地带。 可天山之痕那里可是真正的人类境地, 不是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过。 就是几十年前的人突然出现, 里面发生的一切走出来的人根本就不记得。 那些没走出来的人更没有机会到来, 神秘又恐怖, 民间传说无数。 从中获得巨大宝藏, 蜕变的传奇人物一样不在少数。 只是无论是悄无声息的埋骨血痕中的那些勇士强者, 还是民生在外的传奇人物, 都没有人会愿意提及天山裂痕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说到天山, 好像谁告诉过我, 要想知道某只图腾的真面目就去天山。 莫凡开口说道, 天山这么古老的地方, 被当地称之为圣山, 别说是有图腾传说了。 就算是天山上还活着好几只图腾, 我都不觉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赵满言说道, 你问过蒋绍旭吗? 他的哥哥蒋绍君有没有提及过关于天山图腾的事情? 既然我们这次不得不前往天山去找四十英, 我们为什么不把图腾一起挖出来? 天山这地方, 老子早就想去一趟了。 莫凡说道, 天山有图腾, 这是毋庸置疑的, 莫凡看过不少古文献了。 就连埃及和希腊的古老资料中都提到过神秘的东方有座圣山。 这个圣山指的就是天山, 随着图腾之印逐渐拼凑, 逐渐开始勾勒出一个又一个更加强大的图腾之文。 莫凡自己也很想看看圣兽图腾的真面目, 而要想寻找到一条主心骨。 一枚可以让整个圣兽图腾整体轮廓出来的大印记, 答案只可能在天山。 莫凡不记得谁跟自己提到过天山, 但他绝对不止一次被告知要想真正了解图腾, 天山必去。 确实,我们图腾线索总是会出现断层。 靠蒋绍旭对他哥哥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回忆肯定也不完全靠谱。 天山一定有我们要的。 赵满炎点了点头。 提到图腾,赵满炎便非常的有斗志。 图腾之路是一条非常明智的选择。 让他突破到了抄街不说, 还逐渐能够得到千年老王八的认可了。 路程那次, 赵满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主宰快感。 难怪美国电视剧里那么多超级英雄。 讲道理, 做一个拯救世界维护和平的超人, 真得是一件爽飞天的事情。 绝对不会比列宴差。 以前不懂事, 总是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挥金如土的日子。 现在赵满炎变了。 他要像钢铁侠那样, 一边挥金如土, 一边睡遍全国名魔, 一边拯救世界。 所以, 寻找图腾带给他巨大无比的动力。 什么穆白危在旦夕, 这种事情都可以先放一放。 人嘛, 总会死的。 穆白英年早逝, 只能说他命薄, 他照满炎会替穆白没睡的那份妹一起睡掉。 说出发就出发, 有关乎图腾的信息自然得到当地区收集。 在国内, 在东方明珠, 在猎人大厦, 确实是全国。 国际上信息最为流通的几个地方, 可像图腾这样。 四十英这样几乎不会被人们传到的事情, 就很难跨过那么多城市。 那么辽阔的国土抵达。 这次出发得非常干脆, 他们都没有先返回到东都或者凡雪山。 直接选择在华国神都神都集合。 凡雪山那边, 林林、蒋少旭已经得到了信息, 已经在出发的路上。 临走前, 莫凡和星夏道别。 本身星夏就事物繁忙, 能有这几天陪伴莫凡都算是拖了诺曼的福了。 该分别还是的分别, 再怎么依依不舍, 各自还是要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 莫凡哥哥, 小炎姬就先留在我这里了, 我昨天大概探索了一会。 发现他没有完成蜕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可能是, 契约在牵制着。 星夏开口说道, 契约牵制着? 啥意思啊? 莫凡没太懂。 就像你和小阿帕斯的情况一样呀, 阿帕斯的实力被你的契约给遏制了。 小炎姬不能一鼓作气, 蜕变为炎姬女王, 是因为契约压制。 星夏说道, 就是说, 我在给小炎姬扯后腿咯。 莫凡挑着眉毛问道, 星夏咯咯地笑着, 道, 你要这样理解, 也没有问题。 不会吧, 我现在好歹是两系超阶级法师, 这种修为还给自己契约受扯后腿。 莫凡一脸的阴郁, 有没搞错, 自己的这两个契约是来宣兵夺主的吧? 阿帕斯实力被自己契约压着, 还能理解。 人家终究是三大美渡沙女王继承人之一, 怎么成天偷懒, 偷吃, 睡懒觉的小炎姬也变成是自己实力不计导致的了? 莫凡哥哥, 你也不用太在意, 一部分是你的原因了。 另外一部分是小炎姬需要一些足够强大的助力。 你自己要去寻找资源的话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还是我这边来帮你吧。 正好我的修心等于强化他的心念。 心下说道, 今天住院了, 人在医院, 等候来临的时候, 赶紧马上这一张字来平复下心情。 顺便告诉下大家, 今天应该只能更这一张, 以及分享下我要当爹了。 第1953章 佩丽娜女贤者 核心吓到的这个别让莫凡极其郁闷, 小炎姬跟妈妈去了。 自己身边就只剩下一头小妖精蛇和一群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白狼。 没有了小炎姬的附体能力和强大的双魂火之力, 莫凡多少有些没安全感。 仔细想来, 总是靠小炎姬也不是个办法。 小炎姬是让自己的火系能力再没有强大浑肿, 刻苦修炼。 特殊加持的情况下, 获得了同级绝对的压制力, 可自身也得变得强大起来。 这个强大, 一方面是火系修为的强大, 毕竟是基础。 另一方面, 得在不依赖炎姬附体的这种霸道状态下, 把自己其他系的短板给逐渐补起来。 自己即便没有火系, 还能够直接使用的都有六个系。 这些系有些技能, 由于没有去认真练习和专心强化, 变得非常积累。 面对的敌人, 对手级别越来越高, 这些短板能力越是不去刻苦修炼加强, 就越没有作用。 路程之行, 莫凡是体会到了, 实力永远都是不够的。 可自己让把修为变得更扎实, 技能更强大。 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多。 高空的空气冷嗖嗖, 纯白的云团像一块一块片皮冰一样, 扑悬在下方。 看上去倒是非常的唯美, 偶尔穿过一些比较薄的云层。 还能够看见下方褶皱起伏植被稀疏的地貌, 过往那些高耸的山, 深邃的谷。 遥远的道路, 从高空府看下去都变成了一些小小的褶皱, 长痕, 钩壑。 原来帕特农神庙还知道这样一条神奇的路线, 这样也好。 节省了飞机票的钱, 莫凡靠坐在克里钦的钢铁施救背上, 舒适地翘起了二郎腿。 克里钦是一个非常敦厚的人, 作为这次航班的乘务长。 他不仅为大家提供了耐力超出寻常的钢铁施救, 这架毛茸茸大做旗, 还全程用自己的魔法给大家维护着一个结界, 防止高空狂风鞭策。 这样风就会变得柔和舒适。 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线, 还多亏了佩丽娜贤者, 杜维祭祀以及众位骑士。 克里钦显得彬彬有礼, 与其中带着对几位同行者的尊敬。 近期航线不太平, 一些领空都遭到了妖魔的侵占。 希腊到华国的航班十个有九个都取消了, 为了赶时间。 莫凡和赵满言也只能够乘坐克里钦的坐骑了。 克里钦遭到了惩罚, 现在被降到了信仰殿, 作为祭祀的一名随从法师。 也就是那名杜维祭祀的手下。 不过杜维祭祀是心下那边的人, 是分哀的大哥。 这样安排说白了, 就是让克里钦戴罪执行任务一段时间。 等这次事情过了之后, 再慢慢将他的职位给升掉起来。 其实他是做不了了, 但整个帕特农神庙又不是只有骑士殿。 他要是能够在信仰殿站住脚跟, 荣获祭祀职位的话, 反而作用更大。 祭祀的职位和金药骑士评级, 由于金药骑士一般和女贤比较亲近。 获得的尊敬会更大一些, 但祭祀更有实权。 帕特农神庙上上下下人员管理, 基本上要经过祭祀们的同意。 佩丽娜是女贤者, 暂时分不清楚她的派系。 即便在当时圣女候选阶段, 这个人好像也没有站过队。 佩丽娜是一位经常外勤的女贤者, 一副对殿内争斗毫无兴趣的样子。 塔塔得知, 佩丽娜需要前往天山之痕。 一想到莫凡, 如果因为航班无法回到华国, 又要多逗留几天。 于是, 塔塔亲自出面, 让佩丽娜执勤的时候, 顺便把莫凡和赵满言这两个人给烧上。 为了让莫凡早点滚蛋。 塔塔特别同意, 给克里钦安排了一个祭祀随从的职位, 好让他戴罪立功。 克里钦一听能够和莫凡, 赵满言一起外出, 整个人显得很兴奋。 赵满言这家伙, 可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提及他们周游世界的各种奇妙惊险经历。 什么亚马逊, 索马里, 撒哈拉, 金字塔。 男人骨子里都有一个冒险精神的, 克里钦敦厚老实地听从家族安排。 成长路上几乎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 这次被踢出骑士店。 克里钦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终于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克里钦,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家族里的人没找你麻烦吗? 骑士里? 一名女贤骑士问道, 这是一名银跃骑士。 威廉大哥, 他们叫我不要回去了, 所以我正好出来走走。 克里钦笑着说道, 那位银跃骑士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叹了口气没再询问。 没事的, 克里钦, 这件事过错在谁我们都明白, 你只是没得选择。 这次任务完成, 你表现良好的话, 我很快就会让你进入剑士祭祀。 我记得, 你在入帕特农神庙之前, 祭祀学术是满分的吧? 后来为什么去做了骑士? 杜维祭祀倒是很看重克里钦。 是, 是我后母的意思, 他可能觉得, 骑士更符合家族的状况。 克里钦低声说道, 克里钦骑士学术也是满分。 音乐骑士威廉说道, 可以啊, 天然呆, 没有想到你这么厚之厚觉得, 竟然还是个学霸。 没事, 没事, 跟着我们混, 保证你出人头地。 赵满言笑着说道, 音乐骑士威廉很嫌弃地瞥了一眼莫凡, 能不再出事就很不错了。 这个时候, 女贤者佩丽娜也往这里看了一眼, 就那么淡然的一扫。 似乎这句话在之前他就想说了, 这回正好有人开了头, 他道, 我看在塔塔前辈的份上带上你们, 希望你们不要给我惹麻烦, 尤其是干涉我的事物, 我会负责将你们带到天山之痕。 在那之后, 你们出了什么情况, 我不会再负责。 听着佩丽娜那几分傲慢和不耐烦的语气, 莫凡和赵满言保持着, 我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讲出来的微笑。 他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赵满言低声对莫凡说道, 这还用好像, 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眼珠子都不愿意放我们身上, 要望天。 莫凡道, 妈的, 我最受不了这种高傲女, 可惜了, 木白这家伙因年早逝, 不然让她配点药, 看我不弄得她上天入地的。 赵满言满嘴骚话。 赶紧码一张。 第1954章, 神都。 女权组织的大部分这样, 我们当时去阿尔卑斯山学府, 他们也是这副态度。 莫凡说道, 也是, 克里清, 那个祭祀, 还有骑士, 这一群男的都对她毕恭毕敬的。 很容易就给这些女人培养出了高人一等的脾气来。 赵满言说道, 忍一忍,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 有她带路, 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莫凡说道, 女贤者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极高, 同级的祭祀。 金药骑士都是围着女贤者转的, 而且听克里清有说, 这位佩莉娜女贤者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比较高。 她亚洲地区有极高的拥戴。 贤者, 这次前往神都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祭祀杜维开口问道, 他们这群人出发得比较匆忙。 祭祀杜维只知道需要跟随一名女贤者去华国XC, 却还不知道具体事物。 女贤者佩莉娜瞥了一眼莫凡和赵满言这两个外人, 明显是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件事。 祭祀杜维也非常识趣, 知道这次前往神兜神兜恐怕是一个比较机密的事情。 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杜维渐渐发现, 这个世界其实存在着很多不会向世人公布的事情, 尤其是坐上了帕特农神庙祭祀之位后。 所接触到的层面很多次都推翻了杜维原本的世界观。 可在众多震惊和不敢相信之中, 渐渐地有些事情变得不得不接受了。 女贤者佩莉娜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很高, 不单单是因为她在亚洲拥有非常高的威望。 更在于负责帕特农神庙外勤的她经常会被派遣去做一些秘密任务。 这种任务一般都与五大洲魔法协会, 异财院、猎人总盟。 各国顶尖法师组织有关联。 作为祭祀杜维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希腊、 帕特农神庙内部的事情。 佩莉娜的接触却要广太多了, 就比如说华国神兜神兜。 帕特农神庙对华国的魔法组织谈不上有什么好感。 但他们却相当尊敬神兜神兜布达拉宫的圣公法师。 佩莉娜在亚洲威望很高, 也正是因为她与圣公法师走得很近。 克里钦的钢铁施旧确实是一种极品召唤兽。 能够作为做奇召唤兽的, 多数都是耐力在妖魔之中相当突出。 同时, 他们自身要散发着一种人畜无害的气息。 确保他们在飞过和途径其他妖魔领地的时候不会受到攻击。 耐力强, 速度快, 气息无威胁。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妖魔和召唤兽, 其实已经算少了。 更别说是克里钦这种统领级的。 飞穿矮狼这祸是不能当作奇的, 莫凡偶尔急着赶路, 会骑成一下。 主要原因是狼族气息太过侵略性, 随随便便往别人妖魔家门口一经过。 狼骚气就蔓延个十几里地, 很容易就会被那些脾气暴躁的老妖怪给拦下来问话。 从希腊到神兜这段距离, 基本上算是夸了个大半亚洲。 正常做奇妖兽背着这么一群人, 没飞出半个国度就累成一滩了。 何况, 是跨过这么多个国家, 飞过那么多个妖魔兄弟, 妖魔山脉。 当然, 莫凡也是第一次知道 其实高层法师们拥有一条坐骑航线, 可以相对安全地穿过妖魔横行的地带, 进入到别的国家。 这种航线掌握在某些特殊人群手上, 绝不会公开的。 克里青, 你这钢铁施救的记忆力怎么样? 像我这种不安分的人? 又经常要去帕特农神庙的人, 有的时候, 坐国际交通还真容易出点问题。 这条路线能帮我记下来吗? 莫凡小声地对克里青说道, 国际交通经常会出状况的, 而且, 莫凡算是很多人的眼中钉。 有的时候, 行踪不想被别人知道, 假如自己也能够获得这些特殊的路线, 以后行动会更有选择。 这个,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画出来。 但这件事, 千万别告诉贤者啊, 像这种信息只掌握在他的手上。 泄露出去就是大罪。 克里青说道, 你这都能记住, 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山脉, 沙漠, 森林, 莫凡差一道, 可能是我学术比较扎实吧。 这一路上飞来, 我能够大致知道, 图进了什么地方。 给我稍微琢磨, 一下地图, 基本上能够模拟出来。 克里青说道, 牛逼, 不愧是学霸。 莫凡给克里青竖起了大拇指。 莫凡这地理白痴, 飞过中东地区的时候, 竟然还觉得, 这片地带有点像非洲。 要他记住, 路线是没可能的。 快要抵达神都神都, 高山是没可能直接飞越的。 所以, 钢铁施旧的从几个海拔 比较低一些的国家 绕入到神都, 而不是直接从西向东。 高原氧气较为稀薄一些, 却格外地干净清新。 有一种在阿尔卑斯山山脉上的感觉, 这也是莫凡第一次来到西域, 来到这座盛名已久的神都。 神都地位极高, 许多国际上的最权威魔法组织的会议都会在神都召开。 国内最权威的法师组织, 一个是顾宫廷的宫廷法师, 另一个就是布达拉宫圣宫法师。 宫廷法师主内, 圣宫法师主外。 圣宫法师与帕特农神庙关系比较密切。 眼高于天的帕特农神庙成员, 从来不会在圣宫法师面前摆出那种优越模样。 你们就在山脚下等我吧, 我要前往圣宫一趟。 天山之痕之行大概在三天后前行。 佩丽娜女贤者对其他人说道, 贤者, 我们也留在这里等候吗? 银月骑士威廉问道, 你们尘土气太重, 就在山下等候。 佩丽娜女贤者说道, 是, 佩丽娜女贤者独自登上了圣宫, 骑士们可谓是性情刚烈, 他们哪里也不去。 就像一尊尊雕像那样守护在山下。 那气派威风的模样一下子引起了不少 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游客们的关注。 纷纷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不得不说, 帕特农神庙骑士们行头是真得亮眼, 特质的蓝星。 银月骑士袍彰显高贵威严。 寻常法师跟他们站在一起, 真得和土鸡娃狗差不多。 我们去和玲玲他们会合吧。 莫凡说道, 哇, 这些人还跑去拍照, 没见过世面啊。 赵满言看到不少人凑到骑士边上自拍, 一脸无奈。 第1955章 撩骚 难怪帕特农神庙骑士那么多人崇拜。 在帕特农神庙的时候还感觉不大出来, 可只要往平常的地方那么一站。 这群人就跟从天上下来的那样, 与其他凡人有着天壤之别。 骑士尚且如此, 被骑士们簇拥着的女士, 女贤那就更是如天女下凡那般了。 这样一番对比, 再去重新审视, 那位正轻轻捏着裙边 一步一摇曳地踏上布达拉宫的女贤者佩丽娜, 确实别有一番高贵出众。 莫凡, 我算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总被人瞧不起了。 第一眼就觉得我们是那种市井小鳖三, 我们行都不行。 旁边更没有一群衣着光鲜, 训练有素的小弟在衬托。 什么东西都是需要衬托对比的, 什么时候我们也拉帮结派。 把我们弄得牛逼轰轰, 走到哪里自带气压, 自带吸睛效果。 赵满言摸着下巴说道, 莫凡神表认同, 他们几个自由惯了, 多数独来独往, 这种情况下, 别人哪里会把你当回事。 再看看帕特农神庙成员的出场, 骑士护驾等候, 祭祀陪同。 哪怕再气貌朴素, 也会一下子出众很多。 林林他们说, 让我们在广场这里等。 莫凡看了一眼手机, 是林林发来的信息。 正好我们再研究一下行头的问题。 赵满言觉得这个很重要。 广场上游客非常多, 他们不停地议论着, 似乎也有几个见多识广的。 认出了这些骑士们, 是来自帕特农神庙的。 原来是帕特农神庙的骑士, 难怪这么霸气。 应该是有什么大人物上山了, 可刚才只看见个女人。 不会那个大人物, 就是刚才那女的吧? 几个猎人, 就在莫凡和赵满言旁边议论起来。 目光不断地朝着, 已经走到远处了的佩琳娜女贤者。 有银乐骑士, 应该至少是女贤者级别的。 银乐骑士, 是不是非常强? 我们一个猎人团加起来, 都不一定打得过人家一个银乐骑士。 满脸胡须的老猎人说道, 高原云气会少许多, 天空看上去就格外的蓝, 带着几分蓝宝石一般的鲜艳。 莫凡和赵满言, 两人满目无聊地等候着。 从研究行头的问题, 渐渐地已经变成在跟其他到这里的女游客们搭讪了。 在神都, 游客和本地人真是一眼就能够分别。 莫凡和赵满言两个人, 很容易就被其他人从那几个帕特农神庙成员中区分开来, 融入到普通游客当中。 我们刚来的, 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比较好玩, 就先来布达拉宫了。 不过好像近期有什么事情发生, 布达拉宫没让游客们上去参观, 好可惜啊。 一个干净利落, 俏皮短发的女孩说道, 你们刚毕业吗? 赵满言问道, 嗯, 我们做毕业旅行, 你们呢? 另一个显得很开朗外向的盘发女孩说道, 好巧啊, 我跟他也是。 莫凡张口就到, 啊, 那确实好巧呀,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短发俏丽女孩问道, 我们明珠学府的。 明珠学府? 那可是名校哦。 还好, 还好啦。 话说起来, 你长得有点像一个人也。 你说的是, 世界学府之争第一的莫凡吧? 对对对, 好像哦。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其实我也很无奈, 总活在那个人光芒之下。 莫凡做出苦笑的样子。 话说, 你们就四个女生来这么远的地方, 男朋友不担心吗? 赵满言问出了他最老恋的问题。 果然, 几个女生害羞地笑了笑道, 我们几个都没有男女朋友了, 就他有。 但我们大家都不喜欢, 包括他自己。 赵满言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那个有男朋友的女孩。 发现这女孩是三个中长的最白嫩, 最成熟一些的, 也很好看。 让赵满言没有想到的是, 莫凡好像早就盯上了他。 已经把人家撩得笑不拢嘴了。 赵满言嘴角一抽, 莫凡这混蛋果然越来越没下线了, 下手速度比自己还快。 既然他撩了那个妹, 哼, 剩下三个就全归他赵满言了, 好久没有三飞了。 赵满言泡妞是有套路的, 正在他打算继续深聊的时候。 他发现, 有几个熟悉的身影往这里走来。 莫凡, 玲玲他们来了。 赵满言提醒了莫凡一句。 来了就来了呗, 莫凡完全没在意, 因为他已经套出了人家的住店处了。 房间浩一问, 基本上什么都成了。 哦, 你不要误会, 他是我小妹妹。 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 那种成天怀疑你这, 怀疑你那的男人。 说白了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自信, 跟这种人在一起, 确实很累。 你选择不理会他的反对, 到神都来, 确实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在这里, 你会豁然开朗的。 你蛮懂的吗? 女孩娇笑了起来。 一般般了, 莫凡也笑了起来。 莫凡, 玲玲他们来了。 赵满言再一次提醒道, 哦, 玲玲, 你和蒋少旭先去猎者联盟逛逛, 收集一些信息吧。 莫凡这才转过头去, 打算将玲玲给打发了。 本身收集情报的事情就是玲玲做的, 虽然天山在XJ, 但西域所有的信息交汇都在神都这边。 只是, 这么一转头, 莫凡误然发现, 玲玲身旁还站着一个身材出众。 肌肤雪白的女子时, 脸上那和姑娘们撩骚的笑就一下子僵住了。 我们去收集点信息吧。 慕宁雪和平常一样。 那副冰冷冻霜的样子, 给人一种一切与她无关, 生人物尽的特殊气质。 之前在帕特农神庙就说好了, 会过来的就只有玲玲和蒋少旭。 让莫凡完全想不到的是, 慕宁雪也来了。 而且, 从她那句话说话的语调与语气就可以大致知道。 她从远处走过来到底达莫凡身后, 一直都在看着莫凡和那个感情纠葛的女孩调笑。 也不知道跪搓一板这东西对慕宁雪管不管用, 总之到了夜里。 慕宁雪都没和莫凡多说半句多余的话, 感情一下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莫凡也很无奈, 别说是那个女孩的房间号没问出来。 现在慕宁雪都不让她进屋了, 只能够孤独地在神多半夜悠冷气候下修炼到天明。 第1956章, 极度危险的人。 薛薛, 怎么也一起来了? 莫凡问道。 怕你们这次到天山会应付不过。 另外, 来上一次突破到高阶。 便是因为到了一趟天山, 这里冰雪灵气很强, 会对我比较有帮助。 慕宁雪回答道。 到了第二天, 慕宁雪才正常和莫凡说话。 莫凡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慕宁雪也知道, 莫凡是什么德性, 懒得和他计较了。 天山算是你的福地啊。 莫凡点了点头。 记得当初慕宁雪被雪府队伍淘汰。 他就是独自到了天山这里, 修炼了一段时间。 在凡雪山修炼虽然也很专注, 但历练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正好听了莫凡的行程, 便也决定一起前往天山。 神都的街道并不多, 其实走上一阵子, 基本上可以将那些道路给踏过。 这里的古老石板, 基本上都有信徒的刻痕, 论虔诚和执着。 神都的信徒们, 确实不会逊色于帕特农神庙。 哒哒哒哒哒哒哒。 和慕宁雪走在厚重的石路上, 与没有半点征兆地落了下来。 作为日光城, 每天日照时间可以超过八小时的地方。 这样没有招呼的低语也算比较少见了。 只不过路上的藏民们却显得很愉悦, 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 倒是那些靠旅客们赚钱的商贩就满脸晦气的样子。 这是怎么了? 日光城要变成雨泼城了吗? 这才几天又下起雨来。 一个商贩老板抱怨道, 莫凡正在商贩老板这里买果汁给慕宁雪喝, 听到他这样不满。 不禁笑了起来, 你们这里不是经常求雨吗? 这雨来了, 怎么还不高兴了? 求雨, 那是干旱季才求的, 这些年风调雨顺的, 雨多了, 反而是坏事懂吗? 而且, 真的太怪了, 这个月都地无常雨了, 在过去这个季里, 有一场雨都算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商贩老板一边说着话, 一边瞟了一眼站在街上等待的慕宁雪, 不由挑了挑没道, 小伙子, 女朋友长得很漂亮, 跟话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 老板, 你真会说话, 这两瓶多少钱? 莫凡问道, 五十。 卧槽, 你怎么不去抢? 爱买不买? 你怎么说话的? 怎么做生意的? 买了一把伞, 莫凡和慕宁雪, 也不想太招摇地, 用什么魔法, 结界来遮雨。 难得能够和慕宁雪这样, 在一个抑郁柔美的地方, 雨中漫步。 莫凡就不计较这把伞, 那个商贩老板, 卖自己六十这个问题了。 雨细细细, 路人纷纷开始躲雨, 莫凡和慕宁雪踩着大石阶, 一转角, 正好看见一个销瘦的身影, 身上披着很老旧的一件布纱。 正匍匐在道路的正中央面, 朝着某个方向朝拜, 看上去像是在感谢老天恩赐的雨露。 雨水滴落在她身上, 她纹丝不动。 花枝招展的旅客们, 从她身旁走过, 丝毫没有相互打扰。 雨开始越下越大, 她没有站起身来往前走。 那扣手下去后, 就好像化作了一尊雕像, 时间对她而言, 也像是静止着。 怎么了? 慕宁雪兼莫凡站在原地不动, 有些疑惑地问道。 莫凡眼睛很久没有从这个人身上移开, 在她脚下, 其实渐渐地有些积水。 那些小积水, 莫名地笼罩上了一层暗埋, 暗埋却是来自于莫凡自己。 不知道,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莫凡摇了摇头道。 从匍匐在地的那人身旁走过, 莫凡还是特意看了她一眼, 巧的是, 这位不杀流浪者也正好将头转了起来。 这名不杀流浪者不是完成了朝拜后将头抬起来。 他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 将脸的一侧仰起来。 用左边的那双眼睛上瞄了一眼 从旁边走过的莫凡。 莫凡看到此人面孔, 看到此人那双的眼睛。 身体里的暗埋, 莫名地加速流动起来。 莫名地产生一种寒冷之意, 偷到莫凡全身, 再从肌肤的毛孔散了出去。 那人保持着这个怪异姿势, 莫凡俯视着他, 像是对视僵持。 莫凡浑身汗毛树立。 那人, 过了几秒钟, 似乎也显露出了几分不安的样子, 又将头埋了下去。 保持了原来那个朝拜的姿势。 莫凡和莫凡雪已经走到了街尽头, 抵达了主街北都中路。 你怎么了? 莫凡雪发现, 莫凡还没有从刚才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接着问道。 我身体里有融会全身的暗脉, 是暗月宁经赐予的。 将我的黑暗物质力量整合了起来, 变得更强, 同时获得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其中一种是威胁感知。 莫凡挽着自己手臂的慕凡雪说道。 威胁感知, 这是很强大的能力。 只是刚才, 我们只是走在街道上。 你感知到了什么? 慕凡雪说道。 那个不杀流浪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暗脉好像感知到了, 他身上有某种危险隐藏。 而他好像也察觉到了, 我身上这种能够预知他气息的暗脉能力。 莫凡说道。 我刚才没感觉到他对你有敌意, 你又怎么会有危险预感呢? 慕凝雪肺解道。 刚才在街道上, 莫凡和那个不杀流浪人的行为, 确实相当古怪。 好似两个世仇在某个地方偶遇, 气氛凝固如霜落, 雨水寒冰。 明明素不相识。 是, 这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 他对我没有敌意, 暗脉预警让我不寒而栗。 他也好像怕被我识破什么一样。 莫凡说道。 会以前见过吗? 慕凝雪问道。 没有, 他明显不是针对我的, 只是暗脉似乎像告诉我。 那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要远离。 莫凡说道。 极度危险, 慕凝雪重复了这个词。 莫凡和慕凝雪继续走着, 也没有再提那个人。 慕凝雪似乎想到圣公上去走走, 可惜圣公近期并不对外开放。 两人只能够绕着外围走了一圈。 这个时候, 忽然布达拉宫上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对闪耀着圣芒的瑰莉翅膀, 那洁白。 金光的语书展开, 给人一种天灵降临之感。 莫凡仔细看去, 这才发现, 是布达拉宫上有好几名圣公法师正飞出。 像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第1957章, 异财院, 财教。 看得出来, 那几名圣公法师都是修为比较高的, 他们飞行的速度也非常快。 从布达拉宫上方光芒肆意的羽翼那么一闪。 到下一刻, 他们已经抵达广场上空了, 那双眼睛正警惕无比地扫视着附近。 找寻着什么? 莫凡抬起头来, 发现女贤者佩丽娜也在其中。 她驾驭着一头能够踏空而行的灵兽。 看上去更是高贵无比。 在那个方向,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闯入到圣城来。 这次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她再逃走了。 其中一名绑着粗辫子的圣公法师说道, 这附近太多藏民和游客了, 我们还是要小心行事。 另外一名四十来岁的女圣公法师说道, 先找到她的位置再说。 四名圣公法师立刻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散飞出去。 像是四道射线在布达拉宫上方展开了四方轴线, 引起了一大片民众的惊呼。 圣公法师都是比较低调, 不是紧急的情况, 他们都会选择在广场处停落。 用步行上山, 以表达对圣公的尊敬。 像此刻这样, 直接在众目睽睽下施展瑰丽魔法, 威风凛凛。 圣气逼人的情况确实相当罕见。 不知道为什么, 莫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刚才走过的那条小街。 直觉告诉莫凡, 这些圣公法师要找的人正是那个不杀流浪人。 佩莉娜女贤者留在原地没有动, 但她还是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 她落到了祭司和骑士们那里, 祭司杜维也一直在这里守候。 看到女贤者便和其他骑士一样立刻行礼。 有什么吩咐吗? 贤者, 祭司杜维问道, 真没有想到, 那个家伙这般胆大包天, 竟然直接到了圣城, 还离圣宫这么近。 佩莉娜说道, 您说的是, 祭司杜维不太了解情况。 佩莉娜还没有开口说明, 圣宫上又有一道黑色的身影, 在石阶与布达拉宫道上急速跳动。 就见到一大串残影留在那里, 而其本身却已经抵达了广场这里。 这个黑色极速之影在佩莉娜附近这里停了下来。 正是一名身穿着充满乌精质感的欧式僧侣袍的男子, 全身散发着一种威严与咄咄逼人之气。 高手可真多啊, 莫凡暗暗感叹。 在别的城市, 人群中有几个高阶法师那都是极为突出的了。 更别说抄阶这种尊贵无比的人物, 可在这圣宫附近, 才短短的时间里就涌现出了这么多强者。 让第一次来神都的莫凡不由的心生敬畏。 财教, 您确定他就在布达拉宫附近吗? 不超过一公里半径? 佩丽娜说道。 我很肯定, 那位被称之为财教的男子说道。 他是否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佩丽娜问道。 我们的职责就是在他做出极端行为之前将他缉拿或者尽除。 财教说道。 莫凡就在这几个人不远处, 他们的谈话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慕宁雪低声开口道。 财教, 这不是一财院的殖民吗? 嗯, 一财院的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莫凡说道。 圣财院与一财院都是高于五大洲魔法协会的最权威组织。 圣财院监督的是全体魔法成员, 包括黑教廷成员。 一财院负责的范围, 这就有些神秘了, 正常人基本上接触不到一财院。 巧的是, 莫凡暂时列为了一财院名单之中, 似乎有某种奇怪的感应一样。 那位被称之为财教的乌金僧侣交一男子呼地转过头来, 眼睛像猎鹰那样盯着莫凡。 莫凡心里可不痛快了, 才这么一会。 自己就被人用这样怪异的眼神看了两次。 自己这样的无好青年怎么就跟脸上贴了不良标签一样, 是个人都看得出。 你是谁? 那位财教直接走了过来, 重重地质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整个广场这么多人你不问? 问我做什么? 莫凡相当反感到。 根据包老头的友情提醒, 一财院的人基本上都是怪物。 让莫凡没事别去招惹。 圣财院很多时候都还会依照规则办事。 他们多少会被全世界各大权威组织和五大洲魔法协会监管着, 但义财院? 至今没听说过哪个组织与义财院作对的。 你身上有印记。 这名财教语气咄咄逼人道, 像是一个捕快在审问一名犯人。 什么意思? 莫凡再一次反问道。 你身上有我们义财院的印记。 财教说道。 你是说, 我有你们义财院的案底了? 莫凡说道。 可以这么理解, 至少有嫌疑。 这名财教语气很肯定的道。 听到这句话, 莫凡脸一下子就黑了。 真是草他义财院的。 当初将冷诀交到圣财院手上的时候, 圣财院和义财院的人就给自己保证。 只要自己不使用违背魔法常规的毁灭力量, 就会将自己的背露从两院中消除。 印记。 莫凡还真不知道, 义财院的人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上留了一个可能犯罪。 得印记。 结果倒好, 这一名教材一眼就识别出了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用那种看怪物看义端的眼神盯着自己, 人与人之间这点诚信都没有。 他们圣财院和义财院还凭什么站在世界之巅? 我要和你们领导谈谈。 莫凡冷哼一声。 简直混蛋, 冷诀被暗杀的事情。 莫凡都还没有跑到圣财院和义财院兴师问罪。 当初守护宏伟之城抵抗冷诀党派的时候, 北疆士兵死了多少? 他们有脸去面对这些英勇亡魂吗? 若不是你在这里, 干扰了我的判断。 那个异端已经逃无可逃。 财教冷冷地说道。 这名财教也知道, 莫凡只是有暗底, 并非是真的异端。 上头没有禁除命令前, 他是不会去理会莫凡这个特殊的家伙。 可是正因为这个暗底印记, 使得财教没法准确地捕捉到 另外一名真正异端的具体位置。 现在那一端很有可能已经逃走了。 莫凡一听, 直接就炸毛了。 难怪包老头要特意提醒自己, 别去惹异财院的人。 异财院的人, 简直脑子有病。 他们自己先不成性, 不把自己的印记消除便算了。 居然还把找不到真正有印记的人问题, 归咎到自己头上。 这种神经病的罗见, 莫凡真他妈服了。 今天有三章, 先补下昨天的。 当天好辛苦啊, 以前我喜欢坐在马桶上思考, 思考个十五分钟左右。 对我来说, 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放空脑子的时间, 现在想一想。 以前这种蹲马桶的生活就简直奢侈, 思绪都还没有来得及飘出窗外。 就马上要起身, 冲水, 洗手, 擦手动作, 一气呵成。 裤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穿上的, 人的气味还留在马桶附近。 人就已经走洗手间了。 留下一脸猝不及防和不可思议的马桶在那里冲水凌乱。 第1958章 一端嫌疑人 你拉不出屎。 难道也要怪我身上的印记, 让你分心了吗? 莫凡对这名才教说道。 你是怎么说话的? 才教微怒道。 怎么不先问问你, 自己是怎么说话的? 我暂且不去跟你废话我身上, 怎么还会有你们异财院印记的这个问题? 即便是我有印记, 我有做什么违背你们异财院规定的事情吗? 莫凡却是反之问道。 有印记便有嫌疑, 有嫌疑便应该盘问。 你到底是谁? 尽快秉明身份。 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才教一脸肃然地说道。 哦, 那我偏偏不回答。 莫凡摆出了一副和对方刚到底的态度。 才教连立刻就拉了下来。 这个时候, 佩莉娜女贤者也走了过来。 她见到这边情况有些紧张。 于是解释道, 才教大人, 这位是莫凡, 我们候选人的家人。 你是莫凡? 才教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就好似一个捕快, 撞见了一个从凉了的惯犯, 带着很是怀疑的态度。 知道了莫凡的身份, 才教便没有再继续盘问下去了。 显然, 这名才教, 还需要找到那个真正的异端, 原本对方客客气气的。 好好地跟自己说话, 莫凡兴趣, 还会给这名才教指个方向。 因为莫凡觉得, 那个不杀流浪人, 大致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但现在, 就看他们这样的行事态度, 天知道哪一边才是异端, 哪一边才是横行霸道者。 莫勒才教离开之后, 佩丽娜重新打量了莫凡一边。 那双浅碧绿的眼睛里, 透出了几分异样之光。 莫勒才教说的, 有一个摇摆者和异端者, 原来摇摆者指的是你。 你过来是一个有问题的家伙。 佩丽娜语气不是很有善地说道。 人为高处的风比较大, 把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都给吹坏了是吧。 莫凡说道。 佩丽娜对莫凡的嘲讽没有什么表示。 祭司杜维发现他们这样谈下去迟早要出事情, 于是急忙转开话题道。 佩丽娜贤者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为什么连异财院的财教都出现在了这里? 莫凡阁下一直都跟着我们, 应该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吧。 佩丽娜眼睛这才从莫凡身上移, 既然莫凡也算是异财院在盯着的人。 她觉得这件事也没有必要刻意隐瞒什么了。 佩丽娜不再避讳莫凡, 开口说道。 你知道异财院对异类的界定吗? 不是很了解。 望贤者告知。 祭司杜维非常恭敬地说道。 我们人类使用的力量称之为魔法, 魔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裁定。 逐渐有了我们现在的魔法体系。 白魔法、次元魔法、元素魔法、黑魔法。 佩丽娜开口说道。 这些算是魔法常识了, 每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懂。 这些我们还是知道的。 祭司杜维点了点头。 到了抄阶。 我想, 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世界上 其实还存在着不少超出魔法纲目的力量。 这些力量被叫做禁术。 佩丽娜说道。 这些略有耳闻。 祭司杜维说道。 禁术范畴最大, 不少禁术其实也在被各大魔法协会和魔法组织进行考究。 争取成为我们魔法纲目中一个新的基础魔法图路, 乃至一个新的戏。 禁术之中, 还有一个界定, 那就是邪术。 使用邪术者, 全部都会被异财院盯上。 佩丽娜说道。 佩丽娜说的这些, 莫凡都知道, 当初被异财院的人盯上。 就是因为恶魔系的问题。 幸好有包老头和一些神秘者帮自己顶住了压力。 不然自己身上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嫌疑印记了。 这个世界终究是有一些真正维护和平的圣法师的。 莫凡明显处在这些破坏地球和平的边缘。 在邪术之上, 还有一个界定, 称之为黎术。 邪术者。 魔法协会与圣财院都会进行处决和裁断。 而黎术者, 才会由圣财院的人出动, 进行缉拿和禁除。 黎术者不单单是他们的力量没有在魔法纲目之中。 更在于他们的黎术过于强大, 足以威胁到整个魔法社会的安定。 甚至会造成巨大伤亡。 黎术者就是一枚在人群中行走的大魔鬼。 无法预测他们的魔鬼真身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可在野外, 也可在人群。 若是人群, 必定生灵涂炭。 佩丽娜说道, 黎术! 这个还真没有听闻过, 即便是杜维祭司, 他了解的也只不过是邪术这一层。 我这次到圣宫来, 正式协助异财院和圣宫法师们进出一名异端。 这名异端身体里的黎术已经爆发, 在青藏高原一座叫做端云村落中, 造成了整个村子的人集体罹难。 随后, 这名异端又试图对亚洲魔法协会分会进行报复。 当时正好被圣宫法师给阻止, 现在此人好像迁怒于圣宫。 逐渐出现在了圣城一带。 佩丽娜说道, 报复亚洲魔法协会分会, 甚至威胁到圣宫, 这个异端也太疯狂了吧。 杜维惊呼了起来, 不然怎么是异端呢? 佩丽娜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特意看了一眼莫凡。 这个眼神让莫凡相当不舒服。 那莫凡阁下, 杜维马上担心了起来。 他只是有嫌疑印记, 不过由于一开始, 他的这个嫌疑印记。 使得莫勒财教将最关键的锁定时间 浪费在了他这里。 这才无法精确锁定那名异端的位置, 城内如此多人。 要找到那名异端, 恐怕有点难了。 佩丽娜说道, 难怪莫勒财教对莫凡阁下隐隐作怒, 但这也不能怪莫凡阁下。 杜维说道, 莫凡嘴角开始抽起来, 看来自己真是对圣财院和义财院太客气了。 下次他们跪在自己面前, 也休想让自己再把黑教廷的半个成员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向世界邀功获得了所有魔法组织的赞扬美誉, 稳固了权威地位。 到头来, 自己还是一个异端嫌疑人, 狗日的。 这是第二章, 话说起来天山剧情, 我原本预计是是三百多万字就会写到了。 哪知道都快五百万字了, 我的轻乖乖, 全职法师到底要写到吗时候啊。 就我这还时不时脱更, 欠更的态度。 第1959章, 天山裂谷。 好不容易和慕宁雪雨中散步, 本来应该是很浪漫的事情。 后面的姿势, 莫凡都幻想好了。 哪知道一连串这样晦气的事情。 返回到了旅店, 慕宁雪有些担心莫凡那个应急的问题。 看来一财院是没打算那么轻易放过你的, 至少会对你一直监管。 慕宁雪说道, 这般虚伪的东西。 莫凡骂道, 我听说, 异财院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追影能力。 被烙上了他们的异端应急, 无论逃到哪里, 最终都会被他们找到。 并且被直接处决。 慕宁雪说道, 慕宁雪还是担心莫凡的恶魔系能力, 恶魔系力量实在过于强大。 很难避免会波及到一些无辜者, 就现在异财院对待莫凡的情况来看。 只要莫凡恶魔系伤及到任何一个无辜者, 马上就会将他的嫌疑印记变成罪人印记, 成为一个真正的异端。 一旦被打上异端身份, 莫凡就彻底没有活路了, 异财院无比冷酷。 行为手段更是蛮横至极, 当初圣子文太会被禁除, 异财院是功不可没的。 圣子文太这样的人物都难逃圣财院和异财院的处决。 莫凡哪里可能和他们作对? 也庆幸黑教廷冷诀这个红衣大主教帮莫凡挡了一箭, 否则等裁决开始。 莫凡就无处遁形了。 恶魔系的来源本就来路不正, 是被各大魔法协会给禁掉的。 当初军统路年不顾各大魔法协会的禁令继续研究, 造就出了几个怪物。 最后, 这个强大的禁术落到了莫凡的头上。 在莫凡这种天生双戏的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于是诞生了这样一个恶魔系。 所以, 根据佩丽娜之前对魔法的描述, 莫凡的恶魔系力量确实就是大大的禁术。 这个恶魔能力确实大有问题。 莫凡谈了一口气。 怎么能怪你呢? 当时也是为了救我们, 慕宁雪抓紧了莫凡的手。 思来想去, 莫凡当时踏上恶魔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 获得了恶魔之力更是为了救自己和其他人。 在之前, 慕宁雪还不太清楚莫凡的恶魔由来, 现在了解到了全部。 她不禁更心疼莫凡。 回到了旅店, 玲玲、 蒋绍旭、 赵满言三人已经在楼下的茶馆里谈论着了。 玲玲和蒋绍旭应该是有所发现, 显得很激动的样子。 有收获? 莫凡挑起眉毛问道。 嗯, 根据一些从圣宫中流传出的消息, 天山之痕其实是有一个入口的。 哪怕雪山再恶脸, 高原风帘再强, 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入口, 顺着裂缝一直前行攀爬, 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天山之痕。 玲玲说道。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找到入口。 莫凡说道。 莫凡, 你真是一点功课都没有做啊。 蒋绍旭有些不满地说道。 莫凡尴尬地挠了挠头。 天山之痕在积雪冰川层, 天山积雪冰川层茫茫无边, 山脉起伏不定。 天山之痕的位置根本无法确定。 甚至找到过的人再重新寻回去都不大可能。 很多人在寻找的路途上就死去了。 另外, 天山之痕所在的海拔存在着冰青封边, 魔法式的肉身无法承受。 修为再高的人都会魔能枯竭, 被永远留在雪山上。 莫凡雪给莫凡解释道。 莫凡雪自己到过天山高处, 对那里的一切记忆深刻。 还有, 能够在积雪冰川层七夕的妖魔都是妖魔中的战斗机, 战将多如狗。 统领满地走, 君主也常有。 赵满言说道。 而天山之痕又是整个天山冰雪层里最凶险的地带。 在天山之痕里行走的生物, 寻山寻谷的小妖小冬都至少是统领籍。 这就是为什么天山之痕被称之为世界强者目的的原因, 统领起步的地带。 走进去就是送外卖。 蒋少旭接着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 目光从他们的脸上扫过。 怎么好像就自己不知道天山之痕的状况? 罪弱统领及。 这天山之痕里面岂止是恐怖啊? 那你们说的那个天山之痕入口是怎么个回事? 莫凡询问道。 这个入口不算是什么大秘密了, 其实也就在上个月才被得知的。 有一对探险者在山地草原带发现了一条深不见底。 蜿蜒爬上的天山大裂谷, 大裂谷没有尽头。 一直前行就会逐渐渗入到更高海拔的区域, 穿过荒漠层, 山地草垫层。 青石高山层乃至冰雪冰川层, 据说最终会抵达天山之痕。 林林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莫凡说道, 这很重要, 我们要进入天山之痕, 暂且不说我们进入道里面会有多凶险。 更大的可能是连天山之痕都找不到, 就无功而返。 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寻到这样一条神奇的裂谷入口。 穆宁雪说道, 到过天山的人都知道, 天山之痕是一个永远到不尽的话题。 探险者前仆后继, 有人因此蜕变飞升, 更多的是埋谷雪山。 据说天山还有一个叛阵, 里面贴满了那些失踪者的画像, 贴满了寻人悬赏。 更注满了那些苦苦等待探险者归来的亲属, 其中再等待个十年, 二十年。 最终在天山脚下定居的都有很多。 传奇雪山, 蒋道里莫凡确实没有做多少功课。 不然他也会这次前行, 心生敬畏。 另外, 我们收集到了一点图腾信息, 据说有人看到了一种圣灵羽兽, 曾盘旋在天山屋极, 知道其中具体消息的人, 我们已经联系了。 到时候, 会以交易的方式将具体内容告知我们, 我们到叛阵就去见他。 玲玲说道, 还有, 天山圣虎传说也收集了一些。 这个天山圣虎与其中一位圣兽图腾关系密切。 该圣兽地位在圣兽玄武之上, 这些信息全要钱, 价格很高。 但经过了一些鉴定, 消息应该相对准确。 蒋少旭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 过了小半会才严肃地说道, 话说, 你们收集了这么多信息, 有关斯石英的事情有去找吗? 玲玲和蒋少旭相互对望了一眼。 蒋少旭率先露出了尴尬之色, 开口道, 哎呀, 天山让人激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斯石英这种天门的东西, 还真不好找吗? 玲玲急忙点头认同, 所以就是忘记了。 莫凡问道, 别这样说, 大不了我们再去一趟, 或者直接去了天山再说。 蒋少旭道, 我看穆白还是早点闭目安息得好。 莫凡说道, 第1960章, 神偶遇。 莫凡没有继续待在神东, 天知道, 那个智障的莫勒财交, 自己找不到那个真正的异端。 最后把麻烦找到自己的身上。 和克里钦和杜维祭司打了一声招呼, 莫凡, 莫宁雪, 赵满言, 蒋少旭。 005人便直接前往了天山脚下。 那位佩琳娜女贤者也是需要前往叛镇的, 但莫凡也懒得等他们了。 既然有了比较价值的线索, 直接去找就好了。 叛镇坐落在天山南路, 她和其他一些特殊的驿站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她的出现确实如之前说的那样。 是由于那些天山失踪者们的亲属, 期盼着他们的归来, 自发地在天山脚下的一个河水带搭建木屋居住。 逐渐形成了村落、镇子。 后来那些想要前往天山的人也为了寻求物资和落脚的方便。 纷纷都往叛镇去了, 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前往天山的南面出发地。 陆陆续续猎人、探险家、雇佣军、学生、历练者挤满了这座小镇。 XJ本地民众不多,大多是外来者。 抵达了叛镇的时候, 这个完全是因为天山之名而成立的镇子比魔法想象中得要大不少。 接近有半个博城了。 莫凡还以为这里可能会像许多法师驿站那样比较简陋。 房屋以实用性为主, 道路上会坐满那些商贩, 卖魔法药剂的、卖房具的、 卖魔石的、卖信息图的、 求队友的。 这个副本相当热闹啊, 山脚下都发展成了一个大镇。 比许多城市的魔法集市还热闹。 赵满岩说道, 这些人都不怕死的吗? 莫凡说道, 天山那么大, 根据不同的海拔也分许多层, 这么多的法师。 应该不是所有人都是冲着冰川积雪层去的, 其他几个层同样有不少宝藏。 玲玲说道, 要进入到冰川积雪层, 实力怎么都得高阶级, 整个叛镇法师少说五六千, 实力可都没有达到高阶。 但看得出来, 会到这里的法师们明显都不是混子。 整体实力和战斗气势都要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 喂, 你们三个, 有带我们在国府的徽章吗? 蒋少旭忽然问道, 有啊, 这东西还蛮好用的, 可以找到其他人的位置。 赵满岩说道, 慕宁雪也带着, 放在了空间手镯里, 蒋少旭这么一提醒, 他才将国府徽章给拿出来。 国府徽章材质特别, 是取自于同一块心灵时尚的影片做的, 可以用来感应相互之间的位置, 通过光芒的强弱。 如果是距离过远, 国府徽章就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只能够像指南针一样, 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指引, 距离近的话, 徽章就会亮起来, 国府徽章是身份定制的。 现在从国府中走出来的铜界,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枚, 虽然都已经毕业了, 也完成了世界学府之争大赛, 大家都当做纪念一样, 留着。 怎么亮了? 是因为我们几个站得比较近吗? 慕宁雪有些费解地问道, 不是, 是有别人。 蒋少旭说道, 别人? 你是说, 有其他国府的人在附近? 莫凡说道, 嗯, 我们顺着光找过去吧, 看看, 是那个家伙, 也跑到这天山来找死了。 蒋少旭笑着说道, 徽章会亮起, 这确实是一个有些让人意外的事情。 国府成员在学府之争大赛结束之后, 基本上都各奔东西了。 也就蒋少旭这个痴迷于图腾的家伙, 与他们走到了一块, 包括跟莫凡。 赵满言关系很不错的疆域都不怎么见得到, 多半忙活着自己的前程。 国府之争, 国队获得了第一。 本身每一个进入到国府队伍的人背后, 都拥有巨大的背景在支持着。 再加上第一的这个超级荣誉, 这意味着只要是在国府队伍里的人。 基本上都会极宠于一身, 魔法道路上更加耀眼夺目。 莫凡、赵满言、 慕宁雪三个人都达到了超阶级。 他们三个都不算是有大背景支持的, 主要是靠自己修炼。 既然他们达到了这个级别, 想来其他几个修为更为扎实的人。 实力也绝对很强。 顺着徽章的指引, 五人走在了盼阵的大道上。 道路上人来人往, 徽章的光芒越来越亮, 闪烁的频率更快, 几乎连续在了一起。 很近啊, 应该是穿着赫麻色衣服。 我靠, 这你都能知道。 你瞎吗? 就在你面前, 别低头看徽章了。 赵满言一抬头, 这才发现街上就站着一张黑铜面孔。 正是穿着一件赫麻皮衣, 裹了条将整个人修得更加阴气逼人的瘦毛为薄。 他立在那里, 同样一脸错愕地看着迎面走来的莫凡等人。 有趣的是, 他手上也拿着一枚徽章, 显然也发现了有老队友在附近。 我靠, 这不是艾达队长吗? 赵满言说道。 怎么是你们? 你们四个都在。 艾将图也是一连猛。 他可没有想到, 在这种地方会一下子撞见四名国府老队员。 什么都不说了, 找个地方喝几杯去。 哈哈。 蒋少旭显得很开心。 那个, 我带你们去见几个人。 艾将图说道。 气氛在大家全部坐下来之后, 都还显得几分怪异。 一张八人桌, 莫凡, 赵满言, 蒋少旭, 慕宁雪四个人坐在这一边。 对面坐着的分别是艾将图, 男爵, 江玉, 关于。 八双眼睛, 各个瞪得滚圆。 我们这是同学毕业后的年聚会吗? 江玉先开口打破了这种气氛。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来天山? 我们也没想到你们会来天山啊。 哈哈哈哈, 真是老天爷都知道我们要干一番大事。 把我们这群华国最强队员呼唤召集在一起了。 谁都没有想到一切真就是这妖巧合。 一番笑得前腐后仰后, 大家才慢慢地聊起怎么个回事。 是这样, 几位导师们邀请我们北方的几个去地读给一些学生们上课。 我们几个便小聚了一下。 老爱说, 他打算暂时离开军队一些时间, 到外面去历练。 我, 江玉, 还有关于都有这个想法。 正好前阵子听说, 天山出现了一条天山大裂谷, 静通天山之痕。 于是我们干脆, 没有回去, 一拍即合地, 往天山这里来了。 男爵笑着给大家解释道。 第196一章, 天狠雪莲。 男爵是一个性情很平淡的人, 但看得出来他此时眼睛里也闪烁着愉悦的光辉。 学府之争结束后, 大家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却在这天山中聚集了。 八个人, 算起来基本上是国府所有成员了。 至于其他人, 完全就属于合不来的, 甚至是对立面的。 如果有这些人在场的话, 那还真不能叫做一场神偶遇的聚会了。 真正强大的法师, 天山是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 爱疆图似乎对天山一样执念非常深。 天山执念, 很多人都有, 只是正好在一个非常巧妙的时间, 众人一同前来。 这让原本对天山的神秘, 危险还带着几分犹豫敬畏的己人不由的多了几分信心。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赵满言问道, 你们要是早点到就好了, 我们四个人加入了一个佣兵团。 毕竟我们对天山的气候, 冰清风塔, 地形, 妖魔分布, 突发情况都没有太多的准备。 光靠收集那些信息都是理论起不到什么太好的作用。 江玉说道, 跟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要不这样, 你们也跟我们入这个佣兵团吧, 他们正缺人啊。 到时候, 让团长将你们分到我们一队, 跟着大部队走, 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男爵说道, 环境一旦恶劣无比, 秀为高低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主要是经验丰富。 楚世睿智, 天山大猎谷的路途非常长, 确实需要跟团走。 玲玲说道, 假如没有遇到爱江图他们, 玲玲也打算让他们几个人, 加入到一个大猎人团里。 既然男爵他们选择了更加严谨, 训练有素的佣兵团, 那也不错。 这些天, 陆陆续续进入到天山大猎谷的法师, 少说也有两三千了。 这么一大批人, 最后走到天山之痕的人, 估计也没有多少。 其实他们也无所谓, 这沿途估计就可以获得很多天山珍藏不见天的瑰宝。 关于说道, 关于在说话的时候, 目光还是不自觉地往慕宁雪那里闪烁。 但是关于注意到, 慕宁雪不仅仅是坐在莫凡很近的地方, 更是肌肤挨着。 男女之间是这种距离的, 只可能是恋人。 关于其实得知樊雪山成立后, 就知道自己这段感情多半是要凉凉了。 只是在见到莫凡和慕宁雪这般亲密, 心里怎么都会不舒服。 雇佣兵和猎人比较接近, 不同的是, 雇佣兵会比猎人更整体。 更贴近军事化管理, 包括他们的团队人员和基本上是固定的。 猎人更为闲散, 自由, 主要跟着悬赏来奔波, 雇佣兵可以称之为私军。 艾江图应该是习惯了军队那种素养。 他更倾向于选择更有执行令的雇佣团, 而非猎人团。 雇佣团一般都是从猎人精英中筛选。 艾江图选择的这个雇佣团是亚洲前三级别的, 人数一共有110多人。 一共分为了十番队。 莫凡等人进入到了麦龙雇佣团第九番队。 看得出来, 艾江图跟雇佣团的副团长是关系很不错的。 不然, 这种人员相对稳定的雇佣团是不会轻易接受陌生法师的。 麦龙雇佣团, 没有想到, 连常住在迪拜的组织都闻讯赶来天山了。 这次天山之行, 不要太热闹。 赵满言说道, 麦龙雇佣团, 亚洲名气颇大, 成员实力强悍无比。 他们接的单子都不叫悬赏了, 中东各个国家的一些纷争他们都敢接。 难得进入到这样一个大雇佣团中。 这次天山之行, 赵满言一下子安心了很多。 我听说, 麦龙雇佣团在中东是有自己的属成的。 蒋少旭问道, 嗯, 他们有自己的城, 和一些政府一样, 主要是收税。 不过他们的主业, 还是雇佣与探险。 这次, 他们是受李登王室的赞助, 出资前往天山之行探索。 一方面给李登王室, 多一些征服世界的名头, 收藏。 另一方面, 是想为重病的王妃, 寻找天衡雪莲。 爱江图对大家说道, 李登王室, 终究是财大气粗啊。 赵满言感慨了一声, 你们赵家的棋也有, 雇了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猎人团。 关于说道, 赵满言撇了撇嘴, 没在这个话题上纠结。 也不知道赵有钱那家伙, 在搞什么鬼。 聘请罪国内最烧钱的猎人团, 来着天山之痕。 这东西又不是灯月, 抢着在上面插起。 那个李登王妃, 是得了什么病? 莫凡问道。 关于李登王妃的事情, 莫凡有从星夏那里听说了一些。 塔塔坚决不允许星夏使用复活神术。 是因为塔塔希望星夏能够将仅有的那点神力, 用在李登王妃的身上。 以此来获得李登王氏的支持。 事实上, 星夏和一只鲨都是过了, 这个李登王妃的病情, 他们都解决不了。 其实也没得什么病, 就是寿命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命百岁的。 有些人五六十岁, 其实就差不多气数已尽了。 李登王妃的情况很简单的。 江玉说道, 听了江玉的话, 莫凡恍然大悟。 难怪一只鲨和星夏都束手无策。 寿命降至, 这个给你复活神术都救不了。 复活神术又不是长生不老。 对自然死亡的人是无效的。 李登王氏的事情, 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王妃与嫡长孙不合。 想要把自己的所有遗产 保留给自己最小的孙子, 遗嘱都立好了。 但是他这个小孙子 还在小孙媳妇的肚子里 需要大半年才出生。 没有出生的孩子 是没有继承权的。 也就是说, 他如果坚持不到 他的小孙子出生, 那么他所有的财产 都会他嫡长孙了。 赵满言说道, 天狠雪莲可以续命, 据说少则三五年, 多则十年。 这么说来李登王妃 是真的不介意花大价钱 去请卖龙雇佣团了。 蒋少旭说道, 这样也好, 他们找他们的天狠雪莲, 我们找我们的图腾。 赵满言说道, 什么图腾? 男爵眼睛忽然间亮起来, 质问道。 赵满言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满脸的尴尬。 我们是来找图腾的。 蒋少旭觉得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就直接道来。 天山圣虎? 男爵问道, 你知道天山圣虎图腾? 蒋少旭也一脸吃惊的样子。 你忘了,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古仪, 其中最神秘的古仪 就是我们古老图腾啊。 男爵道, 第1962章, 天狠圣虎的馈赠。 天山大裂谷的出现 还没有半个月。 这天山脚下 却已经聚集了 无数世界各地的法师 判证前所未有的热闹。 甚至在夜里睡觉的时候 都还有一些冤家路窄的势力 在街道上相互大骂。 选择约驾地点。 灵灵将联系好的情报贩子 手上的信息给买来之后, 便开始进行分析了。 每一次灵灵在执行 一项任务的时候, 都会建立一个数据组。 将所有的信息 如拼图碎片那样放在一起, 然后从这些真真假假 灵灵碎碎的信息之中 来寻找出比较真实的线索。 并非每一个花大价钱 购买来的信息 都是真实准确的。 而且, 信息也会存在误差。 所以, 这就需要更多的准确度高的情报 来烘托出那些最为可靠的线索。 关于斯石英, 灵灵得到的信息 确实不是很多, 若不是有阿沙蕊亚的帮忙。 进入天山之中 也如大海捞针。 图腾的信息和传说非常多, 很多法师并不知道图腾的存在, 可关于雪虎。 白虎、 天恒圣虎 传说不少。 国内拥有不少非常强大的妖魔种族, 其中, 魔虎一族是站在最顶尖的。 比较著名的便是大圣城魔虎、 天山魔虎、 昆仑魔虎这三大族系。 天山魔虎和昆仑魔虎的实力都比较强, 天山魔虎以冰雪为息。 多数遍体通白, 血色微舞的毛发在白血挨挨之中显威严尊傲。 天山魔虎一族中, 天恒圣虎为王。 但可惜的是, 天恒圣虎一直都是天山中最为罕见, 也最为稀少的存在。 别说见过真面目了, 能发现其足迹都是一种奢望。 传言, 天恒圣虎对人类友善, 他会在每年秋季的末尾在天山之痕中行走。 遇见的第一个人将会得到天恒圣虎的馈赠。 就有人因为天恒圣虎的馈赠, 而彻底蜕变。 灵灵开口说道, 对人类友善, 说明天恒圣虎有可能就是古老图腾。 莫凡说道, 嗯, 对人类友善, 同时实力又强大至尊的妖魔并不多。 这天恒圣虎多半与图腾有很大的关系, 并且是圣受图腾。 蒋少旭说道, 灵灵, 你说的那个天恒圣虎馈赠的事情, 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在神都的小酒馆里, 也听过一些人说过这件事, 总感觉有些扯淡。 赵满言说道, 这件事还确实是真的。 男爵开口道, 你又怎么知道, 既然没有人见过天恒圣虎, 凭什么说天恒圣虎会那样做? 人家天恒圣虎又不是新手村的奇遇, NPC, 见面点击就送好礼。 赵满言说道, 因为有人获得过这个馈赠, 还是一个我们都熟知的人。 他现在所获得的成就与地位, 与天恒圣虎有很大的关系。 男爵说道, 谁啊? 蒋少旭问道, 大一掌邵正。 男爵开口道, 坐在桌前的众人一个个都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尤其是莫凡。 眼睛更瞪得极大。 邵正? 不会吧? 大一掌邵正就是得到天恒圣虎馈赠的人。 怎么没有听他说过啊? 话说起来, 我在读邵正个人传记的时候, 里面确实有笔者描述他曾经在天山待了有三年的时间。 原本二十五岁前还并未凸显出多金石之才。 从天山下来之后, 此人就一路高歌猛进。 最后更直接坐上了我们国内法师最高的几个位置上。 江玉说道, 邵正大一掌在年轻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过天山待给他的蜕变。 也因为当时年轻透露出了天恒圣虎, 近二十多年来。 正是因为邵正大一掌的亲身经历, 让无数人坚信天恒圣虎的存在和天恒圣虎的馈赠。 男爵说道, 难怪邵正会让我们尽全力寻找图腾, 原来他自己就受到过图腾的恩赐。 莫凡恍然大悟道, 因为近二十年来, 太多人因为这个传说前往天山, 也有很多人因此丧生。 大一掌邵正在近十年来都没有再提起过天山之痕的事情了。 男爵说道, 原来如此, 现在好像就是秋季末尾啊, 天山马上要进入最寒冷的季节了。 莫凡说道, 也是天恒圣虎沉睡前六弯的时间, 难怪世界各地的最顶尖私立法师组织蜂拥而来。 赵满言点了点头, 你们赵家聘请的列歌列人团, 好像就是冲着天恒圣虎来的。 关于说道, 不好好眷钱, 怎么足以打到这种事情上了? 赵满言摇了摇头, 一副不想听自己赵家状况的样子。 关于自然知道赵满言对外宣称是一个死人, 能够猜到他与自己家里产生了很大的变故, 于是也没有提及了。 关于过去是与祖吉明, 南容尼, 穆婷颖混在一起的。 后来貌似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关于与他们也没法相处了。 由于都经常在帝都, 关于渐渐地和疆域, 爱江图, 男爵三个走得比较近了。 这家伙也算是弃暗投明, 倒不是很用担心这家伙会将图腾和赵满言没死的的事情泄露出去。 既然邵政的亲身经历, 那么天恒圣虎传说真实度就更高了。 何况馈赠这东西莫凡自己也体验过的, 誓言术的果实便是一种馈赠, 类似于神隐礼赞的效果。 讲道理, 这种东西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宝物都让修炼者心动吧。 莫凡强大绝伦的雷系若没有身隐礼赞的绝妙效果, 也不可能达到月季挑战的状况。 说起来, 誓言果实莫凡一直都还没有使用, 本来是留给心下的。 既然除了自己之外的人都用不了, 是时候找个时间好好品尝一下了。 张小厚, 蒋绍旭, 白红飞, 赵满言好像都得到了不少好处。 也不知道自己这边能获得什么特殊的祝福。 你们刚才说要找斯石英, 这么古老和这么带有黑暗邪性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会感兴趣? 男爵开口问道, 你知道斯石英, 莫凡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斯石英这种东西, 一万个人里面都不见得有人听说过。 更别说是了解他的属性, 男爵一语就切中了重点。 男爵笑了笑, 解释道, 斯石英是黑暗王的最爱。 就像巨龙喜欢那些金光闪闪的珠宝, 金币, 玛瑙一样。 你们要找斯石英的话, 也算来对了地方。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斯石英的地方, 也就只有天山之上, 那拥有百万年历史的不化冰川了。 第1963章, 骑士和骚动。 踏破铁鞋无秘处啊, 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 去找寻线索。 知情人, 到头来, 你男爵就知道。 莫凡一拍脑门道。 玲玲, 蒋少旭一脸鄙夷的看着莫凡。 莫凡什么时候花时间去找斯石英的信息了? 我想, 整个国内应该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斯石英。 告诉你们, 来天山之痕寻找的人, 也算得上行家。 男爵说道, 你有办法帮我们找到吗?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狗命。 赵满言说道, 不好说, 试一试吧。 在过去数千年里, 有很多法师将斯石英作与黑暗王交易的筹码, 获得了黑暗之力。 到如今, 斯石英确实太稀少了, 他的成型本就需要经过数十万年。 上百万年的演变, 如今能够保留个十万年, 地貌不变的都少了。 吉南之地或许会有, 再就是这里。 男爵说道, 吉南之地, 赵满言嘴角抽动了起来。 要是天山没有, 他们岂不是得前往吉南之地? 真不如直接去掐死木白, 让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吉南之地, 那就是天山中的天山? 以后, 你们要寻找一些古老的东西, 可以先问问我的。 你们花了多少钱买四十英的信息? 男爵说道, 莫凡将目光转向玲玲。 玲玲还是莫凡的财政大臣, 卡在他的手上。 不久前, 莫凡刚囤了点小钱。 少说十个亿吧。 一两亿吧。 玲玲轻描淡写地说道, 筐! 莫凡险些从椅子上摔下去。 一两亿都能够在大城市最奢华的地方买套海景别墅了。 结果花在了那些准确度不是很高的情报上。 情报这东西, 有上亿价格的吗? 我买了大概一百多条, 平均价格都在百万左右, 里面多数是其他结晶。 矿物质的情报, 如果去找的话, 倒能够赚回一些, 但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把这些信息转手卖了, 没赚多少钱, 这里的人对矿物质都不感兴趣。 眼里只有天山之痕的稀有物品。 玲玲说道, 玲玲, 你别把钱看成是数字啊, 哥哥我穷孩子出身。 买两瓶水多花了几十块钱, 我都很心疼的, 莫凡哭笑不得道。 没关系, 这些信息有意外收获, 到时候我再和你们说。 玲玲说道, 你还没有付钱呢, 就别买了。 我可以保证, 那些卖你信息的人十有八九是假的。 他们其实不是很分得清楚, 真正的私食音和另外一种暗魂食音。 男爵说道, 嗯, 你说的没错, 情报里面确实有一小半是关于暗魂食音的。 玲玲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对男爵刮目相看了, 会知道私食音和暗魂食音的差别。 就说明, 男爵是真得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玲玲自己也是亏损了很多钱, 才摸清楚暗魂食音和私食音有区别。 玲玲, 你花的这些钱是包括图腾的, 还是单单私食音的? 莫凡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 急切地问道, 当然只是私食音的, 寻找的东西越昂贵, 情报就越昂贵。 玲玲回答道, 莫凡开始后悔, 自己不应该太专心地在帕特农神庙和心下鬼混。 以至于自己的金库被捅了个窟窿都不知道。 还想买点好模具, 眼下又只能够继续吃, 身裸, 提闯天下了。 玲玲对此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这次获得的情报, 哪怕没有找到私食音或者图腾。 沿途靠着那些百万级情报, 而收获也绝对可以把亏损的钱给赚回来。 第二天, 爱江图便将他们六人引入到了佣兵团的第九番队里。 为了确保玲玲和没有到达超阶级别的蒋少旭的安全, 莫凡特意把阿帕斯呼唤出来。 阿帕斯有很长时间都在自我修行, 不像以前那么贪念人间去世。 本来他很不情愿出来给玲玲做保姆的, 可听闻是前往神秘的天山。 他那双妖美的眸子里就闪烁起了光芒。 这地方, 他很感兴趣。 六人入队, 佣兵团副团长是一名印度血统的女子, 她皮肤有黑, 鼻子颇大。 浑身散发着一股子运动气息, 也透着如母豹一样的野性。 再看到莫凡, 赵满颜等人身旁携带着的多数为女子。 其中, 玲玲和阿帕斯两个年纪还这么右手, 脸上露出了几分不悦之色。 那个, 他们拥有很多情报, 放心, 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危。 爱江图只能够硬着头皮, 给副团长库马说道, 我不担心他们安危, 倒是担心他们的身杰。 我手底下的那些雇佣兵, 服从命令, 归服从命令。 却一样是一头头随时会失去理智的野兽, 天山之上。 毕竟是一个无法律的荒芜事件, 库马作为一个女人, 对这种状况直言不讳, 并且摆明了若是这种事情发生, 她都不会干涉。 还是好好提醒一下你们的手下, 别来自寻死路。 慕宁雪对库马的态度有些不满, 冷声说道, 副团长库马听到这句话, 一边的眉毛扬了起来。 紧接着, 像一个操汉子一样大笑了起来。 道, 有点意思, 我会温馨提醒的。 卖龙拥兵团里, 确实多数是男人, 偶尔见到一些女法师。 大多也和副团长库马那样, 壮硕程度和彪悍程度, 一点都不逊色于男人。 队伍里, 一身中性装扮的男爵倒还好, 他在外甚至都把自己扮成男装。 慕宁雪, 蒋绍旭, 阿帕斯, 小玲玲, 就完全不一样了。 看上去和都市里走出来的柔弱小姐姐, 没什么分别, 一个比一个碧月羞花。 陈鱼落雁, 多看上几眼, 就要浑身冲血。 那么第九番队, 你就作为队长了, 正好你们人数也不少, 我再派几个人混子。 新人给你们, 凑够十三人。 库马说道, 不能给我们点靠谱的队员吗? 爱江图苦笑道, 那可没办法, 本来你们入队就违反规定了。 打着让你们带混子带新人的旗号, 其他队员才不会有意见。 副团长库马笑道, 好吧, 爱江图无奈道。 果然不出意外, 随着慕宁雪, 蒋绍旭, 阿帕斯, 小林林入队, 整个麦龙拥兵团都有些骚动起来。 吹口哨的吹口哨, 口嗨嘴见的更多, 确实让人不太舒服。 可既然决定了加入拥兵团, 作为临时成员, 他们便没再做打算了。 反正在实力面前, 任何歧视和骚动都会被摁下去。 第1964章, 消化过的尸骨。 天山大猎骨不在这片草原地带, 而是要绕过几座天山下的低海拔山脉, 进入到那片荒漠区域。 麦龙拥兵团算出发得比较迟的。 这一整个团, 一百多号人抵达位于荒漠层的天山大猎骨入口时, 已经有不少法师驻足在那里了, 搭起了一些临时的帐篷, 或者用魔法搭建起一些土屋。 怎么回事, 这些人还在这外面看戏吗? 江玉说道, 大猎骨就是一个新地, 哪怕不进入到天山之痕, 里面一样藏着许多宝藏。 按理说, 法师们知道消息之后, 应该是争分夺秒地进入到里面, 尽可能地将大猎骨中的宝藏给搜刮走。 乃会像现在这样, 一个个反而搭起了帐篷。 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副团长库马对身边的第三番队队长托米说道, 托米一看就是一个老江湖了, 他游走在那些不同的团队之间, 没多久便混熟了。 把情况打听清楚之后, 第三番队队长托米就跑了回来, 对副团长库马说道, 大猎骨里面好像出现了红石流, 将半天前进入到里面的一队猎人团队给直接活埋吞没了。 第三番队队长托米说道, 不过是一点小状况, 至于把这群人都给吓倒了吗? 别忘了, 这里可是天山。 勇者之地。 团务长说道, 没那么简单, 红石流好像是不定时发生的, 毁灭力相当强。 尤其是, 我们如果身处在大猎骨之中, 再忽然间遇到奔来的红石流。 逃无可逃不说, 更挡无可挡。 托米认真地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 筑器防御之墙还挡不住? 库马问道, 挡不住, 天山大猎骨本身就是一条从最高海拔逐渐往下沉的地势。 尤其是在猎骨坡道极长的地方, 红石流经过不断地翻滚, 带入更多的泥沙。 岩石的同时变得湍急, 勇猛, 除非在一些地势平缓的地方。 他们自行平静下来, 不然就是等着被砸碎活埋。 托米说道, 有规律吗? 这种红石流? 库马说道,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 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抵达平缓峡谷就安全了。 莫凡走了过来, 对副团长库马说道, 库马、 托米、 团务长以及其他几个队长都转过头来。 其中桀骜无比的团务长率先开口了, 哼出一声道, 你又是哪来的菜鸟? 这里轮到你来说话了吗? 库马摆了摆手, 阻止了团务长盖文。 你对这种怪现象有了解? 副团长库马问道, 红石流是由于双层不断有双血融化, 大裂谷一些地段就变成了一条湍积而下的大河谷。 河谷里的激流冲刷到了这里的荒漠层, 将泥土、沙粒、岩石一同卷入, 就变成了可怕的红石流, 所以趁着这些天温度还算比较低。 光线也不够充足, 尽快赶路。 再过一阵子, 太阳大晒, 气温回升。 很快就会迎来新的一场红石流了。 莫凡说道, 是这样吗? 副团长库马询问起队长托米。 确实有那么几个老猎人提过这个可能, 只是大家各有说法。 托米说道, 那就出发, 既然都是我们拥兵团的成员, 当然应该选择相信。 小子, 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啊。 副团长库马笑了笑道, 莫凡自然没有做功课, 这些是零零花钱买来的信息。 要不是还需要这些雍兵团的人给自己开辟道路。 莫凡还真不舍得就这样把花钱买来的信息给抛出去。 卖龙雍兵团的人开始前进, 人这种生物就是特别喜欢跟风。 随着卖龙雍兵团这样强势踏入, 那些犹豫不决的法师团体们也跟随在后面了。 大猎谷不是只有一条长长的戎道, 进入道里面之后, 大猎谷里面就会出现无数的分叉。 究竟哪一条是继续通往更高海拔层的路, 谁都说不好。 毕竟这条大猎谷实在太长了, 身处在其中一条谷道之中。 根本无法判断其地势是平缓还是上升。 何况并非上升的谷道就一定畅通无阻。 有可能走了个几公里, 最后是一条死路。 大猎谷里面可以称之为迷宫, 有蜿蜒, 有分叉, 也有相互通达, 更有迂回之道。 有的时候再走回头路都不知道。 阳光很难照射进来, 猎谷有些地段非常深, 非常狭窄。 抬起头来, 看到的都是那些灵循弯曲的岩石, 不见天日。 需要举着火把燃起光耀, 才可以继续前行, 但有些地方又豁然开朗。 宛如踏入到了一个平谷之中, 光线充足, 地势平缓。 若不是远处, 依旧能够看到拔地而起的裂痕之壁。 真得和走在一个寻常荒漠中没有什么区别。 该死, 这鬼地方到底要怎么走? 团务长盖文显得极不耐烦地说道, 应该是那个方向。 应该? 我可不想再绕回到刚才走过的那条满是蜘蛛粪便的洞穴了。 盖文骂道, 不久前, 他们穿过了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条继续通往大猎谷深处的路了。 从最早发现了大猎谷的人那里也流传出过蜘蛛洞穴的信息, 整体走对了。 偏偏接下去的路非常奇怪, 他们无论往那一条古路走, 都会返回到蜘蛛洞穴来。 可以去问问那个华国人, 他不是做了很多功课。 托米这个时候想起了莫凡。 先原地扎营休息吧, 我去问问。 库马说道, 库马让团队原地休息, 自己走向了第九番队那里。 接下去怎么走? 你们知道吗? 库马直接询问道。 莫凡发现库马在看着自己, 于是将目光转到了玲玲那边。 怎么走? 她哪里知道? 顺着红石流会来的方向走。 玲玲说道, 库马一开始以为这个小丫头在开玩笑, 可刚要开口时忽然意识到什么? 脸上露出了恍恶的笑容。 对啊, 红石流是从高层的双体融化而来。 它们必定是顺着一条通畅的道路抵达了这里。 真聪明。 劝你最好别在这里扎营。 玲玲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与其说洞穴里堆满了粪便, 不如说是堆满了被消化过了的尸骨。 玲玲道。 第1965章, 荒漠十股猪。 小丫头, 我的人已经检查过这附近了, 并没有任何妖魔活动的痕迹。 那些留下粪便的蜘蛛已经离开了。 库马说道, 说明你的人不怎么样? 你们检查过上面吗? 玲玲问道。 上面。 库马愣了一下。 被玲玲这么一提醒, 库马立刻走到了一处 跋升到高处的裂骨之壁上, 并用手掌奔在石壁上面。 库马很专注, 过了大概有几分钟时间, 他神情有了变化, 在看玲玲的时候, 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不可思议。 只不过, 他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 而是快步走到了全体扎营的人员位置。 高声道, 准备应战。 应战? 附近并没有妖魔, 托迷满脸疑惑地环顾着四周。 是啊, 我特意检查过。 擦亮你们的狗眼盯着石壁上面, 库马脾气火爆地骂道。 这个时候, 雇佣兵的众人才仔仔细细地去检查石壁上端。 裂骨很深很深, 他们这里并没有多少光线, 上端石壁更是带着明显的弯曲。 凹凸, 让人很难看得清楚更高处的状况。 在我这里, 在上面, 我的天啊, 是荒漠石骨珠。 一名佣兵大叫了起来。 这名佣兵站在石壁位置, 他特意把脑袋探歪一些。 这才看到, 稍微宽敞的头顶裂缝两边, 爬满了好几十头荒漠石骨珠。 他们一个个都拥有肥硕无比的毒线。 尖小的头颅像极了恶腹猙獰阴狠时的样子。 细长柔软的爪子能够完全贴在垂直的石壁上, 并且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都不会发出一丝丝的脚步声。 大部分魔法师都是以地波来感应地面上的生物。 尤其是有妖魔在移动的时候, 地波可以很好地捕捉到踏地声, 数量越多, 踏地声就越强烈。 所以, 有经验的土系老猎人是不会让自己陷入到被妖魔群体包围的境地的。 妖魔群体活动, 踏土声更明显。 然而, 这些荒漠石骨珠, 它们一丝丝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安静地靠近。 安静地窥视, 安静地让人毛骨悚然。 最重要的是, 它们数量还非常庞大。 这么一大群妖魔抵达这么近的距离, 它们才察觉, 要是再晚一些。 很可能连防御都来不及布置, 就被它们全部给扑倒了。 这里还有, 另一个佣兵也叫道。 副团长, 我们这里很多, 上百只。 慌什么, 有多少杀多少, 这些杂种, 还以为我们是来给它们送粮食。 我们倒要让它们知道知道, 脉龙拥兵团的厉害。 副团长库马, 声音嘹亮无比。 拥兵团确实训练有素, 不久前还在随意地扎营, 现在已经整理好了阵型。 一群岩系的法师和光系的法师, 站在了外围。 毁灭法师, 站在了他们的保护圈内, 一些身法灵活。 动作敏捷的法师, 在更外围吸引着其他方位上的妖魔注意力。 也有几个实力较为强大的, 便自由发挥。 靠, 这些家伙, 怎么没把我们保护进去? 赵满言破口大骂道。 延细, 光系保护眷龙入了其他九个番队成员。 他们第九番队, 却好像被挤出到了外围, 那些荒漠石骨珠是有脑子的。 他们看到这群人落单, 当然会优先攻击他们。 是我们自己迟钝了, 排阵时, 我们就应该立刻往中心靠。 现在为了保持阵型不混乱, 我们只能够找个地方先缩着, 自求多福。 番队里一个新人佣兵说道, 第九番队里还有另外四个人, 其中两个是新佣兵。 另外两个, 一个是高原反应的病号, 一个是混子。 看得出来, 和其他井然有序的番队比起来, 他们这一队人确实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到那里去, 视野开阔一些。 爱江图指了指一处比较宽阔的大龙石说道, 到那里去, 岂不是等着被这些蜘蛛包围吗?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头顶上有石壁, 有安全感。 新人佣兵说道, 其他人都听爱江图的, 迅速往那块附近比较开阔。 上方空间很大的大龙岩石跑去, 那名新兵留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新兵下意识地抬了下头, 猛地发现, 头上石壁一条缝隙中, 钻出了四个爪子。 才几秒钟时间, 更多的爪子从里面伸了出来。 一头头荒漠石骨珠生生地 从那些霞缝里挤了出来。 新兵吓得魂飞魄散, 撒腿就往莫凡等人那里跑去。 荒漠石骨珠是群居生物, 猎食也是群体出动。 它们白天会埋在荒漠沙土下面, 等一些猎物自投罗网。 到了夜里, 就会钻回到裂缝, 洞穴里。 玲玲对大家说道, 能不能百科典有价值的东西啊? 比如说, 它们怕什么元素? 它们大致实力显。 莫凡说道, 大裂谷地形是相当复杂的, 尤其是头顶上的石壁, 裂缝, 道岩, 垂坡。 那些荒漠石骨珠 可以完美地在上面攀爬, 基本上没见到有爬到地面上的。 这意味着, 这些荒漠石骨珠的攻击方式是从上往下。 在施展出强大的毁灭魔法前, 必须先考虑到不会将头顶上的掩体给轰塌, 免得将自己埋在裂谷下面。 更多的荒漠石骨珠现身, 它们都不触地地, 全部爬在, 倒挂在上方。 这让所有人不得不抬起头来。 放! 库马一声令下, 拥兵团的法师们主动施展出了第一轮的攻击。 嘶嘶嘶。 荒漠石骨珠反应非常地化, 它们刚才还一副紧逼猎物的样子。 在魔法飞向它们的时候, 竟然集体缩回到了那些可以让它们藏身的石缝里面。 动作快整齐。 一番魔法扫荡, 结果并没有杀死几头荒漠石骨珠。 这些荒漠石骨珠显得非常有耐心, 就始终掉在大家的上方。 翠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拥兵团的人。 它们很狡猾。 继续, 听我命令, 攻击! 库马再一次说道。 拥兵团的阵型也是有错开的, 并非是第一轮魔法释放了就马上没有衔接。 它们的魔法火力本就是错成两个梯队。 第一轮攻击后可以马上接上第二轮。 显然, 拥兵团也是很有战斗经验。 第1966章, 保护色魔珠。 第二轮的火力更猛, 魔法轰在那些石壁上, 震得着整个峡谷道都颤了起来。 许多大块大块的岩石砸落了下来, 也附带将几只荒漠石骨珠带到了地面上。 只可惜, 顺着那些滚落, 砸落的岩石到地面上的荒漠石骨珠并不多。 那些自由行动者看到坠落的荒漠石骨珠后, 迅速地将它们给击杀。 这些家伙的嗅觉好像很敏锐。 团务长盖文说道, 哼, 一点小伎俩。 副团长库马不屑地说道, 静静地等待了一会, 但那些落实完全沉淀, 荒漠石骨珠们仍旧非常谨慎。 这和许多群居妖魔确实有一些不同, 大部分群居妖魔一旦见到人类。 基本上就会野性十足地扑上来。 那争先恐后的架势往往很容易被训练有素的魔法师方队给来个一网打尽。 这些荒漠石骨珠却截然不同, 它们明明盘踞在峡谷上方, 数量也非常多。 却没有几头荒漠石骨珠会冲动地跳下来扑人。 并且, 利用峡谷的上方地形更是连续躲开了拥兵团两次魔法进攻。 这份耐心非常少见, 也不知道它们是对它们这群人有所忌惮。 还是在等待着什么? 放! 又一轮攻击, 不同的元素魔法轻飞上了高处, 不断地击断那些岩石。 也有不少荒漠石骨珠因为躲避在过于脆弱的岩层后面而直接被击落。 相比于所有荒漠石骨珠的数量来说, 是显得有些少了。 它们难不成要这样跟我们一直耗下去? 第三番队队长托米不耐烦地说道,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有人提议道, 库马也觉得这些荒漠石骨珠有些不大对劲。 于是让队员们开始往较为宽阔的道路上挪。 一挪动, 荒漠石骨珠就有行动了, 它们发出相当细微的爬动声音。 整个拥兵团一挪, 它们也跟随着转移阵地。 这些东西始终攀爬悬挂在大家的头顶, 窥视者, 俯视者, 又伺机而动。 确实给人一种极其烦躁的压力感。 没有人喜欢这种被成百上千的蜘蛛给盯着的感觉。 而且, 你不得不一直地抬头观察。 时刻注意, 附近的岩石壁上是不是竟趴着一只。 在它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就扑上来。 网阔霞挪, 到了哪里, 这些东西就只能够攀爬在我们两边的石壁上了。 到时候, 它们要再敢跟着, 就将它们一网打尽。 团务长盖文说道, 拥兵团继续前行, 大概有五六百米的距离处, 就是阔辖。 那是一条比较直接的大裂缝, 宽度有三百米左右, 头顶上是天空, 两边是岩石悬崖。 荒漠石骨珠就无法躲入到那些灵循怪异的岩石缝隙里面了。 大概又前行了一百米, 卖龙拥兵团的人开始心惊了起来。 身后的那些荒漠石骨珠没有再跟随了。 但是它们前行的两边以及头顶上的岩体, 全部都爬满了这些荒漠石骨珠。 这让原本最为纯粹褐色的岩壁看上出现了可怕猙獰的纹理。 还有那一双双让人不寒而立, 如群星一样闪烁的眼睛。 怎么会这么多啊? 队长托米心惊道。 其他佣兵成员开始心慌了起来。 这些荒漠石骨珠的数量比它们想象中得要多, 更让人不安的是, 它们仍旧禁守着, 没有主动攻击。 为什么我有一种我们在自投罗网的感觉? 关于说道, 它们到底想干嘛, 是觉得我们这群人比较厉害, 打算放过我们。 等待后面那些更弱小的猎物吗? 赵满岩说道, 如果没打算捕食我们, 它们就不会现身了, 我们之前就没有察觉到它们。 玲玲说道, 这样好崩溃啊, 我最讨厌这些有绒毛脚的东西了。 江玉说道, 它全身一直都在冒鸡皮疙瘩, 莫凡开始涌动自己的暗脉, 将暗脉之锡渗透到附近。 包括那些被岩石遮蔽住的死角, 好确保不会有级别更高的生物。 这些荒漠石骨猪莫凡倒不是很害怕。 它担心的是, 里面存在着高级别的物种, 一旦突然偷袭, 傭兵团必定要捡员。 啊! 一声惨叫, 回荡在了每个人的耳边。 这种有些幽闭的地形, 本身就给人极大的心理阴影。 现在这样来来回回在峡谷, 岩凤中传递的尖锐叫声, 就更让人毛骨悚然了。 偏偏视线还很狭窄, 道路又蜿蜒。 走在后面的人, 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往后退, 所有人往后退, 退回到刚才扎营的地方。 副团长库马聊天, 有点漂亮的声音响起。 傭兵团后退的速度很快, 众人快速地返回到了 之前扎营的平地。 但是明明所有人都回到了原地, 惨叫声还从之前的地方传来。 可见是有人被团队直接放弃了, 他正在被包围, 正在被活体啃视。 死了几个? 赵满言问道。 我听应该是三个。 男爵说道。 不会吧, 这就死了三, 我们才进多少米深的地方啊? 天山的生物本就是妖魔物种之中, 最为凶狠毒辣, 杀鸡四伏。 让任何一个佣兵团进来都不能保证全员安然无恙。 可是, 那也死人死得太早了一点,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明明那些蜘蛛没有动啊。 我去问问, 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走到了队伍的前面, 发现库马, 盖文, 托米以及其他几个番队的队长都在, 他们正一脸愁容。 你确定你看到了? 库马认真地质问一名佣兵? 是的, 我确实看到了, 就在地上。 我看到会蠕动的石层, 呈现出了大蜘蛛的轮廓。 紧接着, 那三个前探就回不来了。 那名佣兵满脸苍白地说道, 这些到底是什么鬼蜘蛛? 为什么还拥有保护色能力? 这种能力, 不是只有一些统领级以上的妖魔才会有的吗? 团务长盖文愤怒地骂道, 我们太低估天山的生物了。 爱江图听了他们的谈话, 脸色也沉了下来。 保护色? 也就是说, 这些荒漠石骨珠可以依附在岩石上。 身体皮肤完全与岩石色相同, 只要他们近伏在那里不动, 并且闭上眼睛。 人从他们身边走过都察觉不到。 那三名探路的, 就是那样死去的。 第1967章, 等待活埋。 退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可每个人心情都无法平复下来。 要知道他们附近可全部都是岩体啊, 再加上光线又不充足。 假如他们真的具备着岩层保护色, 那只要有岩石、 土地的地方, 都可能趴着一只荒漠石骨珠。 这让拥兵团的成员们, 一时间浑身汗毛利器。 之前他们还只是需要仰着头, 观察头顶上这一片区域。 防止荒漠石骨珠直接扑下来, 现在他们需要不停地观察四面八方。 任何一个眼睛看不到的死角, 都有可能趴着一头荒漠石骨珠。 荒漠石骨珠在一些其他沙漠、 戈壁、荒野都有气息。 可从没有听说, 它们具备着保护色这样的能力。 天山的荒漠石骨珠, 完全不知道, 是因为在恶劣的环境中自我进化了。 还是某个古老的血统, 实在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草木皆兵, 四面埋伏, 整个匣缝变得安静了起来。 荒漠石骨珠没有任何的叫声, 更听不到它们挪动的步伐。 反而是拥兵团所有人重重的呼吸声, 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男爵, 你也听不到它们的分布吗? 关于问道。 男爵摇了摇头, 这些荒漠石骨珠的步伐太轻太轻了。 移动时发出的声响, 都未必有苍蝇轻拍一下翅膀的声音来得大。 我们人之所以可以听见苍蝇嗡嗡响声。 那是因为它高频率的摆动。 荒漠石骨珠相当狡猾, 它们爪子移动起来都是慢慢的, 无比谨慎的。 男爵的音隙听感起不到太好的作用, 除非那头荒漠石骨珠主动发起攻击。 或者它耐不住, 开始快速攀爬。 我的黑暗入侵也没有什么效果, 这些东西纹丝不动。 莫凡也无奈地说道。 实在不行, 我们就这样跟它们耗着呗。 它们不动, 我们也不动。 赵满言说道。 大家不敢轻易, 再走那些没有仔细检查的地方。 天知道, 身旁或者脚下, 是不是就有一只。 幸好这些荒漠石骨珠不是完全的隐形, 它们一动起来, 还是能够看到石壁。 岩石上有一些怪异的蠕动纹理的。 麦龙拥兵团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荒漠石骨珠们仍旧不进攻。 偶尔能杀上几只不太小心的, 可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咚咚咚咚咚咚。 远处, 奇怪的震动声音传了过来, 听感强大的男爵尽力在原地。 专注地聆听着。 在远处, 男爵喃喃自语。 聆听了几分钟, 男爵再一次开口了。 他眉头一皱道, 是受潮吗? 你在说什么呢? 莫凡不解地问道。 很磅礴的东西, 正在从远处过来。 男爵说道。 有多远? 莫凡问道。 七八公里外吧。 男爵说道。 唉, 七八公里外, 那关我们什么事啊? 没准是哪个猎人团 惹上了一群大荒兽。 正在被追屁股呢。 赵满言说道。 又不太像, 男爵摇了摇头。 男爵总觉得不安, 依旧继续听着。 大概过了有十分钟, 男爵的脸色开始难看了起来。 我想我知道, 这些荒漠石骨猪在等待什么了。 男爵说道。 难道他们还有别的同伴? 爱疆图, 你得立刻告诉副团长。 半个小时内, 我们必须寻找到一条的逆反长坡。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红石流给掩埋。 这些荒漠石骨猪想等到我们被活埋了之后, 再将我们从石沙堆里挖出来吃掉。 男爵说道。 这条天山大裂谷是通向更高海拔区域的, 红石流如鸡流那样冲下来。 基本上可以灌满绝大多数霞缝, 裂谷, 陡坡, 沿涌道。 而一些没有厚实山体依仗的洞穴, 石窟, 很大概率的会被直接冲得崩塌。 催垮。 因此, 唯有找到与红石流灌下方向逆反的长坡, 高坡才能够稍微减缓一下红石流的这种可怕毁灭。 荒漠石谷珠是这里的栖息者, 他们一定对红石流的规律非常熟悉。 他们没有扑下来与佣兵团的人厮杀。 正是因为他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让他们全军覆没。 那就是好好的将他们看守在红石流必经之道上。 红石流卷过, 他们可以躲避, 这些人类却做不到。 什么? 红石流半小时左右会冲到这里。 该死, 该死, 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荒漠石谷珠应该用这个方法杀死了不少猎物了。 不然如此贫瘠的地方为什么会繁殖出这么多来? 副团长库马现在更是眉毛拧在了一起, 逆反长坡他们倒是有留意, 大概在原路返回的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可现在他们连前行个四五百米都做不到, 怎么退回这一公里啊? 这一公里的路途上趴着多少早已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荒漠石谷珠? 没别的办法了, 赶紧退到逆反长坡。 第九番队, 去前面开路, 其他所有番队立刻跟上。 副团长库马命令道, 是, 是, 赵满颜一听到这个命令, 马上就炸毛了。 卧槽, 凭什么让我们去做探照灯啊? 谁不知道, 这附近全是荒漠石谷珠。 赵满颜大骂道, 我在前面, 你们跟上。 爱江图说道, 你小心啊, 这些荒漠石谷珠可能离你只有机米, 甚至更近的距离。 连魔法都来不及释放。 男爵说道, 没事, 我反应足够快, 爱江图相当自信地说道, 我在他身后, 帮他处理吊势线死角的目标。 慕宁雪说道, 爱江图和慕宁雪开路, 其他人迅速地跟上了两人。 第九番队一出发, 卖龙拥兵团的人果然也全部跟了上来。 大家都保持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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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 就在他们这群人要逃离这里的时候, 那些一直躲藏在岩上面的荒漠石谷珠, 却动了。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试探 明显是知道这群人要逃跑 于是这些蜘蛛如黑色雨一样 从上方的悬崖石壁裂缝之中落下来 疯狂地扑咬着正逃离这里的佣兵团成员 我来对付他们 你们继续前进 莫凡料到他们绝不会在上面继续观望的 空气见识早早就盘绕在了自己周围 荒漠石骨珠从两边和头顶弹射 俯冲 扑击 莫凡的空气见识便准确地贯穿过去 第1968章 凶猪八面埋伏 后退的路还真潜伏着不少保护色荒漠石骨珠 爱疆图急速地奔跑的过程中 两边的石壁马上就有东西在蠕动 不仔细看的话 还以为只是岩石上出现了一层泥水 可下一秒 他们就会将那携带着可怕剧毒的蜘蛛前找 狠狠地扑抓向奔跑中的法师 从人的双肩位置直接戳下去 爱疆图眼光八方 有三只变色荒漠石骨珠离他非常近 他的意念凝聚成披斩下来的空气大剑 在他们刚有行动的瞬间将他们给秒杀 慕凝学紧随在爱疆图身后 他的周围始终都有银色的冰霜银带在缭绕 本身就半悬浮状态急行的他 看上去像一位正在清扫邪魔外道的冰雪仙女 指尖一指 柔韧的冰雪银带会立刻变成坚韧无比 狠狠地击打在那些荒漠石骨珠的身上 直接将他们鞭打得血肉横飞 爱疆图停一会 慕凝学说道 爱疆图正要转入前方的狭窄岩石涌道 听到慕凝学的声音便马上止住了步伐 月冰闪 慕凝学站在岩石涌道口 他抬起了右臂 承手刀姿势 纤细修长的手指上迅速地凝结出了月白色精英的冰霜 从指尖一直到了他的右臂臂弯位置 看上去就像是幻化出了一柄月华刺 月华双冰被慕凝雪挥出 可以看到一轮直径为十米左右的冰霜月牙 朝着昏暗的岩石涌道中飞去 月霜华光让涌道稍微有了一些冷冷的亮光 随着这一道月冰闪如红颜掠过 从涌道的入口开始 一个又一个潜藏着的身影浮现了出来 咯吱咯咯吱 趴在涌道壁上的荒漠石谷珠 在这月冰闪中无可遁形 他们身体化作了兵体 无疑幸免 艾江图愣在那里 在进入这个岩石涌道前 他就预测到 里面肯定趴着很多荒漠石谷珠 却没有想到 数量比他想象中得 还多上三四倍 要不是慕凝雪这霸道的月冰 直接顺动 刚才那么鲁莽地冲进去 肯定是要出事了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冻住 你小心点 慕凝雪交代了一句 已经很好了 艾江图说道 还是艾江图冲在前面 穿梭过这个涌道的过程 他施展出了空间律动 开始让这个涌道 高频率地颤动起来 空间律动一颤 所过之处 那些被冻结了的荒漠石谷珠 全部震成了冰渣 纷纷掉落在了地上 扑得满地都是 其他人快步跟上了艾江图的步伐 反倒是那两个佣兵新人 跟在众人的后面 看得有些傻眼了 一开始 他们以为这些人跟他们一样 是新人 是混子 哪知道战斗起来 这几个人如此生猛 别的法师杀荒漠石谷珠的时候 都是一只一只杀的 有的时候 还会出现一些失误 需要其他队员的支援救助 他们道好 一出手就是灭一群 爬得到处的荒漠石谷珠 都还没有来得及扑上来 一道魔法灵光闪过 全部变成了尸体 艾江图 你的人很不错啊 已经跟上来了的 副团长库马大赞道 沿途都是尸体 第九番队的战斗力 差点没把佣兵团的人给吓住 让他们开路说白了 就是让他们做炮灰的 结果那些扑向他们的 荒漠石谷珠 却成为了炮灰 安全穿过了岩石涌道 摆在麦龙佣兵团面前的 正是一条狭窄的长缝 这长缝 甚至只可以让两三个人并排走 队伍的活动空间 变得非常狭窄 偏偏长缝两臂非常高 抬头往上一看 就会发现 荒漠石谷珠们 早已经趴在岩石壁上 简直跟趴好队那样 在等着他们这些人的自投螺网 嘶嘶嘶嘶嘶嘶 荒漠石谷珠疯狂地扑下 毛骨悚然的蜘蛛雨落 这已经不是有人开路 就可以顺利通行的问题了 只要进入到这个长缝中的法师 都会遭受到攻击 麦龙佣兵团在这里只能够成长龙阵 可长龙阵的防御能力 确实不怎么样 别只盯着头上 小心两侧的那些实裂 第五番队的队长高声提醒道 长缝上不是完全密封的 上面其实有很多裂痕 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 这些裂缝 其实正好就是组成蜘蛛网纹 遍布了所有有岩石壁的地方 而这些荒漠石谷珠 它们身形较为扁平消瘦 一些看上去最多 只有一亩宽的裂缝 它们都可以自如地穿梭行走 这就导致了 即便没有那些变色荒漠石谷珠 其他荒漠石谷珠 一样可以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 靠近魔法师 惨叫声再一次响起 一片慌乱中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是有人转过头的时候 骇然地发现 有半截身子全部都是血 正在被一群东西 使劲地往那些壁裂中拖拽 人的体型和骨骼 是很难进入到那些缝隙裂痕里的 但那些东西的力气实在太大 就那样生生地将捕捉到的佣兵给挤压 急扁地拖进去 残忍的血迹从缝隙里缓缓地流出 看得人心惊胆寒 快点离开这里 团务长盖文大吼道 活动空间太小了 许多毁灭魔法更是难以施展 更可怕的是 那些荒漠石谷珠 就在离它们积米的岩石壁里面 再厉害的魔法师 也很难守得住这么近距离的攻击 长凤不算特别长 可当卖龙拥兵团的人 从压抑的空间中走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动着 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 前面是一片比较空旷的硬土地了 快走 快走 第九番队 继续冲 继续冲 团务长盖文大声命令道 离开了恐怖的裂纹长凤 卖龙拥兵团面前 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宽古平地 两侧的岩石壁相距最宽的有一百多米 最窄的也有二十米 虽然不规则 却要比刚才那个狭窄压抑的长凤好太多了 你休息下 这次我在最前面 莫凡对艾江图说道 艾江图一路斩杀的荒漠石骨珠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他这样高强度地使用魔法 肯定气息会接不上来 好 你小心 艾江图说道 莫凡双腿未动 利用吐蕃来进行移动 他的脚下 似有一艘在激流 在冲行的脊州 在着莫凡前行 双臂打开 莫凡将雷电还在了臂上 双目极快扫视 一看到有行动的荒漠石骨珠 就立刻一道霹雳几电打过去 第1969章 步步违宪 莫凡的雷系一样是秒杀 而且有暗脉的危险预知的存在 他甚至不需要担心一些盲区偷袭 只要有近距离的荒漠石骨珠 必定被莫凡击杀 都不给对方发动攻击的机会 别掉以轻心 这里可能还更多 莫凡皱起眉头说道 暗脉危险欲知 让莫凡浑身更有一种 极不舒服的感觉 整个硬土瓶骨 绝对没有看上去 那么风平浪静 哼 找死 莫凡目光一闪 马上锁定了一头 就匍匐在自己 五米不到位置的 变色荒漠石骨珠 这变色荒漠石骨珠 相当有耐心 刻意等到莫凡靠到这样距离 才稍微透出了杀意 可惜 面对一个拥有危险预感的黑暗法师 这种偷袭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荒漠石骨珠弹射而来 前爪竟然是直接朝着莫凡面门来 好似要将双爪 从莫凡两个眼珠子里刺进去 莫凡伸出了左手 虚空一抓 意念抓取 直接将这头荒漠石骨珠 给牢牢地遏制在了偷袭半空中 火焰从莫凡的手指之间窜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在那被遏制住的荒漠石骨珠身上 也出现了一大串剧烈燃烧的焚骨魂焰 这头荒漠石骨珠被剧烈地燃烧 不到几秒钟时间 就被烧成了一堆黑色的胶湿 抽搐的爪子倒在了地上 这种变色能力的荒漠石骨珠 应该是更高级的 莫凡对身后的人说道 和那些全身驼色的荒漠石骨珠相比 变色的荒漠石骨珠明显更强 速度上 力量上 防御上 莫凡要杀死这样的变色荒漠石骨珠 需要花点小心思 而不是一个技能 杀一群那么轻松 快走 红石流越来越近了 男爵极度不安地说道 他能够听到 红石流明显是在加速 这表明 在这七八公里的大裂谷距离上 出现了一段地势非常陡的地段 使得红石流变得更加团结 给予它们的时间更少了 荒漠石骨珠却还堵在道路上 没有抵达逆反长坡 大家全部都要埋在石流里 哪怕运气好活了下来 最后还要被荒漠石骨珠 从里面挖出来 一想到这个结果 众人就更是毛骨悚然 莫凡杀法更果断直接 他高级别的中阶魔法 在这种战斗中 优势非常大 不需要因为一头逼近了的 荒漠石骨珠 就开启高阶行作 也不需要因为 魔能与气息衔接不上 勉强使用威力级类的小技能 沿途还算顺畅 他们第九番队 已经快要抵达平谷尽头了 可是身后还是陆续传来惨叫声 更听到了团务长盖文 愤怒嘶吼 你们第九番队是怎么开路的 沿途上还有那么多荒漠石骨珠 盖文骂道 小心脚下 小心脚下 拥兵团的人 在这个地形中 可以稍微散开 奔跑过程中 十字护手 这种前行阵型 可以确保每个人的前后左右 都一定会有一名队友 但是 有些人跑着跑着 忽然间就不见了 十字护手阵 出现了不少空缺 这让拥兵团的人 更加惶惶不安 嗖嗖嗖 嗖嗖嗖 硬土发出奇怪的声音 第九番队 在队伍最后面的男爵 回头望了一眼 猛地发现 地面下伸出了蜘蛛爪子 那些爪子 跟猎人的猎甲一样 藏在了猎物 不能够察觉的地方 只要有人从上面一走过去 蜘蛛爪子就猛地闭合 死死地抓住拥兵的身体 有几个没有来得及 呼唤出楷模具的拥兵 胸骨 腹部都被蜘蛛爪子 给刺了个穿 然后再一转眼的功夫 就被拽到了地底下去 怎么回事 我们明明从那些地方走过去 他们都没有攻击我们 怎么那些傭兵们 一个个遭殃了 赵满岩回头看到不少人被捕食 有些愕然地说道 明明他们在开路 那些傭兵们 也是顺着他们走过的路前行的 那些荒漠石骨猪 却让他们通过了 筛选目标 这些家伙大概是意识到 我们不好惹 于是选择后面那些更弱的佣兵们下手 林林说道 多半是莫凡气场太强了 把那些变色的荒漠石骨猪都宰了不少 江玉说道 莫凡 回来 回来点 蒋少旭急忙将已经冲到很前面的莫凡 给喊了回来 莫凡发现 队伍有些脱节了 正想骂这群佣兵归宿 结果发现 佣兵团的人 正被一只又一只的爪子 给拖拽到地底下 妈的 这下面全是荒漠石骨猪 赵满岩大骂道 怎么感觉掉进了一个蜘蛛洞穴里 正一层一层地 被他们用蜘蛛网给裹住 江玉说道 蜘蛛在森林里捕猎 他们编织的猪网 很多时候很薄很薄 一些体型稍微大一些的昆虫 直接飞过去都能够撞破 但是这不代表 蜘蛛无法困住大昆虫 过于大意的昆虫 飞过蜘蛛网 薄薄的没有去在意 让蛛丝挂在自己身上 等在飞过几个猪网时 他意识到 翅膀被什么给粘住了 飞起来有些吃力 可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彻底 落入到猪网陷阱中了 只要挪动 就会被缠绕更多的蛛丝 直到被蛛丝挂满全身 最终筋疲力尽 丝毫无法动弹地 挂在了某个看似薄薄的 树枝猪网上 现在 他们就像是处在这种 一步一步落入猪网的困境中 并非被真正的蜘蛛丝给缠住 而是正不断地坠入到 他们早已经布置好的陷阱里 越慌不择路 越被危险缠身 莫凡 你刚才是怎么察觉到 那些变色荒漠石骨猪的 能够提醒其他人吗 爱江图问道 很难 只要他们不对我产生敌意 我就找不到他们 莫凡无奈地说道 暗卖危险预感是 现在莫凡获得的 最强大能力之一了 可现在荒漠石骨猪们 已经不选择攻击自己了 他们不攻击自己 不对自己露出敌意 暗卖的危险预感 就不能侦察到他们了 这类似于一个信号 当有人要对莫凡产生威胁时 暗卖就会立刻捕捉到 这种进攻信号 并以心跳加速 毛孔扩张 肌肉收缩 皮肤发冷等身体感觉 来反馈给莫凡 而人家荒漠石骨猪 都不攻击莫凡了 暗卖还怎么反馈 还有一种状况 那就是身边有过于强大危险 有瞬间杀死莫凡能力的物体时 暗卖也会捕捉到 并预警莫凡 可惜 荒漠石骨猪远 没有到暗卖危险报警级别 第1970章 摆脱纠缠 即便知道 脚下全部都是危险无比的 蜘蛛魔爪 卖龙拥兵团的人员 依旧要硬着头皮往前冲 不少拥兵更是刚猛 宁愿将自己的双腿截断了 也不要被这些荒漠石骨猪给拖拽到地底下 这条平骨 一样牺牲了一些人 等到终于全部通过的时候 那条逆反长坡 才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逆反长坡 类似于一条宽阔的悬崖栈道 沿着陡峭微额的悬崖壁 缓缓上升 与下方的裂骨道 直接上下错开 大家纷纷爬上了逆反长坡道 荒漠石骨猪们 好似知道他们的意图 早已经在逆反长坡上铺满了 架向空中的逆反长坡 连背面都倒挂着无数 远远看上去 宛如一串串驼色的猙獰玛瑙 他们是要将我们堵死在坡道下面 队长托迷恼怒道 只能够杀上去了 库马冷哼一声 却是一下子冲到了队伍的前面 甚至到了第九番队前方 这位副团长要亲自领队 在这群葡萄架一样 悬挂着的蜘蛛长坡上 杀出一条血路来 库马是一名植物系法师 他将一枚枚红色的种子 弹射到前面的道路上 就看见红色的种子 触碰到干燥的硬土岩石后 立刻快速地生长 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已经长成了一朵 硕大喇叭石肉花 大喇叭石肉花 像春季更滋润过的草地 一朵接着一朵地展开 大喇叭石肉魔花的根筋会摆动 它们一嗅到了那些 荒漠石骨珠身上的味道 喇叭花上便一下子 长出了无数石肉尖牙 这些尖牙一圈圈 细长无比 随着大喇叭石肉花 一口咬下去 能够将一串的荒漠石骨珠 直接吞咬进去 跟上副团长 跟上副团长 麦龙拥兵团 也没有因为人缘的死亡 而自乱阵脚 前一刻还在大笑聊天的 同伴下一秒 就变成尸体的画面 它们又没有少见 拥兵们求生意识更强 顺着那条被副团长库马 开辟出来的 大喇叭石肉花道路 麦龙拥兵团 涌起了一波士气 一鼓作气的 冲上了挂满荒漠石骨珠的 逆反长坡 要再往高处走 不然还是会被红石流给掩埋 男爵说道 你们去店后 一群没有用的东西 团务长盖文说道 盖文根本就不会理会 实力不实力的问题 他只看结果 在评估的时候 第九番队 就是没有做好开路这个任务 让不少拥兵成员 白白搭上性命 爱江途也是脾气好 这种时候都忍着 也是 现在都在生命关头 没有必要去做无意义的争吵 第九番队 又到了队伍的最末端 这个时候 从不同狭缝 劣币中爬出来更多的荒漠石骨珠 他们试图 将他们这群人全部拖住 不让他们前行 龙龙龙龙龙龙 已经不需要男爵的远听了 现在整个大裂谷 都处在剧烈的颤动下 那山崩地裂般的气势 让麦龙拥兵团的成员 更感觉到压迫感 不知道下一秒 会不会被这可怕的红石流给吞没 麦龙拥兵团的法师们 更加卖力地消灭 荒漠石骨珠 整条逆反长坡上流淌着的蜘蛛血 如大溪流一样 不停地往下冲刷 在最低洼处 形成了一片血泊 死亡的荒漠石骨珠残肢断趋滚落 没多久就堆成了一座小山包 整体实力上 麦龙拥兵团还是强 在与这些荒漠石骨珠正面抗衡上 他们显得极其强势 等级算不上很高的荒漠石骨珠 阻挡不住他们的杀戮步伐 渐渐的拥兵团 已经离最低洼处有七八十米了 碰 碰 站在一个地势较高处 回头看了一眼之前走过的长缝 岩石涌到 平谷地 本以为红石流是会如河水入谷一样 顺着河谷 骨架在走 谁知道 红石流威力远比预想的还夸张 完全就像一头充满了力量的钢铁魔龙 在地表裂缝下 横冲直撞 轻易地就将裂缝摧毁得面目全非 甚至还将裂谷原来的地貌给冲宽了数倍 红石流很近很近了 幸好殿后的第九番队在最后又猛地往前冲了一段距离 不然始终会有人被直接卷入到这场冲垮毁灭当中 声音巨大到已经让所有人接近失聪了 红石流呈现黑褐色 魔龙一样震撼恐怖地冲撞而过 看着脚下的一切被毁灭殆尽 所有人都庆幸他们提前抵达这个安全点 并不顾一切地在荒漠石骨珠不满的情况下 杀出一条血路来 真的好可怕 蒋少旭说道 没有见到红石流的时候 都以为那只不过是很平常不过的自然小灾 可见识到其毁灭力 这才意识到自身有多渺小 哪怕一身强大的修为 一样是无法承受的下这天灾席卷 这些荒漠石骨珠是真得奸诈 发现我们没有被活埋后 竟然马上就退走了 退散的速度比潮水还快 赵满言说道 他们确实懂得趋利避害 在没有把握将我们全部吃下去的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耐心等待下一批猎物 反正猪丝若是被某些强壮的生物给撞破了 他们重新编织就好了 要做的就是耐心 沉得住气 玲玲说道 荒漠石骨珠来得凶猛 退得更出人意料 只是仔细算起来的话 麦龙拥兵团还是损失了大概有十个人左右 在冲上逆反长坡的时候 拥兵团相互作战 训练有素 整齐划一 人员伤亡很小 死亡的主要是在平地陷阱那里 被那些保护色荒漠石骨珠拖到地面下 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 若是没有被红石流这样逼迫 他们倒可以停下来 将那些被困住的人给救出来 做到人还活着 就不会抛弃 可身后还有更恐怖的洪流魔鬼 别无选择 这还是荒漠层 就遇到这么大的阻碍 等到了更高海拔 遇到的险境 和遇到的妖魔 岂不是更难应付了 关于说道 卖龙佣兵团 确实算很有实力了 换作 是一些心理素质差一些的 没准早就被这些荒漠石骨珠 给拖到集体活埋 今天有点忙 只能更一张了 明天应该还有事情 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第1971章 佣兵团的赌风 狡诈至极 更歹毒无比 初次撞见天山上的这种妖魔 却给在场所有人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还以为就凭我们这些人的实力 只要不到冰川积雪层 这些妖魔基本上奈何不了我们 哪知道还是这么惊险 赵满言也有些心有余悸地说道 荒漠石骨珠 确实不能算是级别比较高的妖魔 他们却懂得 利用对大自然来捕猎 如此 即便遇到一群实力 比他们强大很多的敌人 他们一样有机会美参一顿 难怪很多修为高的法师们 都命丧在这里 还只是在这荒漠地带 妖魔捕食手段便这般高明了 卖龙拥兵团的人 轻点了一下伤亡 整理了一下情绪 等待红石流移过 队伍又继续前行出发了 拥兵团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 在执行任务中 死人的事情再习以为常了 他们没有那个心思去悼念死者 更多的是开始自省 开始重新审视天山 如果还只在荒漠层这里 就死了十几个人 那么不等到冰川积雪层 整个队伍就不剩下几个活人了 我当 你去石队那里 要点青伤冰水来 爱疆图对其中一个新人说道 哦 好 我当点了点头 我当有着欧洲人面孔 年龄也就二十多岁出头 他前往了石阪队那里 整个麦龙拥兵团 第十阪队 是管理出行物资的 食物 淡水 药品 仪器 一次性模具 我当刚到第十阪队 就看见三名老兵围在一起 一边抽着大烟 一边在做着什么小交易 我只能说算那小子走运 但我不服 我赌他活不过下一次浴室 第十番队的老兵李宇说道 说着这句话 老兵李宇把书的钱 递给了那个物馆许罗清 许罗清笑着接了钱 道 说实话 我也没有想到 第九番队的那几个人 实力这么强 没他们的话 我当和稀图这两个家伙 肯定是要被那些蜘蛛 给拖下去吃了的 我当就在这几个人身后 听到这些话 气得满脸通红 平常这些老兵各种刁难 将他当作杂役一样 忽来喝去就算了 好不容易可以参加一次正规的任务 他们居然拿自己的命来赌 不 难不成那个叫做李宇的家伙 巴不得自己死 就好为了赢那么点钱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命就这么贱吗 我当马上就爆发了 怒道 几个老兵也很意外 我当就在身后 不过这几个老游子 根本就没把这事情当一回事 许罗清接着笑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非就是玩一玩 玩一玩 我看你们巴不得我死 我当怒道 我当 不要这么小孩子脾气 我小孩子脾气 你们拿我的命赌钱被我发现了 还跟我说 只是玩一玩 我当骂道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哪一个新来的没被我们拿来赌过 本来你这种菜鸟到队伍里来 就是拖累 除了能给我们娱乐娱乐 还有什么用 别再大呼小叫的人 赶紧滚回自己队伍里去 李宇完全没把我当当一回事 不屑地说道 我当听到这句话 更气得浑身发抖 许罗清却是劝道 我当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要清洗伤口的冰水 我当重重地道 来 给你 许罗清道 我会告诉副团长 你必须向我道歉 我当愤怒道 你尽管去 像你这种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还要哭着回去告妈妈的 确实只适合躲在家里 让你妈妈好好疼爱 没有必要到佣兵团里来 对了 许罗清 我刚才赌多少来着 我要加码 三倍 他能活过下一次浴室 我给你们三倍 有人接吗 李宇大喊道 有 有 我们接 三倍 李宇你这家伙玩大的呀 行啊 我接 我当 你可要为我们的赌精争气啊 我能赌他死吗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我当宝宝都生气了 一群老兵就喜欢看热闹起哄 我当被这些老佣兵们嘲讽得无地自容 只能够愤怒无比地拿着清水离开了 佣兵团里老毒鬼特别多 才发生死人事情根本不影响他们的娱乐 就在我当转身份离的时候 他又听到了有人在说赌的事情 对了 之前说的那个 谁能上了那个银发美女 所有人给那个人五倍仇的事情 还算数吧 当然算数 这可比赌卧当的命有意思多了 老兵李宇说道 你们可看到了 那个雷系法师实力很强的 是啊 我也看到了 我觉得应该加点筹码 七倍筹 你们敢不敢 七倍就七倍 哈哈 我要大爽胯下不说 还要发大财了 一个声音道 卧当气得更浑身哆嗦 这群老佣兵简直没有一点道德素质 将清水拿了回来 卧当看了一眼莫凡 犹豫着 要不要将刚才的事情告诉他 仔细想了一会 卧当还是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还是算了 别人赌什么 自己能干涉什么 他们赌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一次 他都没法阻止 清水来了 卧当说道 爱将图接过了清水 看了一眼卧当的神色 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卧当摇了摇头 卧当退到了一边 这个时候 莫凡却朝着他走了过来 大家都看得出来 莫凡是那个银色头发 美女的男友 卧当第一次看到那女子的时候 也被惊艳到了 想来整个佣兵团里 无数人都垂涎 那个生病的人是怎么回事 莫凡询问道 你是说帕克吗 卧当说道 嗯 我看他很痛苦的样子 莫凡说道 一开始 我们以为他是高原反应 于是就想着先带上他 没准在路途上就适应了 可谁想到都这么久了 他还没有康复 卧当说道 没有医生们 你们对我 莫凡问道 有吧 但现在应该都在照顾那些受伤的佣兵了 帕克跟我一样 也是新人 只要不是病死 他们都不会理会的 卧当说道 第1972章 死因不明 你脸色很难看 是被那些荒漠石骨猪给吓到了吗 莫凡询问卧当道 不 不是 卧当摇了摇头回答道 这次是挺危险的 不过没事 你跟我们第九番队混 肯定不会有什么意外 莫凡拍了拍卧当道 哦 哦 但愿吧 卧当回应了一句 又不禁抬起头来 看了眼已经离开的莫凡背影 说实话 刚被拥兵团的那些队员们 这样羞辱 再听到莫凡这句话 心里反而挺感动的 可是卧当又觉得自己 不能把每个人的话都太当真 在这危险的天山里 先不说这个人能不能保全他自己 即便自己出了状况 没准也跟其他老佣兵一样 直接转身就跑了 话说得漂亮 谁都会 红石流这个恶灾 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 他们脉龙佣兵团 可以清楚地知道 继续前行的路线了 红石流是从上一层冲击下来的 所以 顺着红石流的残骸前行 肯定不会错 大概等个半天的时间 红石流就变成了 再平常不过的沙里 沿途 虽然一下子改变了沿途上 荒漠大裂谷的不少地貌 但大裂谷还是大裂谷 不会因为红石流的冲击堵住 也不会因为红石流 而填满消失 我觉得这天山大裂谷的成因 十有八九 与这红石流有关 在过去的很漫长时间里 天山就存在着 这样的地表下激流 天山大裂谷 也早就存在了 只是始终埋藏在地表下 山石 冰川里 而在最近 红石流才冲开了地表 打开了一条通道口 使得我们可以进入 玲玲认真的分析道 是啊 不然这么壮观的天山大裂谷 怎么会说出现就出现 男爵很认同玲玲的推断 山谷 河谷 剑西 都是因为雨水不停地冲刷形成的 这天山大裂谷 想来也是因为无数次的红石流冲刷 最终在大半个月前 在天山山路 冲刷出一条裂谷入口 这才使得法师们可以进入里面 也因此 这大裂谷的最终源头 一定是天山冰川基层 冰川基层上存在着冰清风榻 这是实力再强的法师 都很难抵御的可怕自然力量 宛如天山 拒绝世间一切外来生灵的禁止 而在天山大裂谷内 进入到冰雪基层的话 就可以免受冰清风榻 更重要的是 能够直接进入到 无处寻觅入口的天之痕 难怪无数法师 从世界各地前来天山大裂谷 这就使得很多法师 即便不需要很高的修为 只要路线走对了 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天之痕宝库里 红石流过后 整条荒漠层裂谷 都变得寂静了起来 沿途也可以看到一些 被掩埋在表层的尸体 显然栖息在这里的生物 有的时候也一样无法躲避 这样突如其来的恶哉 这里有一些尸体 负责巡路探路的托米说道 尸体有什么好奇怪的 团务长盖文说道 是人的 哦 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托米看了一眼 副团长库马 接着说道 这些人不是被红石流冲刷死亡的 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 躲避了红石流 可不知道为什么死了 被什么妖魔给杀了呗 盖文不耐烦地说道 没发现什么明显的死亡痕迹 大概是毒物吧 库马回答道 嗯 我也这么想 他们既然死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就说明我们接下去也可能遇到 托米说道 在傭兵眼里 遗体早就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了 哪一个通往宝藏的道路上 没有尸体 很多时候 尸体可以表明周围的状况 该尸体是支离破碎 说明有凶猛的妖魔狂兽 该尸体是全身只剩下白骨 说明可能存在着一群饥荒捕食者 若是安然无恙保存完好 中毒的可能性大 或存在别的什么因素 这些都可以成为后来者的预警信号 队伍从这些遗体上走过 在比较靠后的第九番队 过了一会 才看到遗体 林林明显是老手 马上就戴上手套和一个口罩 凑到了那些遗体的旁边 进行了检查 沃当和其他几个第九番队的成员 看到这只少女罗莉 两眼冒光地跑过去 脸上的表情 别提有多怪异了 林林浑然不在意 遗体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了 这前路茫茫 自然因素 妖魔因素都存在 就算莫凡他们几个 实力极强 一样会遇到修为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一个队伍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保障 大家都安然无恙 所以 信息很重要 从这个未知的天山大猎谷 采集到的任何重要信息 都可以避免掉一些难以控制的恶事 有什么发现吗 莫凡询问林林道 很奇怪 林林第一句话 就让人莫名的心头一紧 从他们身上的衣物来看 他们是抵达了草垫层的 草垫层才有的苔藓 蝇草还挂在他们的衣服上 他们竟然走出了荒漠层 到了更高的海拔峡谷 为什么又跑回到了这里 而且还死掉了 蓝爵说道 死因是什么 莫凡问道 死因是窒息 可是什么导致窒息的 我却找不到 林林说道 毒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 可如果是毒的话 他们更应该待在草垫层 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在哪里中了毒 就应该在那附近寻找解毒体 林林说道 会不会是他们在草垫层中了毒 然后被红石流给冲了下来 他们身上没有被红石流冲击的痕迹 我留一块样本 继续往前走吧 可能需要结合之后的环境因素 才能够找到他们正确的死因 林林说道 也有可能他们实力弱 他们实力不弱 其中一个是大高阶 身上没有战斗过的痕迹 这表明他们的死和实力无关了 男爵说道 队伍走到前面了 我们先赶路吧 出现什么状况 也会有脉龙拥兵团的顶一顶 爱江图说道 老爱 这就是你加入拥兵团的真实原因吧 可以让他们在前面当肉店 赵满言笑了起来 你话真多 爱江图说道 嘿嘿 第1973章 并号翻队 天山分从海拔最高处往下走 分为冰川基层 高山林温层 草垫层 荒漠层 天山大裂谷是蜿蜒而上的 所以 走出了荒漠层的话 就意味着 他们抵达了草垫层 离冰川基层就更近了 也离天之痕所在地 更近一步 顺着红石流的热乎乎线路 麦龙拥兵团的人也成功走出了荒漠层 开始进入到有苔藓 棱草的草垫层了 草垫层就意味着 他们头顶上的大地 覆盖着厚厚的高原草垫 放眼望去是一片大多数是青山绿地 空灵圣洁 唯美壮观 由于麦龙拥兵团处在大裂谷之中 这种壮观的美景是无法见到了 不过草垫层的大裂谷 地势明显更开阔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呈现出山谷 盆地 低洼草场的样貌 他们同样继承了草垫层的特点 草垫层的大裂谷 一开始只是脚下覆盖着一些 明显生长在低洼之地的植被 但继续往更深处走的时候会发现 连头顶 两旁的那些悬崖峭壁也布满了植物 有些大叶片的爬山草 更是秘厚的如意堵墙 没有靠近过去 还以为走入到了一条死路之中 这样覆盖着植被的地方 确实会有更多生物栖息 有毒物种更多 好不容易走出了荒漠层 本来是应该值得欢喜的 可进入到这一片更复杂的领地 神经又不由地紧绷了起来 在荒漠层的时候 麦龙拥兵团遇到的妖魔群体 并不只有荒漠石骨珠 沿途遇到很多个捕食种群 它们都被击退了 这就是纯粹实力上的碾压了 正常情况下 荒漠层的妖魔种群 应该是拦不住麦龙拥兵团 这样级别的法师团体 也幸好在荒漠层里 它们没有再遇到 类似荒漠石骨珠这样 极其狡诈可怕的种群 至于其他法师团体 是否有遇到其他更可怕的种群 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 荒漠层的大裂骨生态形体 算是比较简单 主要是岩石 沙利 悬崖 石裂 这草垫层就多样化了 七夕的妖魔物种 会更多样化 数量也绝对更庞大 经历了荒漠石骨珠的袭击 现在没有人会不敬畏天山 老爱 去把副团长 团务长叫过来下 男爵说道 哦 好 大家在一片肝台险上扎营 爱将图将库马 盖文给叫了过来 又有什么事 团务长盖文 显得有些不耐烦 开口问道 他好像快不行了 男爵指了指 那个重病的成员帕克 帕克从进入到天山大裂骨 开始就生病了 起初还能够跟随在队伍里前行 到现在 基本上都瘫着 由另外两个混子佣兵 在轮流背着 帕克 你到底在搞什么 温暖的地方带舒服了 到了条件恶劣点的地方 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难道是个娘们吗 团务长盖文走了过去 劈头盖脸地骂道 我 我需要医生 帕克有气无力地说道 那么多人因为战斗受伤 医生哪里忙得过来 生病这种事情 是你自己体质不行 盖文说道 让华纳德来看看 副团长库马说道 真是的 就这点小事 还把我们几个叫过来 盖文吉没有耐心地道 那个叫华纳德的医生 没多久就过来了 但确实看得出来 这位医生很憔悴 一副连口水都来不及喝的样子 他检查了病号帕克一遍 直言道症状还是和之前一样 高原反应 只是加重了不少 帕克 看来你并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里啊 正常人的高原反应大概一两天就好了 你却越来越严重 帮 帮我想想 想想办法 帕克哀求道 这我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够靠你身体自己调节 多做深呼吸 华纳德说道 生病这种事情 治愈法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何况 还是高原反应这种问题 众人离开后 帕克眼里无光 他看上去非常痛苦 队伍却不可能因为他反乘 他早应该在镇子里休息的 谁会想到这样加重啊 再这样下去 帕克会死的 哪怕是小小的感冒 若是不遏止住 都会夺走一个健康壮年者的生命 何况高原反应 使得病号帕克 持续多种症状 不见适应 不见减缓 呕吐 头疼欲裂 浑身水肿这些非常明显 帕克现在几乎吃不进东西了 先不说会不会病死 饿死的可能性都有可能 莫凡等人对此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莫凡和爱疆图 尝试着用空间系魔法 来压缩空气 让帕克获得更多的氧气 可惜这样一样 起不到作用 看来这个病号 帕克是被放弃了 江玉摇了摇头道 很多佣兵团都是这样 路途漫长 病号时常会出现 多数病号 都是需要回到城市 有医生 有设备 有药物 才能够恢复 所以 病号被遗弃的事情 经常有发生 爱疆图说道 这就是军队和佣兵之间的区别了 军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允许这样做 甚至是个死人了 他也要抬回去 佣兵就比较冷漠 眼里只有金钱和任务 老爱 刚才团务长盖文跟你说了什么 男爵说道 他让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把帕克丢下 给他自生自灭 爱疆图说道 我靠 这么畜生的事情 凭什么让我们来做 赵满言道 我没答应 爱疆图说道 队伍继续要出发 不过却有两个老佣兵 抬着一个人 到了第九番队这里 放在了爱疆图 和其他人的面前 怎么了 爱疆图问道 他好像也出现高原反应了 团务长让我们 将他抬到这里 让你们负责照顾他 正好你们对病号比较关怀 那个叫做李宇的老毒鬼说道 老毒鬼过来后 除了跟别人说话 眼睛总会往慕宁雪凶前放 那副贪婪如狼的样子 根本掩饰不住 什么鬼啊 我们第九番队 又不是病号连 他是哪个番队的 不是应该有哪个番队照顾吗 赵满言立刻叫道 没把伤者都抬过来 给你们照顾就不错了 何况你们队伍女人这么多 帮忙照顾一下病号和伤者 很正常的吗 那个李宇说道 第1974章 集体反应 带着两个病号 第九番队行走起来 就更吃力了 当麦龙庸兵团 进入到了一片布满了 双动青台之地时 他们已经有些落后于队伍了 麦龙庸兵团 有在路途上做前行的标记 调队了大概一阵子后 爱疆图总算发现 拥兵团的人 在一片视野比较良好的地方 进行了扎营 不是还没有到休息的时间吗 男爵问道 大概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吧 爱疆图说道 拥兵团这些家伙 又整什么幺蛾子 莫凡对麦龙拥兵团 已经有几分不耐烦了 到了扎营处 他们发现 团务长盖文和一群人 正围着另外三个人 那三个人都躺在了检疫担架上 盖文皱着眉头 当他发现莫凡等人走过来的时候 开口说道 正好 你们把这三个 也抬到你们队伍里去 他们怎么了 爱疆图问道 生病了 症状也是高原反应 盖文说道 我们队伍里 已经要照顾两个病号了 这样下去 连队伍步伐都跟不上 爱疆图马上说道 这是命令 既然加入了拥兵团 就应该为拥兵团分担一些责任 这会就先在此地休息 三个小时后继续出发 盖文说道 你这家伙不要太过分 我们又不是单价医疗兵 搞清楚 你们的人战斗力还没有我们强 赵满言终于是忍不了了 指着盖文骂道 哼哼 小子 这个世界上会缺乏实力强的人吗 你的实力再强 能敌得过我 整个佣兵团吗 盖文冷笑地对赵满言说道 哼 就你们这帮废物 也不值得我们跟队 赵满言骂道 咱啊 本来就是临时成员 你们想滚蛋就滚蛋 我绝对不阻拦 盖文说道 好了好了 这种时候有什么好吵的 第九番队 你们不想携带这么多病号 其他番队也不想 那事情处理起来就简单 你们几个把病号们抬到旁边去 三小时后 他们若是没有见康复 就看他们自己的腿脚快不快 副团长库马说道 众人都听到了副团长库马的话 尤其是那三个病号 一下子吓得全身都发抖了起来 来的时候 我就嘱咐过你们了 一旦影响到队伍的任务 影响到团队行动 任何人都会被放弃 包括我这个副团长 如果你们还记得自己签过这个协议的话 那就自己老老实实地离队 免得要我们亲自动手 库马说道 三个病号继续哀求着 其他拥兵团人员却沉默了 拥兵之间的感情 远没有猎人队伍那么牢固 大家最纯粹地追求利益 只要不是自相残杀 拥兵之间没有义务 要保障其他队员的安全 他们每出一次任务 都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 拿不到钱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把他们三个送到我们翻队吧 片刻 艾江图还是开口说道 哦 这次可不是我们勉强你们 库马说道 我是卫士出身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艾江图说道 很好 希望你们不要掉队 不然我们也可能放弃你们 你可知道我们团队还有九十多人 就指望着这次的钱过下半生了的好日子了 挡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会很不高兴 库马很直接说道 这笔用金非常高 拥兵有自己的规矩 那就是即便你死在了路上 你的用金也一定会发放 在执行任务前 签字的拥兵要写上一个家属名 任务顺利完成后 会由拥兵团的团长 将死者该得的那笔钱 送到亲属手上 拥兵团无情冷血 自私自利 但钱这个问题上是一定分明的 没人可以摊走 也因为这个规矩 拥兵自相残杀的情况 不会太常见 艾江图 你把这些病号 全弄到我们这里 我们还怎么混啊 赵满言哭丧着脸说道 没办法 他们比我想象中的 要更冷血 艾江图说道 我也是服了 他们这些卖龙拥兵团 正牌队员 不管这些病号的死活 我们这些临时的成员 却要担负起他们的性命 我们又不是菩萨 赵满言说道 老艾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对 我们毕竟不是拥兵 有些法师道义 是该坚持的 男爵说道 莫凡 你怎么看 江玉问道 老艾怎么做 就按照他的做吧 这几个都是外国人 就当是给我们自己国家 打一拨人道主意的广告好了 莫凡说道 队伍一下子 多出了五个病号 江玉干脆召唤出了 他的严巨人 用藤条编织成脱单架 一口气 拖着这五个病号前行 五个病号 跟唐氏没有什么区别 看他们痛苦的样子 再看看 拥兵团成员冷漠的模样 国府成员也只能够叹气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下子病了这么多个 慕凡学感觉不大对劲 开口道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还会发生 玲玲说道 三个小时后 队伍开始继续前行 不得不说 这裂骨之下 氧气确实有些稀薄 那些职产本身就是阴性的 不接受阳光的照射 没有阳光的植物 就没有净化空气这么一说 每个人都有一种呼吸沉闷 和呼吸不畅的感觉 哼呼 哼呼 冠鱼发出了几声 鼻腔被什么粘着的声音 冠鱼 你感冒了 蒋少旭扭过头问道 不知道 突然间有很多鼻涕 冠鱼发现自己鼻子堵住了 于是用嘴进行呼吸 他呼吸声开始加重 蒋少旭一直在观察他 渐渐地发现 冠鱼的脸色开始苍白 冠鱼 你确定你没事 蒋少旭问道 我 我有点喘不过气 好累 好难呼吸 冠鱼步子有些摇晃 附着旁边的石台就坐了下来 然后胸脯上下大幅度起伏着 不会吧 你也出现高原反应了 赵满言说道 我也有点不大舒服 爱将图开口道 我也是 玲玲声音微弱道 莫凡背着玲玲 转过头去看她 才发现她小脸双白双白的 小嘴唇一张一盒 像一头搁浅的小鱼 在很努力地做腮呼吸 玲玲 莫凡急忙将她放下来 有点头晕 玲玲说道 第1975章 山霜之莲 妈的 是不是什么传染病啊 就说 不能带着这几个病号的 现在搞得我们队伍 全部被传染了 赵满言看着玲玲和关于的状况 马上紧张起来 没治愈戏法师 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这下怎么办 一下子到了好几个 江玉说道 紧随关于之后 玲玲和爱将图 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呼吸困难 头疼恶心 浑身疲乏的 有点迈不开步子 不 不是 不是传染 玲玲声音 极其微弱 别说话了 好好消遣 莫凡极其心疼玲玲 没让她再开口 她说话的力气 都快没有了 整个麦龙拥兵团 就只有一个三流的治愈系法师 面对这种古怪的症状 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 根本就不能指望 莫凡扫了一眼其他人 一个个询问他们的状况 队伍里 爱将图 关于 玲玲 都出现了这种反应 其他人暂时没有这种症状 男爵前去 与走在过于前面的 麦龙拥兵团的人交涉 没多久 男爵脸色难看地返回了 麦龙拥兵团也有二十多人 出现这种情况 男爵说道 二十多人 照满言道吸了一口气 这该怎么办 不会到最后 整个队伍全部病倒了吧 可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除了急性传染病 哪有可能一下子放倒这么多人 好歹大家都是魔法师 体质怎么可能这么弱 姜玉说道 哀江图不是已经抄接了吗 抄接法师都生病 应该和修为无关 穆宁雪说道 穆宁雪这句话刚说完 前方忽然间亮起了一片火光 有些耀眼的红光 映出了几十个 穿着拥兵团衣裳的身影 他们一个个显得凶神恶煞 愤怒无比 一定是他们 他们身上携带了病体 传染给了其他人 副团长之前就说 要将他们扔下 你们这群假人假意的东西 为什么还做这样愚蠢的事情 现在却害得我们更多人得病 怎么的 你们还想把你们自己的队员 给全烧死不成 那你们那边病倒的二三十人 是不是一起全烧了 莫凡见这些人来势汹汹 反而对他们嗤之以鼻 这些佣兵 实力是有那么一点 可素养是真得低下 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以前从来不和傭兵们打交道 是正确的 别再胡闹 都给我安分点 副团长库马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 副团长 这些病体不能留着 只会让我们更多人得病 到时候 大家都得死在这里 带头的人 正是那个老毒鬼李宇 现在分成两队 健康的人走在前面 病号到后面进行隔开 假如是传染导致的 那么病号队伍的人 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生病者 库马说道 可是 别废话 按照我说的执行 雷厉风行的库马 将麦龙拥兵团分成了两个大队 前队有五十个健康的队员组成 他们与病号团相隔大概三公里 沿途都会给病号团留下路线标记 病号团里 一共有三十多人都生病了 只能够让健康的人轮流使用魔法 来载着他们继续前进 妈的 五十人的团 躺着的就三十多个 这要是遇到了类似于荒漠石骨珠的种群 还不得全部死悄悄 照满言骂道 我们自己的人也病了 男爵无奈地说道 现在说什么离对也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处境是一样的 只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生病者的数量果然还在持续增加 健康团之中 又大概有十个人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病号团这里二十个健康的人 也有五个生病了 其中包括了慕宁雪 慕宁雪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莫凡召唤出了飞川癌狼来 让他来拖着玲玲和慕宁雪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所有人都慌了 到底是怎么生病的 而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病倒的人 莫凡 我鼻子也有点不大舒服 赵满言说道 不舒服个蛋 你别他妈自己吓自己 真是热了狗了 一路上什么妖魔鬼怪 没见到 却被这种奇怪的病给缠住了 还没有任何的办法 莫凡说道 赵满言倒还确实没有什么事情 无非是心里作怪 现在有接近一半的人都病倒了 看到一群呼吸困难的人 在那里努力地抢夺氧气 即使没有事的人 都会给蒙上一层呼吸障碍 麦龙拥兵团健康队伍 此时也返回了 经过这次隔离前行 已经可以明显判断 这种病根本就不是传染导致的 如果是传染 病号团50人中有30多个病号 那接下去的时间里 病倒的肯定会更多 而健康队是在上风处 没有人携带病体 最后却还是十边个人病倒 生病的比例是一样的 副团长库马说道 既然不是传染 那就确实是环境因素了 那位医生华纳德说道 你别告诉我病倒了这么多人 你最终才确定了这么一个破原因 盖文脾气火爆道 我们走荒漠层的时候 不是遇到了几具遗体吗 我想我现在知道 他们的正确死因了 他们一定是遇到了 和我们一样的情况 于是想要返回到城镇里 便从这草垫层逃回到荒漠层 但最后还是在刚躲避红石流不久 便病死了 医生华纳德说道 我不要这些没有用的分析 告诉我 怎么可以让他们康复 或者不会出现更多的病人 库马很没有耐心地说道 在草垫层 有一种叫做山霜之帘的植物 据说是天山冰帘枯萎的叶片 随着融化冰雪 流淌到下一个海拔层 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植物 能解毒 能治消除病状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会生长山霜之帘的地方 华纳德说道 山霜之帘我也听之前那些 在峡谷口的人提起过 托米说道 那就找到他 库马说道 莫凡作为第九番队的代替队长 他也接到了 寻找山霜之帘的这个指令 回到队伍里 和其他人商量 这个时候 昏昏沉沉的玲玲 发出了那男声 不是很听得清楚 玲玲说的是什么 断断续续的 但大概提这个 山霜之帘的事情 这东西 应该确实有用 我 蒋少旭 江玉 带几个人去找 老赵 男爵你们留下来照顾他们 莫凡说道 第九七六章 活着一个算我输 山霜之帘并不算太难寻找 卖龙庸兵团的人 也不是什么 功课都没有做 那位叫做托米的队长 他拿出了自己之前购买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卷轴 带领着十几人 开始攀爬一些山峰 山峰是从大猎谷之中拔地而起的 有些山峰更是如一条通往外界的门柱 被一些奇形怪状的植物覆盖着 更垂掉下无数如绳索一样的漫腾 你们几个 注意入口处 放心 我们不会让那些找猎猫妖进来的 莫凡在悬崖侧面 负责观察从另外一条狭道中闯进来的山谷鸟腰 副团长库马带着另外几个队长攀爬山峰摘取山霜之帘 在上头留意好 要是让那些山谷鸟腰掏了我们屁股 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第四番队的队长说道 管好你自己那边 山谷鸟腰是一种翅膀 看上去就像是两片大芭蕉叶的群居低等生物 它们很多时候都是像一缕咆哮的气流 会对目标一拥而上 它们繁殖能力强大 周期也非常短 为了能够让一个种群吃饱肚子 牺牲什么的完全无所谓 这种自杀式一拥而上 让很多高级的妖冬都承受不住 这么快就来了 站在悬崖高处 莫凡已经听到了一片嘈杂之声 往峡道边缘观察 莫凡很快就发现有一大群青绿色的物体 正像一条在空中奔出的湍息 顺着下在的山间知道 一股脑的往这里冲 这些山谷鸟腰不喜欢阳光 有一半火辣辣的阳光 倾泻地洒落到那条 它们飞来的匣道上 会发现 原本灌满了整个匣道的山谷鸟腰群 遇到了前方塌方障碍一样 纷纷从有阴影的地方穿过 整个队形就像被倾斜地切了一半 你们不怕死是吧 你们只要有一头能穿越得过我的火墙 就算我输 莫凡双手托起 两手掌之间 同时有两道徐徐上升的火焰 火焰抛出 第一道火落在了侠道的最狭窄的一个关口处 那里并没有什么容易燃烧的植物 如晚霞一样 燕红欲滴的火焰 在那片区域剧烈地燃烧起来 请客间就充满了 吱吱吱吱吱吱吱 山谷鸟腰们发出了如蝙蝠一样 难听尖锐的声音 它们确实一往无前 被包裹了不知道多少层的飞行大队 直接穿过了莫凡的烈火 其他芭蕉叶鸟腰们的神区 翅膀就是整个攻击队伍的外衣 莫凡手中还持有另外一道火 眼见更多的山谷鸟腰往这里冲来 它却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第四番队的队长 听到了山谷鸟腰们越来越近的声音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莫凡那小小的火苗们 都快要被山谷鸟腰群给扑灭了 不禁大吼道 你的魔能是金子吗 这个时候了 还不知道用高阶魔法吗 蠢货 莫凡看了一眼后面的山谷鸟腰们 发现它们 基本上都进入到了自己的火焰地带 这个时候 他手中第二道火柴 抛了出去 这道火看上去就跟最普通的火焰球 没有任何区别 可遗落到了那些 已经在峡谷中燃烧着的烈焰石 却好像一下子给烈火注入了一针助燃剂 一时间看上去不温不火的火墙 瞬间变成了一片 都要燃烧到数十米高的火海 庞大群体的山谷鸟腰们身影 立刻就被火焰给吞没 火墙越烧越高 越烧越厚 已经在火焰中穿行的山谷鸟们 那层同伴外衣根本就承受不住 没多久 连被保护在里面的山谷鸟腰 也被化成了灰烬 猎侠之炎强大的地方 就在于所有被焚烧的生命 都会成为助长火势的燃料 这种成群结队的生物 是猎侠之炎的最爱 它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头 熊熊火光中 发出烧焦的琵琶之声 风一吹 还传出了一股浓浓的肉香味 看来这山谷鸟腰 还是美食的材料 可惜了 火候太猛了一点 莫凡嗅着着 飘荡在满山谷里的味道 笑着说道 另一边 第四番队的队长 还在疲惫地应付着那些 被惊扰的爪猎猫腰 爪猫腰一样 不属于高等生物 它们强大的地方 就在于 可以利用山谷的阴暗 和植物的繁密 进行难以捉摸的穿梭与偷袭 果不其然 第四番队的人 还是将爪猫腰给放了进来 大概有三十多只爪猫腰们 顺着山峰 去追逐副团长库马等人 蠢货 连这些山猫都拦不住 高处 副团长咆哮声 跟一头野兽那般 第四番队队长满脸尴尬 他看了一眼 在一旁显得几分轻松的莫凡 是不是需要帮忙 莫凡问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四番队队长厚着脸皮说道 我不是很愿意 一些低等的爪猫腰 自然是为难不了实力雄厚的副团长库马 只是这样会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副团长 拿到手了 托米兴奋地说道 快撤 快撤 好像更多的妖欧往这里聚拢了 副团长库马说道 撤离路线 被一群不知名的怪物给拦住了 杀出去 麦龙庸兵团战斗能力还是强 被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的妖魔群给围堵 仍旧可以从容离开 他们原路返回 也有专门的人负责断后 整个大队伍没多久 就离开了这片妖魔秘籍的地方 回到了原来停歇扎营的地方 天又开始黑了 没有光线的裂谷里 只有一些比较简易的火把在照明 光系魔法师们连点灯都不舍得用 帕摩能消耗过多 山霜之莲拿回来了 现在该怎么做 库马问道 应该是煮水服用 华纳德将山霜之莲的 半都给踢出来 放入到饮用水中进行水煮 没多久 一股浓香就传了出来 那些生病的病号们 嗅到这股香气后 好像忽然间恢复了精神一样 一个个睁开了眼睛 目光都朝着山霜之莲 这里看来 看来确实管用 库马心中一喜 只是香味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 那服用下去 这些人基本上康复了 小心点 这种香味可能会引来妖魔的 托米谨慎地提醒了一句 哼 等我们的人全部康复了 来多少就杀多少 库马说道 十二点前还会有更新 昨天的 看看一会状态怎么样 OK的话 就把今天的 也一起更了 第九七七章 病症爆发 上 山霜之莲煮水 没多久 一碗接着一碗的 就端了上来 妈的 就知道给他们自己人 这帮自私的家伙 赵马言看到其他翻队的人 嘟噜噜续续分到了煮水 他们第九翻队 却迟迟没有 心里非常不满 怎么那些没生病的也喝 蒋少旭说道 好像说是为了预防 这种症状很奇怪 感觉每个人都可能病倒 那些人害怕自己 也会变成下一个 所以都喝上了一碗 莫凡回答道 说着话时 库马那边终于让人分煮水过来了 可能是看在莫凡在悬崖上面的表现 非常不错 每个人都喝吗 莫凡问道 最好吧 库马说道 将煮水端到了 玲玲和慕凝雪的面前 那扑鼻的香气 一下子就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在喝之前 莫凡自己也品尝了一口 发现这东西 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后 这才开始为慕凝雪和玲玲喝 这时 阿帕斯站在那里 那霜透着灵光的眼睛 却一直盯着莫凡手上的碗 我觉得 你还是别为他们喝 阿帕斯开口说道 什么意思 莫凡抬起头看他 我们美肚杀一族 对大自然的一切 都有着强大的嗅觉 比如说 一颗毒果子 放在我们面前 无论它多诱人多美妙 绝不可能让我们 像其他愚蠢生物那样 张开口去吃 这山霜之连散发出来的清香 在我看来 就是不大对劲 阿帕斯说道 可是我喝了没什么问题啊 莫凡说道 你当然不会有问题 你身上的玄蛇铠甲 让你百毒不清 阿帕斯美好气地说道 所谓的百毒不清 其实是抵御大部分毒性 像一些特殊的毒性魔法 倒是抵抗性不算很强 莫凡身上的楷模具 一直都没有换 哦 我都忘记了这个 不过 其他人喝了 好像转好了 莫凡看了一眼其他病号 尤其是 那个叫做帕克的家伙 他是第一个生病者 病情最为严重 当煮水放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充斥着力量 一口气将煮水 都喝得一干二净了 喝完之后 人就焕发出了神采 变得生龙活虎 他们现在一时半会也死不了 你最好先观察一会 要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再给他们服用 也不迟 阿帕斯说道 莫凡想了想 觉得阿帕斯对大自然的预感 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阿帕斯的预感能力 比莫凡的暗脉危险预知 更为强大 那是他的种族天赋 对生物 对自然 对万物都存在着很强大的警惕意识 美毒沙的警惕 莫凡还是要尊重尊重的 很好 大家都恢复了 这山霜之连 可真是神效啊 才服用下去 就马上转好 甚至让他们一个个 比平常更加精神 如果山霜之连这样的衍生植物 都有如此神奇的作用 那天山圣连 岂不是真的可以延长寿命 起死回生 团务长盖文显得几分激动到 是啊 我们赶紧出发 这样好的东西 可不能落到了别的人手上 出发 出发 这天山大裂谷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人员恢复后 脉龙拥兵团的人 忽然间显得干劲十足 一个个迫不及待的 要往更深处前行了 病情确实担惰了 大家太多的时间 脉龙拥兵团 开始继续前行 服用了山霜之连后的众人体力 都好像变强大了很多 行了大半天 居然没有一个人喊来 你们第九番队 派点人 往这条道去搜索搜索 团务长盖文说道 我去吧 江玉说道 我跟你一起 男爵并不太放心 让江玉一个人行动 两人顺着盖文指着的道路前去了 没多久 又出现了一些岔路 库玛立刻吩咐 其他番队的人进行分散搜索 道路分差实在太多了 才前行一阵子 又有几条 不得不都进行探索的植物峡谷出现 人员开始陆续分散 第九番队 一下子不剩下几个人了 队伍里那几个病后 都还没有康复 莫凡只能够让赵满岩留下来守着 这样行动太不方便了 要不还是让他们喝山双之连煮水吧 过了这么久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赵满岩对阿帕斯说道 现在第九番队 就只剩下赵满岩和阿帕斯 在照顾了 我当 别在那里干坐着了 去跟那几个家伙巡逻 确保附近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第十番队的队长说道 哦 好 沃当点了点头 急急忙忙地站了起来 作为一个新兵 有人带巡逻 那也是一件增长经验的好事情 只不过沃当在跑过去的时候 发现那个长得跟一个妖精一样的美丽少女 正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 沃当目光与之撞在一起 沃时脸颊一片通红 沃当跟着四个人往逆风的方向搜寻 不知不觉就走出了离大队伍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沃当到那个石下洞去看看 李宇吩咐道 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让你再去检查一遍 李宇加重了语气 沃当不敢吭声了 朝着那个石下洞走了过去 石下洞一片漆黑 连最微弱的光芒都被吞噬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步入境去的时候 沃当特意看了一眼李宇的眼睛 发现他的目光中闪烁着一些古怪的东西 这同时让沃当想到了 自己临行前绝色少女 也看了自己一眼 这家伙不会是 沃当忽然间察觉到 背后一阵凉意 一扭头 沃当猛地发现 李宇全身冒起了黑色的气体 那双瞳孔中 绽放出了一抹妖 一如野兽的光来 这让沃当全身寒毛利器 他要杀自己 大队伍分散了很多人 留守的并没有几个 慕宁雪躺在帐篷内 呼吸显得几分急促 他虽然不知道 莫凡为什么不让他喝下那种山霜之脸 但他相信莫凡的判断 慕宁雪意识还很清醒 他听到了帐篷外有脚步声 不是赵满言的 也不是阿帕斯的 这个脚步更重 包括其气息都很沉重 第1978章 病症爆发 下 一个显得几分 粗狂的人影 突然钻入到帐篷 慕宁雪疲倦地睁开眼睛 那双毛子里却没有任何的慌乱 说实话 别说你能够让我一下子赢得所有人的七倍筹码 哪怕让我付给其他每个人这样一笔巨款 能够在你身上爽上一夜 我都愿意啊 你真是我见过最有人的了 堂护掌盖文站在那里 欣赏着半趟在帐篷内的慕宁雪 从她的精致的容颜 到白皙修长的脖梗 再到柔弱的身子 你们副团长 没有告诉过你什么吗 慕宁雪声音 微弱归微弱 她 她能说什么 就那个女人 实话告诉你 在十年前 她还有一些姿色的时候 那也是拥兵团里面的玩物 那些老拥兵们 哪一个没有在酒后交流过 和她的细节 要不是几年前她走了大运 成为了抄阶 副团长的位置 又怎么会轮到她 盖文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 三步 慕宁雪说道 你说什么 盖文笑了起来 她接着道 你身边的人都被我支开了 放心 这里现在只有我们 傭兵们喜欢赌 其实加入了赌局的人都知道 提出慕宁雪这个赌局的人 就是她副团长盖文 一想到这样抉择的女人 竟然跟在一个小青年旁边 盖文就越发地想要在此刻 证明自己的勇猛 一步 慕宁雪看着盖文贴近 别怕 马上我们就零距离了 哦 副距离 盖文笑道 慕宁雪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她轻轻闭上眼睛 手指上有一缕冰光 在慢慢地亮起 好好 慕宁雪身后 一道月色的裂痕不知何时出现 裂痕宛如链接着另外一个世界 里面赫然传出了一阵 携带着冰霜之力的嘶吼 这雄厚的力量 一下子将毫无防备的盖文 给击飞了起来 盖文全身被刺入冰块 鲜血散开 整个人更翻飞出了 有五六十米远 狠狠地撞在了悬崖石壁上 这咆哮惊吓了所有人 他们能够感觉得到 那是属于某种强大生物的吼声 并且离他们很近很近 发生什么事了 有笑声 团务长 团务长 一群人围了过来 正好看见满身是血的团务长 盖文倒落在地上 盖文满脸愤怒 整个人像一个被点着了的炸药包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宁雪 慕宁雪已经站了起来 纵然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 身上却盘踞着一股 如有天兽附体般的强大气场 你敢袭击我 团务长盖文大怒道 慕宁雪没有回答 这种人在他眼里 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 跟死人自然没有什么好谈呢 团务长 要不算了 这个时候 许罗清过来劝说道 哼 在这里我说的算 盖文说道 许罗清又怎么会不知道 盖文刚才去做什么 既然被发现了 还被打伤了 该忍就忍 不然等第九番队的其他人回来 这件事就不好交代了 这女人竟然偷袭我 你们几个还看着干什么 给我把她拿下 盖文瞥了一眼身旁几个人 命令道 团务长 这不大好吧 要不等副团长回来再做决定 你们到底还有没有 把我这个团务长放在眼里 盖文更怒了起来 不提副团长库马还好 一提就彻底出到了盖文最憋屈的地方 他身上泛起了一大串卷洞的深红色烈火 星座掩藏在这伙式当中 扑 就在星座要完成之时 在盖文旁边的一名佣兵猛地喷出了一口绿渣来 整整好全涂抹了盖文一脸 你想死吗 盖文更暴跳如雷 那双眼睛如着火一样盯着这名佣兵 可不等气势压过去 这名喷涂出绿渣的佣兵 直接就瘫软在地上了 身体如中风那样 四肢摆出了一个畸形的姿势 同一时间 又有几名围过来的佣兵 出现了一样的症状 他们鼻子里被绿色的渣渣给堵住了 想要将他们清理出来 胃里却不断地反涌出这样的绿色残渣 一开始只是堵住鼻腔 没多久开始填满口腔 四五个佣兵症状急发 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更加古怪悚然 碰 碰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还在气头上的团务长盖文 自己都傻了 这些人怎么跟集体中毒了一样 还在一个相差不大的时间里发作 团务长 团务长 帕克死了 我的天 大家都怎么了 队长托米 从另外一道跑来 正要汇报情况 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个倒下的可怕一幕 我 我也不太清楚 盖文自己也猛了 团务长 他们好像也快不行了 许罗钦惊惊地说道 倒下的 好像都是之前生病的人 有佣兵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们不是都健康了吗 其他分散巡路的人 得到消息之后 陆陆续续回到扎营处 可是 当他们全部赶回来后 却发现 整个佣兵团 一下子躺着几十具尸体 每一具尸体 都是悟空涌出了那种绿色的残渣 副团长库马 自己都震惊了 裁医会的功夫 怎么人死了这么多 好像都知之前得病的人 华纳德低声说道 混蛋 你不是告诉我 山霜之连可以治好他们吗 为什么全部死了 库马勃然大怒 差点将医生华纳德 给拿去喂食人花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天山如此古怪 整个佣兵团 弥漫着诡异的死亡 这远比之前大家 纷纷病倒要可怕多了 因为那些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包括修为非常高的人 那个副团长 第九番队的人 好像没有死 托米亚低声音道 副团长库马 带着一群人前来 第九番队的病号 爱江图 林林 慕宁学等人都没有事 只是他们的病情 也没有好转 我需要一个解释 库马冷冷地扫过 第九番队的众人 我给你解释 莫凡从相当深邃的 一条长峡谷中 走了回来 那张脸上 还带着几分素了 第九七九章 怒鸭卖龙庸兵团 哼 他们会死 没准就和你们有关 有人反咬一口道 莫凡没有理会 而是走到了 其中一个尸体旁边道 你们会发病 本就是这个山霜之连导致的 它散发出某种花粉颗粒 弥漫在了空气中 这种看不见的花粉颗粒 会让一部分体质的人 陷入到类似高原反应的 突发过敏症状中 很多植物 它们会接出果实来 待这些果实成熟后 被一些动物采摘 吃进肚子里 不久之后 果子的果核 会随动物的粪便排出 落在山林的其他地方 这个过程 等于是该植物 将自己的种子 拨洒出去 山霜之连也是如此 它先让生物 处在一种紧急状态 需要依赖它的解毒致病功能 来缓解症状 山霜之连 确实能够解很多的毒 但不包括这种 被它当作播种者的病号 服用了山霜之连 等于吃下了它的果子 每个人腹中携带有种子 种子不会随排泄排除 而是直接在身体里进行掠夺 将病号直接致死 被杀死的人 尸体将成为该种子的滋养 若干年后 在尸体处 就会长出一株新的山霜之连 莫凡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将其中一具尸体给刨开 然后直接取出了这个人的心脏 将心脏再捏碎 忽然里面爆浆出一大片绿色枝叶 就在众人觉得恶心十足时 一颗长着虚腿的牙腰 像跳蚤一样猛地蹦了出来 惊慌失措地要钻入到土壤里 莫凡随手就将这在死者心脏里的牙腰给抓住了 并放到副团长库马的面前 牙腰猙獰 只有小指大小 却好像力气极大 进攻性也非常强 他迅速地生长出脚 虚往莫凡的鼻腔位置窜去 要堵住莫凡的呼吸道 莫凡目光一凝 这家伙的绿色脚须就直接化为了粉碎 众人看到这一幕 更是惊恶后怕 原来导致那么多人死亡的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却不起眼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在许多包括当地人都觉得 可以用来解毒治病的山霜之连 竟然具备着这样一种 残忍歹毒的繁衍手段 更是在所有人无法防备的情况下 夺走了整个麦龙拥兵团几十人的性命 你们明明知道 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团务长盖文怒道 我刚才在巡路的时候 看到了一堆猎人团死在了山崖下面 他们症状和我们之前在荒漠层看到的 那几具死因不明的尸体很相似 而在那个山崖下长满了盛开灿烂的山霜之连 土壤里藏着全是骸骨 有一头山霜蒸腰已经大如松树 我顺手将它给灭了 莫凡轻描淡写地说道 莫凡前去搜寻道路 跟随自己一同前往的拥兵里面 有几个病号全死了 这个时候 莫凡便意识到了阿帕斯说的那些话 于是顺着弥漫出来的一缕缕香气 寻到了那个山崖 灵灵在重病前 也将之前荒漠不明死因的尸体检验样本给了莫凡 结合起这些样本 一切就不难想明白了 自然界魔鬼一般的植物 伪装成大自然馈赠灵物的东西 莫凡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那 那我们喝了煮水的人 队长托米 此刻感觉到一阵浑身不自在 尤其是亲眼目睹了那个从心脏里拔出来的腰牙 有这种症状的生病者的体质 才适合山霜之连发芽 没生病的 喝了山霜之连煮水 倒不会有事 顶多就是精神变得非常亢奋 情绪被过度放大 出现的状况就比如说 为了钱把队友给当狗一样宰杀了 莫凡说道 莫凡在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离语整个人为之一颤 我没有 离语立刻申辩道 我没说你 莫凡说道 这时 一名巡逻拥兵扑东一声 重重地跪在了副团长库马的面前 我没想杀西文的 我真没有想杀他 一定是这个妖帘控制了我的精神 我 我没有 这名老拥兵几乎要哭出声来 西文签下死亡招林署名 是你吧 亏他那么信任你 托米看着这名老拥兵 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名老拥兵脑袋都已经在石头上磕出血来了 你呢 你有什么话要说 莫凡这个时候 才将目光移向了李宇那里 慢慢地道 我对我里那个叫沃当的家伙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他是跟你一起去巡逻的吧 李宇 你不会真把沃当给杀了吧 为了赌金 许罗清 许罗清跟看怪物一样看着李宇 李宇脸色越发地难看起来 副团长库马 用猎豹一样的眼睛盯着李宇 李宇终于承受不住众人的压力了 这才开口道 他好像察觉了我的意图 我没能杀掉他 他重伤跑掉了 现在 他可能被某些妖兽给拖拽到洞穴里了 李宇 你疯了吗 第十番队的队长许罗清大怒道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非常 就跟他说的一样 非常亢奋 李宇说道 拥兵团一片沉寂 副团长库马意识到 山霜之连的可怕性 立刻开始统计人员 不具体统计还不知道 被山霜之连杀死 作为种子祭品的 大概有33人 但失踪而没有归队的 有5人 这里面包括了已经死了的西文 和生死未卜的新人卧当 拥兵团气氛更加古怪 山霜之连 让那些没有生病的人 精神亢奋 还有三个失踪者 究竟是妖魔杀的 还是拥兵团人杀的 根本不得而知 你做得很好 将根本问题找出来了 天山 可怕的天山 我已经想要回头了 副团长库马 开口对莫凡说道 这是他第一次 对第九番队的人有了认可 副团长 你的人干不干净 我懒得过问 不过有件事情 可不能这么简单的就过了 莫凡语气开始变了 之前的口吻 只是平淡的叙述 最多因为团队内的人心叵测 而唏嘘一番 但说到这件事 莫凡声音里 可是带着冰冷之意的 盖文的事情 我听说了 不是没有发生什么吗 盖文自己也吃到了苦头 库马说道 你真把我当三岁小孩吗 什么都没有发生就算了 我实话告诉你 就你们佣兵团的这些自以为精英的东西 在我眼里 跟一群废狗没多大区别 我要让你们死 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包括你这个副团长在内 莫凡气势豁然大增 身上更是被笼罩着一层黑色的狂影 本就漆黑的峡谷 忽然之间被一层虚暗给笼罩着 所有以为宁静了的佣兵们 身后影视柜子手赫然立在那里 这些在佣兵团成员身后的诡异的影区 是那么清晰可见 佣兵团成员相互看见别人的影子 就跟是刑罚瞥见其他刑罚身后的处决妇人一般 是那么的悚然惊欢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副团长库马脸色彻底变了 给你个选择 继续护着盖文 你们卖龙拥兵团一起陪葬 或者 我一会去宰了他的时候 你让你拥兵团的人 都给我老老实实滚一边待着 莫凡凌然道 第1980章 活着不好吗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副团长库马重重地说道 全死 死一个垃圾 这是你的选择 你怕与不怕我根本不在意 莫凡回答道 副团长库马目光扫视过周围 他是一名超阶级的法师 事实上 这个麦龙拥兵团里 一共有三名超阶级法师 团务长盖文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 那些可怕的魔影处决人 已经将行刃架在了绝大多数拥兵成员的脖子上 库马却根本不知道莫凡是什么时候布置的这样一个暗影行政 还是说 这个让所有人命悬一线的能力完全就是他一瞬间的爆发 无论是哪一种 这表明莫凡说的话没有错 在他眼里 整个佣兵团的人真得和废狗没有多大区别 他只要下达一个死亡命令 超过七成的佣兵都会被莫凡的暗影处刑人给直接秒杀 不怕 库马当然不怕 他甚至并不认为眼前这个青年能够强得过自己 可自己的佣兵们会死 这是肯定的 这算是你们的私事 我可以不插手 但是 如果你被他杀了 我也绝对不会管 别太看得起自己了 盖文不是省油的灯 副团长库马说道 私人恩怨 莫凡要得就是这句话 没有必要的赶尽杀绝 就没有必要做 还算这个副团长库马有点脑子 腰牙可以让病情恢复 莫凡将腰牙让爱江图 玲玲 慕宁雪等人喝下 他们渐渐进入到了正常状态 我自己来吧 慕宁雪对莫凡说道 我来 你是我的女人 得先让这般家伙知道 动我莫凡的女人 是什么下场 莫凡说道 慕宁雪也没说什么 莫凡走到了盖文的旁边 副团长盖文 还是有那么一点小特权的 佣兵团里少数的几个女佣兵 其中之二 就在帮助她处理伤口 这些伤口 当然是慕宁雪造成的 盖文还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别处理了 反正马上就会被我打烂 莫凡站在盖文很近的地方 那双眼睛 俯视着坐在地上的盖文 盖文抬起头来 却是忽然间大笑着 开口道 你都说了 那是精神亢奋导致的 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友 整个佣兵团 有谁不打她的主意呢 大家都是男人 你应该能明白 我当然明白 我在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发誓 一定要她成为我的女人 只不过 想是一回事 付出行动 又是另一回事 莫凡说道 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人 脑子里不存在着一些肮脏的事情 莫凡不介意 卖龙拥兵团的人如何易 赢 哪怕他们下 留的赌局存在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连不是赌鬼的人都凑热闹参与了 但真正付出行动的 就只有她团务长盖文一人 这是精神亢奋的缘故吗 显然不是 哪怕不精神亢奋 只要有机会 她盖文依旧会那么做 看得出来 你以前没少做这样的事情 莫凡说道 是又怎么样 你是警察 还是法官 你可以去起诉我呀 能起诉成功 我就蹲我的监狱 盖文说道 以前你安然无恙 是因为他们太弱小 太懦弱 但看来你一生的好运都用光了 惹上我这么一个不该惹的人 莫凡说道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那我倒要好好领教一下 你的花拳绣腿 盖文猛地站了起来 气势立刻爆发 盖文是一名火系法师 他起身那瞬间 就有无数的火焰爆弹 从他身上散射出来 轰得周围一片狼藉 拥兵团的人都纷纷退散开 离我这么近 就是你一个很愚蠢的行为 盖文说道 他的身体散发出白赤火光 之前那些散射的火焰爆弹 貌似只是一些能量过成剑洒开的火星 而真正的威力 就在盖文自己的身上 盖文全身透出的白赤 使得他血液 骨骼都看得清晰 里面流淌着的 是沸腾的溶浆血液 随时都要喷爆出来 此刻的盖文 便是一个最大的烈焰爆弹 沸腾 狂躁 同时又被压抑 两个女佣兵 吓得花容失色 连滚带爬地逃离 莫凡还站在那里 你这是在找死 盖文见莫凡这般轻视自己的能力 大怒地吼道 哄 全身溶浆爆开 烈焰流弹之威朝着整个山谷席卷 地洞山摇 烈火熊熊 遍布在山谷的植物林化为火海 陡峭的山石纷纷断裂 凹凸不平地 研的化为了焦土之坑 卖龙拥兵团的人都知道盖文的力量 早早就退到了远处 并且合力支撑起了结界防御 可还是有一大批人 被烈焰流弹给卷飞 震伤 而且越靠近盖文 爆弹的威力就越强 莫凡刚才离盖文 也就几步之遥 那种距离下 除了盖文自己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生还者 我才是你最不应该惹的人 不自量力的东西 盖文深呼吸一口气 全身如蒸汽机一样 涌出了无数的白色气体 完全是刚刚完成了一次 大型运转后的冷却形态 白色蒸汽快速地散去 盖文扶起了嘴角 开始寻找那个 必定被自己轰得面目全非的蠢货 多半会像条死狗一样 倒在焦土中 可是 目光刚凝聚 一个黑影赫然立在前方 而且几步之遥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对方身体虚暗如幽灵 在炙热的空气里正慢慢地清晰 慢慢地恢复成一个完整的色彩 你 你 你 盖文看到莫凡站在原地没有动 看到莫凡保持着 他渐渐没有温度的笑容 就跟见到鬼了一样 脸色剧烈抽搐起来 毫发无伤 那么强大的烈焰流弹 更是在这样威力顶峰的近距离 连君主级 都要被轰飞出去的最强爆炼 这个年轻的法师 凭什么连一片衣角都没有被烧到的样子 凭什么可以这样从容淡定地站在自己面前 还用那可怕的眼神盯着自己 团务长 活着不好吗 莫凡对盖文说道 你 你是个怪物 盖文惊恐地叫道 莫凡身上黑暗气息更加浓郁起来 这让他整个人的轮廓 都好像出现了几分风百般的虚幻 守城半招 臂膀一扫 煞石衣服在莫凡身上的隐翼长者 向饥饿的御魔扑出 第1981章 隐翼妖莲 隐翼长者这一次 他并非是那粗壮上身的形态出现 而是一个拥有怀抱着所命连的死神幽影 他窜出之后 直接释放出黑暗魂锁 呈现出一个黑暗煞震的图状 将将团物长盖文 给死死地禁锢在了崖壁上 盖文从未见过这样的魔法 开启的盾模具和楷模具 起不到丝毫的防御作用 他背部狠狠地撞在了崖壁上 身体几乎陷入到岩石里 黑暗混锁纵横交错 似黑猪之父 却更霸道 更惊悚 感觉整个崖壁都被锁住了 结结 诡异的笑声从影异长者那里发出 一副即将开始享受什么的样子 刷 刷 刷刷刷刷 怀抱着的黑暗命连 黄舞了起来 频率快的 只能够看到一条条黑色的韧线 持续闪烁 影异长者霸道至极 这连斩过后 被锁在崖壁上的盖文胸膛 竟然直接被刨烂 他身上的那件楷模具 根本抵御不住 鲜血淋漓 从崖壁上持续不断地流淌下来 看上去是那么触目惊心 连仍旧在武 盖文身体各个部位 继续遭受狂袍 白色的骨森然可见 惨叫声钻入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直达内心最深处 这个过程其实很迅速 可对于被这样刨杀的盖文来说 却是无比漫长 更留给整个麦龙拥兵团 一次含力震撼 毫无反抗之力 那真的是他们的团务长盖文吗 一具脑袋还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森森白骨 悬挂在那里 整个死亡过程的那份痛苦 绝望淋漓尽致地呈现在那张变了形的脸上 明明没有了一点点生气 依旧那么悚然惊魂 而这个人 就是他们的团务长盖文 不远处 副团长库马呆住了 在见到盖文这副下场 感到无比骇然的同时 内心竟然涌起了那么一丝庆幸 他没有去挑战这个青年的愤怒 不然自己要去用什么 抵挡那个 让盖文毫无还手之力的隐翼魔鬼 回想起这些人最初入队时 慕宁雪说过 别让这些人来自寻死路 库马这才意识到他 不是说说而已 团务长盖文都活不了 莫凡的残忍 让整个卖龙拥兵团的老鬼们 在内心里被狠狠地来了一刀 别说是付出什么轻薄的行动 现在他们连稍微脑子里幻想一下 就会在下一秒 被盖文死状给充斥 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而且除了慕宁雪 现在卖龙拥兵团的人 跟第九番队的其他女人接触 都变成了最完美的绅士 哪里还会像之前那样 眼睛乱瞟 莫凡 还是你行 蒋少旭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这些老拥兵 十个里面有七个 都是老刘 忙 蒋少旭每次稍微出现在他们视线中 便好像被那些人的目光给拨了个惊 光 着实让人不舒服 这下好多了 那些老拥兵们恨不得表明自己是个gay 以表清白 话说的亏他们是一群老拥兵 换作是平常的一些猎人队伍 遇到这样的事情 另外还死了那么多人 基本上都要打到回府了 赵满言说道 拥兵有一点好 那就是死在多人 路一样要走 恐惧这东西 在他们这里是 会被金钱和权力给战胜的 草殿层妖魔更多 种类更是千奇百怪 除了小心那些妖兽魔怪之外 还要格外小心 那些植物生灵 植物生灵不常见 最难防 一旦撞见了凶物 那真是吃人都不吐骨头的 幸好山霜之连 给麦龙拥兵团上了一刻 大家在之后的路途上看到 任何光鲜的天灵地宝石 都会不自觉地产生警惕性 这个警惕性 救了拥兵团很多人的性命 人为才死 鸟为食亡 一路上确实会有许多难寻稀有的宝物 在天山这样的生态圈 任何天才地宝都伴随着危险 不是它自身存在着夺命规则 就是有什么妖魔在附近 麦龙拥兵团的人都是小心在小心 才勉强存活了下来 但是其他猎人团 拥兵团以及法师组织 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猎骨路途上 死骨太多 多数死因不明 究竟有多少队伍活着走出了草垫层 真得很难说 零零购买的那些织密卷轴 在这草垫层上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哪些地宝可以拿 哪些绝不可以 哪些用什么方式拿 哪些关系倒更有价值的东西 麦龙拥兵团的人 在经历了盖文的事情后 对第九反对的人惧怕不已 可随着零零给予他们 指了一条又一条发财路后 他们立刻又对第九反对带有好感了 从惧怕渐渐变成了敬畏 拥兵有任务执行赏金 死亡体恤金 任务完成的高额回报金 除了这三个由东家发放的钱之外 一路上执行任务过程中获得的东西 那都是归个人所有的 具体如何分配 副团长库马会确保队员 不会有任何意见 现在麦龙拥兵团这六十多人 所获得的分配财物 就已经超过了 他们一开始获得的执行金了 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钱吗 假如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他们真得可以吃上半辈子了 人多就是力量大 换做平常 我们遇到这些被妖魔守着的地灵 基本上都不敢太耗费魔能去拿 赵满言感慨了一声 嗯 所以有他们在 我们抵达天山之恒后的状态 应该也还不错 爱江图说道 还能够收获不少好东西 这天山真是满地黄金 路边一棵草都比外面的值钱 江玉已经开心地合不拢嘴了 是啊 这种冷凝叶 用来快速止血的药剂原材料 一般都需要生长个十年 更替了上百次花叶 才能够做出优质的 这放在一些深山老林里都不常见到 这天山里却很常见不说 百年的千蹄花叶都有 药商们进来要是行走安全 单单是采摘这些稀有高年份药材 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了 关于说道 小钱 小钱 这些都是小钱 莫凡 你说 你杀掉了山霜之妖 山霜之连一珠都卖很贵 这东西繁衍的时候 歹毒归歹毒 它本身要用价值 就是特别大 那山霜之妖岂不是 赵满言忽然想起了这件事 询问道 我拿了牙腰母 莫凡说道 卧槽 这东西是生钱机器啊 一般牙腰母 都是可以生产培育的 要是找到了好的培育方式 没准可以批量产出 类似山霜之连效果的药剂来 你靠这个药剂 就能够建立起一个企业 赵满言说道 第1982章 天山魔虎 解毒药剂这些 价格要比泄剂 凝剂 自愈药剂高尚一些 尤其是这种解百毒解毒剂 是个猎人团 哪怕模具 少买那么一件两件的 身上都会配备上 这样可以解百毒的药剂 毕竟没有几个猎人团里面 是会有治愈系法师 普通的腰牙 都只能够做一部分材料 而牙母经过某些出色植物系法师之手 有很大的可能 变成一种培育牙 持续地培养生产 海岸线对解毒药剂需求很大 你们确实可以花点钱 弄个你们凡雪山专属的解毒剂 假如可以培育出来的话 赵满言说道 嗯 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慕宁学点了点头 一个成熟的世家 首先是得有一个标志性的产业 其次在涉猎各个领域 凡雪山现在人员也不少了 光靠私有领土的收税 是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 更不能使得他们更加精锐 一些该有的产业必须陆续扩展 一路上谨慎淘金 当卖龙拥兵团的人 发现他们即将走出富饶的草垫层的时候 竟然还有那么一些不舍的 天山真正的宝藏 是藏于高山层和冰川层 那是不经过一丝破坏与采摘的净土 一想到只在草垫层 就已经这样大赚一笔 拥兵团的人便更期待天山更高的地方 抵达高山层 植被就明显变得稀少了 大部分都是那些陡峭严峻的高山岩 由于这里海拔落差更大 行走在这大裂谷之中 有很多地段都好像深处在黑暗悬崖之下 好不容易从一片昏暗的山谷下面走出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片阳光非常充足的裂谷之路 这片裂谷行走起来 并不像是在大地裂缝的下面 更像是前方和两侧 耸立起红尾壮阔的山平 连绵起伏的山崖 一直触碰到广阔蔚蓝的天空 一些山峰上 更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雪线 神圣的白色 折射着白昼光辉 让前方更蜿蜒陡峭 漫长遥远高山险路 更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托米怎么回事 半天没有回来汇报消息 团务长库马 神色严肃地说道 会不会遇到了什么状况 许罗清说道 遇到情况 他会给我们发信号 再等等吧 在没有完全了解 前方状况的时候 他们这么一群人 是不能够轻易进发的 天知道 会不会在步入到 某个山崖谷底的时候 被一大群妖魔给为个水泄不通 有血腥味 艾江图指着前方 警惕地说道 风从更高处 带着旋转吹下来 冷冰冰地 像一条条进过冷水的鞭子 艾江图目光注视着 前方变得落差极大的 裂谷山地 山地上 一个身影灵活地跳跃着 他借助那些不规则的掩体 在反复地弹射 从远远的一个小点 渐渐到可以看清他的模样 托米 许罗清说道 他受伤了 艾江图快速地往前 上去接应第三番队的队长托米 第三番队负责探路 托米是队长 不久前 他带了大概四个人 去前方地形复杂的 高山列谷巡路 探查 但是返回来的 貌似只有托米一个人 而他的身上 还满是鲜血 艾江图接应到了 慌慌张张逃命的托米 他特意 往托米背后看去 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 在追逐他 但是艾江图只 察觉到了一丝丝远处的 空气波动 下一秒 那个追逐者便消失了 模糊 天山模糊 他们几个都死了 托米急促惊恐地说道 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可以隐藏好自己吗 副团长库马问道 我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我们甚至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可他在我们还没有发现 他存在的时候 就已经往我们这里靠近了 托米说道 他 许罗清加重道 只有一只 嗯 只有一只 托米点了点头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仅仅一只天山模糊 便险些 将他们这个小队 给全部杀死了 负责探路的他们 完全就是 闯进了一个山王的地盘里 没有什么挣扎余地 这里是高山层了 天山模糊 栖息的地方 看来前面是某只 天山模糊的山剑了 天山模糊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不死不罢休 也不知道怎么样 才可以避开这些家伙 卖龙拥兵团的人 实力已经很强了 只是在天山模糊面前 一样跟山羊般 轻松被猎杀 先在这里扎余休息吧 接下去怎么走到天飞商量商量 库马说道 原地扎余 天山模糊 是血统非常高的生物 高山中的捕食者 面对这种强大的妖魔 他们卖龙拥兵团 如果全力以赴的话 倒也能够对付 但这意味着 他们必须做好检员的准备 天山模糊的习性 很难摸透 成年的天山模糊实力 更是统领级到君主级不等 要是遇到一些统领级的天山模糊 倒还好 卖龙拥兵团 是不会惧怕统领级生物的 可君主级的 若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卖龙拥兵团的人 包括第九番队的 国府实力强悍的人员们 都可能被君主级的 天山模糊给秒杀 因此 到了这风霜高山层 没往前推进一步 都要格外小心 一个错误的路线 会轻易导致全军覆没 还是让我去探路吧 第三番队的人这样出去 就等于是给这个山界的 魔虎们送晚餐 关于开口说道 你自己没问题吧 爱江图说道 我当然没问题 副团长库马知道 第九番队的人 个人实力很强 见关于站出来 给队伍探路 脸上马上有了色彩 那有劳了 库马说道 卖龙拥兵团第三番队的人 多数都是风系 土系 属于速度非常快的成员了 连他们都逃不出 天山模糊的追逐 整个卖龙拥兵团 当然没有几人 再敢单独行动 我让叶罗刹跟着你吧 有个照应 江狱说道 喵哦 叶罗刹懒洋洋的 趴在江狱的肩膀上 一脸的猛 叶罗刹的意思是 你江狱怎么不自己跟去 派他一个契约兽 跟别人去探路 是几个意思 我不是笨笨拙拙的吗 你速度快 碰到什么危险 也可以和关于快速撤离 江狱尴尬地给自己的 小暗猫灵解释道 先一章 第1983章 无踪捕猎者 到了夜里 卖龙拥兵团的人 才继续出发 都知道天山魔虎不好惹 所以他们决定 尽可能地避让开这些天山魔虎 幸好天山魔虎不是群居型生物 他们拥有各自的地盘领土 关于和夜罗刹 搜寻出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之后 众人顺着这条道走就可以了 他们的警觉性非常强 主要是通过气息 声音 但我觉得 他们应该还拥有 某种更强大的感知能力 关于说道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被卡在原地 副团长库马说道 对于关于的能力 库马非常的赞叹 被以为这第九番队带上来 会是一群累赘 哪知道这群人里面有好几个 都深藏不露 连夜赶路 天山魔虎 喜欢白天出没 夜里出现一些小动静的话 只要不是离他们非常近 他们都不会太过去在意 天开始发亮 橘色的晨光照耀在了这片 真夜灵生长的高山地带 这个大猎谷之中也有许多真夜灵 天山大猎谷不是所有的地段都阴暗 狭窄 深邃 到了这风霜高山层 行走在天山大猎谷中 就跟行走在大山之中 没有多大的区别 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怀疑 自身还是不是在大猎谷内 速速 速速 地面上 铺着一层真落叶 踩在上面 会发出轻微的响声 冷霜会在天亮的时候融化开 于是落叶显得湿漉漉的 走在这样一条 铺满了叶子的道上 空气中 给人一种不安之感 因为很多时候 你分不清楚 是近处队友们发出的脚步声 还是躲在某处 某个猎物按耐不住的声响 莫凡有点口渴 拿出了装着干净水的水壶 习惯喝冰的他 随手将水壶递给了慕宁雪 慕宁雪抬起美丽的眼睛来 唇微微一撅 将水壶递回给莫凡 莫凡还以为慕宁雪 懒得理会自己的这种无聊玩笑 接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水壶已经冰感十足了 喝上了一块大口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阿帕斯 发现阿帕斯时不时地 会往后看上一眼 你先走 我训训重 莫凡说道 说着 莫凡走到了靠后的位置上 阿帕斯见到高他半个头的莫凡 忽然间凑过来 满脸生气 不屑的样子 别过脸去 懒得和莫凡说半句话 后面有什么 莫凡问道 不知道 阿帕斯回答道 阿帕斯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慕宁雪生病的时候 我让你好好的看着他 你做到了吗 莫凡语气加重道 我 阿帕斯看到莫凡的眼睛 忽然变得凌厉起来 一时间进入出了胆怯之色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害怕莫凡 总之 莫凡一旦严肃起来 确实让人不敢造次 我只是有些好奇 他的其他能力 下次再敢这样 我会把你扔回到埃及 莫凡毫不客气地说道 阿帕斯听到这句话 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求之不得 阿帕斯重重地哼了一声 给我站住 我不是你的奴隶 说完这句话 阿帕斯往旁边一条长缝中跑了去 他看上去 只是很普通的奔跑 可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莫凡瞬息移动到了那个转角去找他 竟然也不见了他的踪影 本来莫凡想将阿帕斯强制召唤回来 可想了想 这样估计会更惹恼他 摇了摇头 便随他去了 他其实一直在我帐篷旁边 慕凝雪说道 唉 一个契约兽 怎么感觉比女朋友还难伺候 莫凡叹了一口气 忽然意识到 自己这句话说错了 急急忙忙改口道 我不是说你哈 对了 我听说你生病的时候 你附近出现过一声咆哮 将盖文给震伤了 那是什么 我的第三戏 慕凝雪回答道 第三戏 我还以为 你为了更专注于 兵系魔法 连第三戏和第四戏 都没有去觉醒 莫凡说道 第四戏还没有去觉醒 第三戏说来有些复杂 慕凝雪说道 慕凝雪正要跟莫凡说 这第三戏的事情 忽然男爵那边 发出了一种 如风哨一样的声音 这种声音 是只有队伍里的人 才可以听得见 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莫凡说道 过去看看 卖龙拥兵团的人 已经停了下来 那些翻队的队长 和副团长库马 都往队伍的后面走去 在队伍比较靠后的 是第七翻队的人 这个翻队人员保存 还算完好 他们现在接替了 第九翻队 作为断后 我们后面 有东西跟着 第七翻队的队长 奥本说道 有三个队员失踪了 他们应该死了 我听到了他们 被什么东西 拖走的声音 男爵说道 该死 我们连是 什么都没有见到 就一个很快 很雄壮的声音闪过 紧接着 就看到比较靠后的家伙 被抓走到了 那上面的悬壁上 我们都不会飞行 也没有吐蟹 风系法师 想追都追不了 第七翻队队长 奥本说道 原地观察 保持警惕 副团长库马 下达了命令 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 周围什么动静都没有 甚至真夜脚步声 都彻底消失了 大家摒弃凝神 偏偏周围 除了悬崖峭壁 高松道腾之外 什么都没有 好像走远了 男爵说道 那我们赶紧走 估计误入了 什么家伙的地盘 库马说道 被拖走的几个人 要找回来是不可能了 该撤离就立刻撤离 卖龙拥兵团的人 继续前行 这次他们放快了步调 既然明知道此处危险 九流肯定是不明智的选择 队伍又前行了许久 到了傍晚才坐下来休息 傍晚的光辉 跟晨光竟然非常相似 一样是橘色 照耀在这片 落满了真夜的高山之地 看上去像一副充满生命力的 壮美画卷 慕宁雪走向玲玲 担心她不适应这里的寒风 特意将自己比较宽厚的外套 披在她的身上 玲玲正趴在飞穿矮狼的背上睡觉 慕宁雪将外套盖在她身上时 也轻轻地拍了拍她 嗖嗖 细微的脚步生乎地 从身侧某个石壁角落传来 那里长满了矮真叶树 叶子再摇摆 也不知是风吹动的 还是里面有什么 第1984章 白影掠食者 慕宁雪美眸 凝视着那片矮叶林 与此同时 一名第七番队的一名女佣兵 往那里走去 想要采摘矮林上的一种灯笼果实 这种真叶灯笼 果实是高山层最美味的食物了 吃多了干粮 吃上一个这样真叶灯笼 果实确实能够让人胃里舒服很多 别过去 慕宁雪朝着那名褐色麻变发的女佣兵喊道 那位女麻变女佣兵 看了一眼慕宁雪 嘴角却是不屑的一幅 特意大步走到了那个真叶灯笼果实那里 将它摘了下来 宛如挑衅的一般 在上面重重地咬了一口 宣示着这个美味果实的得主 嗖嗖 那个彩叶脚步声再一次响起了 慕宁雪虽然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她意识到 那里绝对藏着什么 嗖 果然 真叶矮林窜出了一个速度 相当快的白颖 白颖在眨眼功夫 制服了那名麻变女佣兵 然后一口咬住她的尖臂 为之猛地跳跃到了一颗 横向生长在石壁上的严嵩上 借助严嵩的韧性 那白颖叼着女佣兵再一次淡月出 直接抵达了另一侧延展出来的悬崖石上 这个时候 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有情况发生 纷纷抬起头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悬崖石的底部 完全没有看到白颖刚才急速地捕获 更没有看到女佣兵被叼走 在悬崖石上面 慕宁雪说道 只不过附近的佣兵实力明显不强 没有几个在速度上能够和刚才那个白颖相比的 慕宁雪对飞川矮狼说道 保护好玲玲 说完这句话 慕宁雪身上已经卷起了一阵狂风 整个人笔直地升空 在二十多米的高处稍微一停顿 她的背后豁然打开了一片片洁白柔软的翅膀 完全由几乎乳白色的风线编织而成 华贵而又唯美 呼 一阵翅 慕宁雪以喷射方式飞向了更高处 几乎高过了这两边的山崖石壁了 抵达高处 慕宁雪开始目光往悬崖石上面扫去 发现那个白颖正在那些高低不一的山面上 快速地移动着 时而垂直攀爬 时而在两山壁之间反复弹跳 时而贴着脚下的山地急驰 好灵活的家伙 慕宁雪也被这家伙的灵活动作给给惊到了 这些高山地形之间还生长着许多硕大的真叶树 若不是看见地面上 时不时会有一阵凌乱的叶飞舞而起 慕宁雪都不敢完全肯定那里有东西在移动 呼呼呼 慕宁雪背后的翅膀煽动着更强劲的气流 那风之翼化成了螺旋桨一般 将慕宁雪 一下子又送出了好几百米远 只不过 慕宁雪很快又发现 那白颖窜入到了一堆叠障高山岩中 从这个视角追踪过去 已经不能够完全看清 它的移动走向了 慕宁雪不得不转变风之翼 让自己迅速地升空 好能够鸟看到更远更高的地方 至少不至于丢失目标 一 一声尖锐的啼叫 从冰冷的高空中传来 慕宁雪往上方看去 发现一头被夕阳光辉照耀的 如金属战机般的雄鹰 展开了翅膀 一双火眼晶晶 正凝视着更低空的慕宁雪 明显透出了很强大的敌意 慕宁雪意识到 自己要触碰到高空生物的领空了 急忙降低了自己的飞行高度 果然 下降到了百米范围 那熊鹰便没有在那般咄咄逼人了 只是这样一折腾 白影更难追踪了 慕宁雪不得不尝试 贴着那些叠障灵循的山岩峭壁飞行 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前方的山矿又相当的复杂 光是躲避那些凸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山石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更不用说 山石中还有许多粗壮苍老的真叶术 那白影明显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哪些地方有穿山洞 哪些地方有山剑 哪里有可以踏脚的真叶术 如此复杂怪异的地形 却对它的速度 丝毫不造成任何影响 慕宁雪一直追逐 勉强利用夕阳的余晖在寻找 太阳完全下山了 大裂谷开始变暗 一阵风从上方刮下 麦龙拥兵团第七番队的人 立刻警惕了起来 眼睛凝视着上方 一个被白色风制衣包裹着的 恶螺身影飘落了下来 正是前去追逐白影的慕宁雪 怎么样 莫凡立刻走了上来 只找到这个 慕宁雪将一个还流淌着血液的手 给放在了岩石块上 连你都赶不上他 赵满岩一脸愕然地说道 慕宁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他专精于兵戏与风系 如果他都无法制止和追逐 那个白影捕猎者 那这里的人 就更别想寻到那家伙的半点踪影了 在大平原上的话 他应该逃不掉 高山之地就 慕宁雪轻叹了口气 大概知道是什么吗 莫凡问道 天山模糊 半身是白色的 慕宁雪说道 天山模糊的血统平定非常简单 全身白色毛发越多 代表着七级别和血统就越高 寻常的天山模糊 大体上况冰蓝色 虎纹为白色 慕宁雪追逐的 这只有一半身子 都是白色的虎毛 这意味着 那是一头血统相对比较高等的天山模糊了 应该是杀死第七番队三名成员的那家伙 蒋少旭开口说道 不会吧 我们不是已经离开了那家伙的领地了吗 是啊 何况我们一路上走得这么快 也特意检查过背后没有尾随者 他是凭什么又找上我们的 奥本说道 都给我打起点精神 眼睛用冰水擦一擦 盯清楚附近的情况 库马大声说道 副团长 副团长 第三番队的托米急急忙忙地往这里跑来 像是有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在外侧巡逻的队员 好像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库马问道 15分钟前 托米说道 库马立刻皱起了眉头 又是三个 慕宁雪喃喃自语道 如果是15分钟前 这代表着那个麻辩女佣兵 是第三个被袭击的目标 那家伙太过神出鬼没了 第1985章 一栋食堂 山地很高 脉龙佣兵团又选择连夜离开 这一次 他们行进的速度更快 尽可能地摆脱掉 那个白色捕食者的领地 一直走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充足的阳光照耀在了这片不断起伏 而上的山层上 也让大猎谷中温暖了几分 好久没有晒到太阳了 好怀念中东啊 一名裹着帽子的佣兵说道 我看你是怀念你刚炮上的女友 温暖的一罩杯了吧 另一个佣兵斜笑着说道 哼 被你说中了 讲道理 他对我其实还有一些爱理不理的 这次大赚了一笔之后 我回去舒服几次后 就把他甩了 换个脸也好看的 裹着帽子的佣兵笑着道 说着这些话 一个冰冷的影子 缓缓地出现在了 这名佣兵的头顶 紧接着 就是一双带有威慑力的毛子 流露出一种 看待食物一般的漠然 有敌人 佣兵大叫道 嗖 风一样的声音 转眼的功夫 那挡住阳光的身影就不见 等目光开始朝着附近 临巡石堆中搜寻时候 除了一些还在打转的落叶之外 什么都没有 哪有敌人 刚才还看到的 就在那边 佣兵说道 一团光药 朝着佣兵 指着的方向飞了过去 一下子化成了 致白之芒 清晰地将那片区域给照耀出来 这种光药 一般是能够将生命给闪烁出来的 尤其是处在移动状态的 你不会再耍我们吧 大家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 你这样一惊一乍的 知道会浪费我们多少宝贵的精力吗 老佣兵严厉地训斥道 我 我很抱歉 埃罗 你刚才也看见了什么对吧 我想我们 埃罗 这名佣兵扭过头去 结果发现 刚才还在跟自己攀谈的 埃罗佣兵不见了 他急忙四处看去 仍旧没有看到埃罗 问题是 刚才那会 他们还站在一起 怎么会说 消失就消失呢 这个时候 其他老佣兵才意识到 确实有什么出现 他们急急忙忙召集在一起 今天第三个了 番队队长托米说道 是啊 而且还是有一个佣兵 就站在埃罗旁边的情况下 说来也奇怪 以那家伙的能耐 应该完全可以一口气 将他们两个都杀掉 顺便带走吧 为什么只杀了一个 然后就消失了 奥本说道 这么看来 那家伙一天的食量 大概就是三个 这个时候 副团长库马开口说道 众人听到这句话 立刻觉得骇然 想想也是 连续第三天了 那家伙都是抓走 三个佣兵 多得绝不杀 即便明明可以一起杀死 他也没有下手 该死 那家伙不会是在 圈养我们吧 奥本说道 据说天山魔虎 都比较喜欢吃鲜活的 死掉的他们秀 都不会去秀 托米亚低了声音说道 这就是说 那畜生 把我们当他的 移动保险食堂了是吧 奥本气愤得道 确实是这样 移动保险食堂 莫凡觉得这个比喻 确实很恰当 那是一头相当狡猾的 天山魔虎 他从一开始 就盯上了他们这群人 专门挑选那些 稍微在外围行动的 佣兵下手 几乎不入任何马脚的 将佣兵一个一个拖走 唯一一次小失利 还是因为 离慕宁雪太近 可慕宁雪这样 实力的人都 留不住他 更别说那些佣兵们了 就连身边人被掳走 都反应不过来 不过 是一个只敢在我们 外围打转的胆小畜生 既然今天他吃饱了 那我们今晚就好好消息 明天再将他引出来宰了 给每个人熬一锅 天山魔虎大肉汤 第一番队的队长鲁修说道 还是别放松警惕吧 是啊 万一那家伙 晚上想加的餐呢 埃罗那家伙那么的瘦 经不起魔虎几口的 点起了一团篝火 到了夜里 整个高山大裂谷 显得寂静无比 那家伙很聪明 他好像能够大致知道 我们这些人的实力 从来就不靠近我们 莫凡说道 这样下去 不用多少天 卖龙拥兵团的人 就被吃得不剩下几个了 天山的死亡率 未免也太高了吧 这都还没有进入到 冰川积雪地带 这个亚洲强大的拥兵团 就折损了一半了 江玉说道 我现在很不明白的是 那家伙究竟是 怎么找到我们的 关玉说道 他难道不是一直 跟着我们吗 蒋少旭说道 他没有跟着我们 但是不管我们走了多远 他总能够在第二天没多久 便找到我们 整个高山层大裂谷这么大 分岔路那么多 要说领地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 走出了那家活领地 多少公里了 他究竟是怎么追踪我们的 关玉无比废解道 关玉 你确定他不是跟踪我们 莫凡问道 绝对没有 甚至我怀疑 这家伙每餐一顿之后 都会回到自己巢穴 去睡上一觉 第二天 太阳出来再跑过来 关玉说道 这天山模糊 卫星眼啊 赵满言说道 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 他是怎么追踪到我们的 将他彻底甩掉的话 大家就安全了 关玉说道 或者我们在他捕食下一个的时候 将他拿下 莫凡说道 我可不那么认为 假如他那么容易 被拿下 之前慕宁雪 就将他给制服了 关玉说道 你用你的办法 我用我的 莫凡说道 第二天太阳升起 麦龙拥兵团的人员 就进入到了一种戒备状态 队伍前进的速度 也因此放慢了很多 前行需要有巡逻和侦察人员 而一旦离队伍有些距离 就非常容易被那头神出鬼没的天山魔虎给不走 一整天 阳光都和充足 可悬着新的麦龙拥兵团 却根本没有见到那头天山魔虎 一直到了夜里 他也没有出现 他不会是察觉到 我们在守株待兔吧 奥本说道 看来今天他是要挨饿了 第一番对队长鲁修 却是笑了起来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莫凡也非常无奈 他可是 特意将虚案之力 遍布在了附近 就等那家伙的出现 因此 还浪费了很多的魔能 谁知道那家伙 警觉性这么高 第1986章 天山集结点 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入夜时分 高山上刮起了一阵阵 如野兽咆哮一般的狂风声 搭建着的帐篷 根本无法支撑 不得已下 只能够让两个光系的魔法师 在路口位置给守着 不断地使用光之庇佑 放置强冷的风灌入 呼呼呼呼呼 狂风更加肆意 正因为狭长的地形缘故 从更高处灌来的风 经过峡谷的巨龙 在整个天山大裂谷中 形成了如风之巨龙 吐息一般的力量 狠狠地打在了 他们这群天山不速之客们的身上 卖龙拥兵团的人 毫无准备 那两个阵守在口处的光系法师 更是直接被卷飞了起来 被风重重地拍在石壁上 当场血肉模糊 后面的成员们 同样没有料到 在夜里会被山峰这样袭击 人员被吹得一片散乱 防御魔法一层又一层地释放 竟然难以完全抵挡 这源源不断灌来的高山之风 该死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托米 你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收集情报的 这样的怪风 撞来谁承受得住 鲁羞怒骂道 我也没有听说过 天山本来就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恶劣因素 大概是因为我们扎营的地方 正好是高山的一个风口吧 托米盯着狂风说道 这一场凶猛的 风之吐袭来得快 持续时间却很久 一整个夜晚 狂风在疯狂地摧残着他们这群人 结结不断地撑起 仍旧有一些脆弱的魔法师 被这可怕的猎谷妖风给卷走 轻则飞到很远的地方 昏迷不醒 重则拍死在石壁上 或者直接被刮到 根本就找不到的地方 灵灵 这是怎么个回事 莫凡问道 假如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冷气流 正好沿着这条高山大猎谷的轨迹吹的话 这大猎谷 确实会像一个飓风筒 形成现在这样的凶猛妖风 但这样的概率其实很低 也不知道是我们运气不好 还是别的什么 灵灵说道 我好像听到了些什么 男爵忽然警觉性地说道 这些风听上去 就跟发动机在耳边转一样 能听到什么呀 赵满言说道 风停歇下去 是在天亮的时候了 库马立刻让第三番队的队长托米 去统计人员 不出意外的事 昨晚又失踪了五个人 其中有两个光系法师是当场毙命的 那风之吐袭来得太突然 他们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而剩下三个人被刮得很远很远 也不见他们返回来 多半是没可能活下来了 这鬼地方 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 奥本说道 是啊 感觉前到手后 我们都没有命花 人员不断地死亡 现在卖龙拥兵团的人 快要不足之前来的时候一半了 只是 退回去的路一样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副团长库马的威慑力下 拥兵团的人 只能够继续前行 大概又前行了两天 这两天难得太平 之前那个天山魔虎 也没有再出现捕猎 让拥兵团的人 稍微安心了几分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两天走的路 好像都没有再怎么见到分叉了 我们应该不会走错了吧 赵满言说道 海拔在陆续上升 而且已经可以看到远处雪线了 不会有错 玲玲很肯定地说道 那就是说 这就是通往冰川基层的唯一道路了 赵满言说道 嗯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了 你往前面看 玲玲指了指 赵满言往前面的高处看去 忽然间发现有一杆金色的旗子 立在了一块峭石山 上面还写着一些英文 旗 赵满言看得有些傻了 这种鬼地方 怎么会有旗啊 说明有人已经比我们先到了 他们情况跟我们差不多 到了高山层这个位置 道路开始变得驱直起来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不只是那一个 玲玲说道 队伍继续往前走 果然除了那个金色的英文旗之外 在上头山口处扎营的法师团体 竟然还不少 上了一个比较大的踢坡 展现在众人面前的 却是一个天山山口湖泊 湖泊还非常大 直径有超过四公里 很难想象 天山大列谷所通往的位置 竟然正是一直都在传言之中 非常圣洁 美丽的天山之池 天山之池上面 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面 人勉强可以踩在上面 那些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法师们 纷纷都在天山之池附近扎营 池边上正好有一排排 可以挡住狂风冷霜的真叶古树 还以为我们动作算比较快的 没有想到 已经有这么多同行到了这里 库马撇了撇嘴 显得对这次行程相当不满 在这附近 确实没有比那一片真叶古树湖畔位置 更好的扎营地 只是让人费解的是 这群人为什么会像集会一样 逗留在这里 而不是为了品尝到 天山的最纯净美味 争先恐后的前行 是麦龙拥兵团的人 麦龙拥兵团 不是在亚洲排的上号的 很好 又有一个强力的法师团体 可以加入了 这样我们会更有把握 麦龙拥兵团的人 进入到了真叶巨树扎营地 其他法师团体的人 竟然非常热切地围了上来 这让库马不由地提高了警惕 大家严格上来说都是竞争者 甚至巴不得其他人在路途上就死了 表现出这样的热情 可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库马 一名眉毛浓密的高大男子叫了一声 猎王亚森 库马有些意外地看着此人 你们情况还好吗 那位猎王亚森问道 不算很好 死了一半的人 库马直言道 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整个猎人团一共17个人 本来以为人少目标会小很多 方便行动 谁知道 这一路上就死了有五个人了 猎王亚森说道 你们修为那么高 怎么也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 库马差一道 猎王亚森在世界可是有名头的 他带的队伍 那必定是猎人中的顶尖 连他们队伍都出现了这么大的折损 那他们卖龙拥兵团 其实没全军覆没 那都算不容易了 毕竟卖龙拥兵团再怎么精良 也没法和猎王亚森的队伍相比啊 在天山 恐怕最不值得一提的 就是修为了 亚森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么多队伍聚集在这里 是前面的路走不通了吗 库马问道 能走 只是单凭某个团队 很难活着通过 真是没有想到 神秘古老的天山 竟然要逼得我们这些竞争者们 不得不团结在一起 猎王亚森说道 第1987章 天山兽群 前面有什么强大的妖魔吗 库马问道 说起来还有几分复杂 一会还是自己看吧 猎王亚森说道 库马更是疑惑了 特意让麦龙拥兵团的人 也选择在真夜距林附近停歇下来 静静地等待着 那让所有强大法师团体 都不得不在这里集结的事情 莫凡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他此刻已经爬到了一棵 非常高大的真夜树的顶端 其他人也想知道 这片结冰的湖泊上究竟有什么 纷纷到了大树上方 从这里看过去 能够看到朦胧半个湖泊 不少区域倒是被冰雾给笼罩着 再往远处 就是一片彻彻底底被冰雪覆盖着的 冰寒山脊了 在前方湖泊对岸的山脊 已经非常威额险峻了 给人一种壮阔质感 但是在更高的天边远端 却还能够看到 藏在云冰中的神山冰角 这就是说 眼前壮阔的冰雪山脊 对于真正的天山而言 也不过是小小的山丘 你们看到山脊上 盘旋着的那些玻璃珠光的小点了吗 江玉指着冰封天池对岸的山脊说道 会不会是一些冰晶粉尘 受到太阳光照射啊 莫凡看得不是很清楚 大概猜测到 你家的冰晶粉尘 会那样盘绕飞的啊 大概是什么生物吧 看了一会 那些发着光盘旋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 但是没多久 在天池对岸的山脊陡坡上 却出现了很大的动静 听上去像是有什么成群结队的东西 正在往天池这里冲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白霜不满的真夜巨树林中 传来了其他法师团体的高声呼叫 莫凡等人在高处 正好能够看到 山脊陡坡上 有一群浑身长满了钢阵一样 尖锐毛的肥瘦生物奔了下来 一口气闯入到天山冰池中 并且看他们奔竹的方向 正是往法师们这里跑的 妖兽 副团长库马 看着那些长满钢真毛的牛兽 脸上带起了一些轻面 钢刺牛兽 这在天山上属于战将级的种群 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些 全身泛着荆棘外壳的大牛兽 是统领级的存在 可即便如此 这些钢刺牛兽与冰寒荆棘级牛兽 也不至于让这么多高强的法师 驻留此地 龙龙龙龙龙龙 动静开始变大 没过几分钟时间 那被一层冰雾笼罩着的天池 多层山脊山上 又出现了更多的妖兽 数量一下子多得有些甚人 因为之前多层山脊山上 明明还看上去那么平静 这回妖兽们 就跟是大山发汗了一样冒出来 并且纷纷往下滴落 汇聚在了天山冰池处 兽群 副团长库马这个时候 脸色才发生了变化 兽群在狂奔 他们正是下山之势 也就是说 他们冲过了那冰层覆盖的湖泊 就会直接抵达 他们这群法师们扎营的真夜巨树林 是的 兽群 猎王亚森说道 准备迎敌 副团长库马 见到这一幕 立刻向自己的拥兵团成员们 下达命令 一旁的猎王亚森 立刻阻止了库马 有些无奈地对他说道 不用着急 你们再看一会 这么庞大数量的兽群 足以将一个法师军队给冲得血肉模糊 不提前做好准备 怎么可以 库马认真地说道 你尽管放心 猎王亚森说道 库马将信将疑 却还是让队员们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真夜巨树上 莫凡等人 已经眺望到了兽群下山 这天山冰池 好像就是高山层 和冰川基层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分界线了 玲玲说道 那些妖兽 是察觉到我们了吗 这样冲下山来 赵满言说道 不像 如果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们大致会成锥状 分不往我们这片 区域对岸奔跑 玲玲说道 对岸的多层山脊山上 出现了许多兽群 不单纯是天山牛兽 还能够看见 其他种类的妖兽在狂奔 急动怒狼兽 冰原山兽 天山啸雄 盾脚冰妖 这些妖兽 都是天山的土著居民了 他们占据了整个天山 比较大的生物比重 主要是分布在积雪层 高山层和草垫层 他们会根据季节 对居住的环境进行变迁 比如说到了春季 草垫层的植物资源 会变得非常丰富 也会有大量的小生灵 奴仆及妖魔 供给他们填饱肚子 这些妖兽们 就会集体迁移到了草垫层 都是些等级算 比较高的兽群啊 除了在天山其他地方 确实很难看到这种场面 蒋少旭说道 有一种成百上千名召唤戏法师 一起使用召唤兽巢 这个魔法的即适感 江玉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 召唤兽巢是高阶魔法 能够从召唤兽巢的大门中 冲出来的妖兽等级 至少是战将级 并且多数是属于蛮力型 铁蹄冲撞型 狂造奔跑型 现在从那多层山脊山上 奔竹下来的这群妖兽们 确实也属于这几个类型 一个个肌肉发达 盔甲覆盖 獠牙暴露 别说是一片巨树森林了 放在他们面前 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 也会被他们给踏为屏蔽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那这样往山下 跑是做什么 莫凡感到费解道 兽群们行为很奇怪 如果只是下山的话 没有必要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没见过有什么迁徙的妖兽群体 赶起路来 跟后面有什么追着撕药一样 而且率先抵达了 冰封湖泊中的那些妖兽 他们速度还在加快 争先恐后 又惊慌失措 是遍际了 林林看了一眼湖泊对岸的 苍然一片的冰色 接着说道 这些妖兽 不是积雪层的定居者 他们应该主要是 栖息在高山层和草垫层 他们在春季到秋季 会游荡到冰川积雪层 在最神圣与酷寒的地方 进行自我考验 也想要获得 冰川积雪层的天山宝藏 但冬季的冰川积雪层 却不是他们能够生存适应的 因此 在冬季即将到来的这些时间里 他们会尽快离开冰川积雪层 回到高山层和草垫层 貌似下山的道路并不多 这天池是一个 所以都在这里汇聚 第1988章 天山食物链 他们为什么不早点下山呢 非得等到这个时候 都秋末了 马上最凶猛的领冬风暴就要来了 他们这么没有时间概念 莫凡说道 秋季末的冰川积雪层最为富饶 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世界各地的魔法组织 要来天山大猎谷 来年春季 这条天山大猎谷也不见得会消失 可不单单是因为天山圣虎的传说 玲玲说道 原来如此 那就是说 这些兽群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 是到白茫茫的冰川积雪层寻宝的 莫凡说道 嗯 只是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非要一起冲下山呢 尤其是这个天池 他们明明属于不同的种群 而且严格上来说 他们是竞争者 他们这种状态 就好像现在的我们 玲玲说道 现在的我们 莫凡被玲玲这句话 说得有些迷糊了 我们团队和其他团队 也都是竞争者 却因为这个天池集结在了一起 那些不同的兽群 也是 虽然他们是下山 我们是山上 可到头来 都是要经过这个天山冰池 玲玲说道 玲玲这么一说 大家还真有些恍悟过来 你的意思是 阻挡这么多强大法师 团体上山的 不一定是这些兽群 蒋少旭问道 玲玲没有回答 只是那双充满灵慧的眼睛 盯着那冻结着冰的湖泊 湖泊依然平静 说来也是诡异 明明看上去那么薄的湖泊冰面 经过那一大群妖兽重量践踏 竟然都没有直接碎裂的痕迹 已经大概有七八十头妖兽 冲到湖泊中央位置了 而他们的速度 丝毫没有减缓 甚至更带着几分亡命一般的恐慌 你 高空中 一声啼叫误然传出 任凭兽群的声势有多好大 这从高空降下的尖锐叫声 还是那么清晰 是高处的玻璃光 我靠 那是一头鹰 赵满言指着那泛着金属光的东西说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金属之光从盘旋姿态 变成了俯冲 似一颗垂直撞击地表的小芒星 朝着圣洁冰岸的天山之池中跌落 冰面甚至还能够倒映出 它的极速流光般的身影 So 那极寒古鹰 在离冰面只有五米不到的距离上 忽地打开了雄壮无比的翅膀 竟然完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急停悬空 前一刻 还像如一柄寒光之剑倒叉 这一刻却如静止 羽翼的强大 让湖畔对岸的法师们叹为观止 极寒古鹰 并不是在表演自己高超的飞行技巧 它急停的位置 正是一头钢刺牛兽 奔竹过来的位置 那钢刺牛兽 好不容易看到了极寒古鹰 刚要停止下来的时候 却已经来不及了 咔 咔 锋利 而又充满抓力的鹰爪 直接凿入到钢刺牛兽的骨骼里 极寒古鹰 将移动状态的妖兽瞬间捕获 紧接着又是猛的几个阵尺 竟然将吨位超过他自身几倍的牛兽 给轻松地拖拽到高空 没有任何沉甸甸的感觉 抓一头再幼小不过的小鸡那样简单 一头浑身长满钢刺的牛兽 便被提到了数十米的高空 并不断地往更远处的冰川山巒之中飞去 刚刚抵达这里的麦龙拥兵团 还没有从这个惊人的画面中回过神时 高空中那些盘旋着的光点 一个接着一个俯冲下来 目标正是那些在奔竹的兽群 一头接着一头极寒古鹰 在恰当的贴湖高度 舒展了开斥雄兹 完美的悬亭 在湖泊上方 一个高度平线上绽放 一只只妖兽被鹰爪凿骨 被从湖面上狠狠地拽入到空中 无无可躲 这画面堪比一个工厂上机械流水线 应就是那精确度量好的机械之爪 妖兽们就是传送带运输过来的物件 如此复杂的捕捉过程 在这里呈现出来的 却是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 只是这种感觉 让湖畔对岸的法师们 看得心惊不已 看得毛骨悚然 这 这就是你们不过湖的原因 库马脸上 再没有半思思地困惑了 只要目睹了这么一幕 没有人会那么不自量力地觉得 可以安然无恙过湖 兽群数量何其多 天上的那些极寒古鹰们 却根本没有放走多少头 兽群们别无选择 继续留在冰川层上 它们是绝对不可能存活超过三天的 到时候 必定会被冻成一具冰雕 这个湖泊是它们唯一的活路 只是天空中的死神 没有半点姑息 既然闯了真正的生灵天山 就没有活着离开的可能 好 好可怕 男爵声音带着微颤 最可怕的是 这些极寒古鹰 在这些兽群秋季 进入冰川层的时候 就可以捕猎它们 但它们没有 极寒古鹰做的 只是整个秋季 墨首后天山支持上空 冰川基层郁郁的山林宝藏 这些妖兽们 会漫山遍野地帮它们搜罗 然后在这里送到它们嘴里 灵灵说道 听到灵灵这般分析描述 再有眼前这震撑人心的集体捕猎画面 一种更甚于冰寒的冷意 在每个人心底盛开 也就是说 我们进入到积雪层后 假如不找出另外一条出路来 在下山的时候 一样会遭到这些家伙的高空捕食 莫凡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上山的话 会不会也遭到它们这样的攻击 赵满言说道 肯定会啊 不然这些法师们 为什么聚集在这里 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 那些不同种群的妖兽 之所以结伴同行 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里有极寒古鹰在守株待兔 一起冲下去的话 还能够看运气 逃走那么一部分 一样的 现在那些法师组织们 集结在湖畔 等待其他陆陆续续 抵达这里的别的法师团体 人数差不多够了 就一起冲向湖泊 然后各安天命 蒋绍旭说道 蒋绍旭这话说完没多久 下面卖龙拥兵团的人 就卷起了一阵骚动 看来卖龙拥兵团的人 也知道了所有法师组织们的打算了 可才目睹了那么凄惨与骇然的画面 一想到自己 也将沦为那些妖兽 不是谁都有勇气接受的 第1989章 被认出来了 一想到自身将变成 被送入到屠宰场中的牲畜 生死全看屠夫们的手指向谁 每个人心里 都被笼罩上了一层 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座山 终究还要不要继续攀登 摆在他们面前的 分明就是一条死路 天山之痕就在我们眼前 翻过了多层山脊山 这条大猎谷将直接带我们抵达天山之痕 天山之痕内究竟有多少宝物 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 猎王亚森作为这次集结法师联盟的领袖 不得不在这个时候 安抚一下各大法师团体的情绪 亚森 这些极寒古鹰总会吃饱的 你说我们再多等一批这样的兽群们 下来送死 等极寒古鹰们填爆了肚子 我们相对安全很多吧 逆鸟猎人团的领队赵康问道 亚森摇了摇头回答道 据我所知 这些极寒古鹰是在为冬季存储食物 即便是他们 这种栖息在冰川层的强大古老血统的妖魔 在某些恶劣的节气里 一样有可能被困在巢穴中很长时间 而为了抵御寒冷 对于极寒古鹰来说 肚子填饱是相当重要的 这些兽群往山下冲 冲撞力一样非常夸张 我们也不能趁着极寒古鹰 在捕捉兽群的时候冲上去吧 副团长库马说道 大概在三天前 有一对前辈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尝试在兽群往下冲的同时 他们上山 结果他们用生命告诉了我们 极寒古鹰 明显对我们这些身体里 蕴含着庞大魔法能量的人类 更加感兴趣 亚森说道 并且 极寒古鹰的数量非常多 他们的巢穴 似乎也离这里不大远 天山之池 简直就是他们的盛宴的 来自于自由神殿的一队 特聘探险队说道 自由神殿 是美洲最高魔法协会 地位极高 显然自由神殿的严丝 会对华国神秘天山一样感兴趣 他们为高权重不响 冒生命危险 于是特聘探险队 那到底什么时候适合上山 来自于牧师氏族的行辉说道 等兽群不剩下多少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十分钟之后 同样 这也意味着 大家只有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前进 还是后退 猎王亚森说道 亚森这句话然让很多法师团体都沉默了 十分钟之后 他们的命运将和那些兽群一样 能够抵达天山之池的法师 在社会中都算是有一定影响力了 他们可不像许多小猎人 小拥兵那样一无所有 如此高的死亡率下 已经不单单是关乎到勇气这两个字了 陆陆续续 有一些小法师团体选择了下山 他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折损人员 内心备受折磨 好不容易熬到了这里 还以为前途一片光明 谁知道是这样一幅地狱捕猎场景 他们宁愿保守一点 在高山层或者草垫层 搜刮点东西回去 掉头离开的人占了三分之一 这个比例让莫凡都有些诧异 按理说看到刚才那样恐怖的一幕 正常团体能够留下来的超过五分之一 都算很难得了 看来剩下的人不是因为不害怕 而是对自身的实力有相当大的自信啊 莫凡扫了一眼最终留下来的魔法组织 多数都是在国际上有名投的 其中也包括了赵氏旗帜的和牧氏大旗的 天山出现了一条通往天山之痕的大裂谷 作为国内两大氏族的标杆 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也确实说不过去 是啊 基本上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才不至于被这种场景给吓住 江玉说道 麦龙拥兵团怎么样 走还是前进 蒋绍旭问道 应该是前进 众团体准备出发 整个冰封的天山之池上 弥漫着一股冰冷的血腥味 那些血气甚至凝结成了红色的冰雾 还飘荡在这座湖泊的上空 猎王亚森瞥了一眼麦龙拥兵团的人 目光不经意间 落在了第九番队的这群人身上 之前他就有注意到了 于是笑着问道 你们麦龙拥兵团 什么时候将华国国府队给收编了 华国国府队 库马扭过头去看了一眼第九番队的人 库马只知道 爱江图是华国国府成员 至于其他人 他一个都不认识 在他看来 世界学府之争 无非是一群小孩子之间的课堂辩论赛 怎么可能和他们这种真正的法庭生死博弈相比 所以 他从来就不关心学府之争 原来 是一群天之骄子啊 竟然也有胆量 跑到这天山来 看来能够拿下世界各大高校第一名 也是有点东西的 逆鸟拥兵团的赵康 不禁笑了起来 语气带着几分玩味 那等等可要多照应照应他们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前辈 可不能让一群有这么高名头的 初出社会的大学生们 死在了我们这些法师团体集结下 传出去 我们这些人可不好在国际上混了 哈哈 纽约神殿探险队的博坦说道 几个团队领袖谈论其此事 那些团队人员们也纷纷看向了这里 眼神却未必非常友善 我们被认出来了 关于说道 现在才认出来 我都觉得他们有些迟钝了 蒋少旭说道 我可不觉得是这样 这些年在各国游荡 我发现 那些老社会分子 还真没把我们世界学府之争当一回事 莫凡说道 莫凡亲身经历 自己很少乔装打扮 始终把自己这张帅气的脸 随意洒脱地放在繁华世界中 奈何收到的 可很少有尊敬 赞美 哪怕是被认出来了 十个里面都他妈有八个 是跟蓝星骑士团团斗官利多一个德行 没办法 本身世界学府之争入选的人员 多数背后都有庞大的团体在支撑 在魔法社会多数人眼中 我们就是一群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没有什么社会经历 只会花拳绣腿 江玉说道 莫凡仔细回想了一下 当时世界学府之争提名的状况 还真是实力决定了入选资格 背景确定了名额 不过莫凡又会过来想了想 似乎包括慕凝雪在内 自己身边这群人 还真是一个个富二代 君二代 法二代 也就是说 自己这个实至名归的世界学府之争第一 并不被整个大魔法社会的人接受 正是因为这帮家伙 先一张 今天傍晚六 七点左右会有三张 第1990章 冲天池 准备出发 猎王亚森作为领位事务 显然在这一大群 来自各个地方的强者们 威望非常高 众人也愿意听从他的集体指挥 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红色的冰雾 没有多少具尸体 因为绝大多数被吉函古英 给抓到他们的老巢里去了 囤积食物 以猎王亚森为核心的猎人队伍 冲在了最前面 这群人的实力卓越超群 尽管没有见他们 使用任何的超阶魔法 但从对各种系魔法的掌控来看 基本上实力都在超阶上下了 也难怪这么多 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法师团体会 以猎王亚森的队伍为首 他们实力就摆在那里 面对那些俯冲下来的强大极寒古英 丝毫不见步伐有任何的紊乱 不同魔法技能的切换 与相互之间的配合 让其他法师团体们都叹为观止 冲 死在天山之上 总好过残废在病床 冲啊 没有我们征服不了的地方 天山不过如此 除了麦龙拥兵团之外 还有另外四个大拥兵团 他们的人数 都远比麦龙拥兵团要多 他们的运气 似乎会比麦龙拥兵团好很多 一路上折损的人并不算多 拥兵团和猎人团 组成了这次冲击天山冰川积雪层的人数 随着猎王亚森的队伍在前面如利剑一样开辟道路 拥兵团和猎人团的人开始挺进 他们看上去像是几批正在执行任务的精锐军队 呼呼呼呼呼 青色的风在多名风系法师的组合下 形成了一艘青帆 在这树立而起的风帆下 所有勇往直前的猎人 拥兵都享受到了一种踏风而行的速度 这让那些没有什么移动技能的法师们 可以更好地跟上队伍 不至于出现严重的脱节 麦龙庸兵团的人也终于开始前行了 他们这群人在整个行进大军的左翼位置 主要负责火力上的压制 跟着我的光耀印记走 第一番队的队长鲁修高声吼道 鲁修是麦龙庸兵团的第三位抄接法师 同样是一名进入到抄接仅仅一年的新境 与浮夸无比的概文相比 鲁修的战斗力要强太多了 此人主修光系 他的光耀印记非常的特殊 一旦给那些极寒古鹰打上了光耀印记之后 会根据极寒古鹰释放出来的能量强弱 而绽放出强度不同的印记光辉来 战况从来都是混乱不堪的 有些极度危险的妖魔个体 就是需要激活秒杀 不然会迅速地冲散掉法师们的阵型 从而让整个队伍崩溃 鲁修的光耀印记 锁定的正是那些实力达到了大统领级的极寒古鹰 这些大统领极寒古鹰 扑入到麦龙拥兵团内 可以瞬间杀死很多拥兵 光芒耀眼 率先俯冲下来的 确实是一只大统领级别的极寒古鹰 它的坠落宛如极寒流星那样 冰稳无息却可以在地面上瞬间造成难以想象的毁灭 随着麦龙拥兵团的毁灭法师连续三轮魔法洗礼 这头大统领在下降到湖面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被杀死 这让拥兵团的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别放松 实话闪烁光耀的敌人 鲁修高声命令道 土戏法师站在麦龙拥兵团队形的靠中央位置 他们很快注意到了 有大概十几只极寒古鹰 竟然是从低空位置袭来的 这些极寒古鹰 之前就在那团血色的冰雾中 冲进入到湖泊内时 大家完全没有注意到 幸好鲁修及时用大光药术将它们照了出来 不然 以它们锋利的翅膀那样低空飞来 估计可以将麦龙拥兵团 全部拦腰斩断 研磨之铜石化 先后共有七名土戏法师 锁定了这些极寒古鹰 它们的瞳孔变成了流动的褐色 随着一抹妖异的灰色闪过 石化之力呈现一个扇形状 快速地扩散开 直逼那群低空飞行的极寒古鹰 极寒古鹰们警觉性很强 察觉到有土戏魔法袭来后 又猛地辗转与一猛地拉高飞行高度 石化自然是有范围 看到极寒古鹰们竟然是阳公 鲁修立刻皱了下眉 嘴里骂了一句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脏话 研磨之铜重力地带 就在那些极寒古鹰要飞出石化区域时 一个声音从更后面响起 鲁修转过头去 发现那个杀死盖文的家伙 双眸变成了金褐色 一股雄厚的土戏魔力 如座无形的大山 压在了那片石化技能的地带 极寒古鹰好不容易拔升 升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随着重力地带的出现 这些家伙一个个挥动翅膀 变得越来越吃力 极寒古鹰没有被这重力给压垮 却被恰到好处地拖住了 很快石化之力扫过他们的身体 坚硬的岩流 覆盖在这些极寒古鹰们的身上 让他们短暂地滞留在半空中 过了一会 被石化的极寒古鹰又猛地坠落下来 重重地砸在了湖泊上 化成了一堆碎块 不错 不过没有我命令 不要随意插手别的小堆事情 鲁修对莫凡说了一句 我当然也耽误不了自己的事情 莫凡无所谓地说道 土系高阶魔法 莫凡也算是第一次使用在实战里面了 这研磨之铜 是一种大幅度提升土系掌控力的技能 重力这个能力 莫凡之前就掌握了 可以研磨之铜的方式使用出来 确实可以将飞翔在150多米上空的 极寒古鹰给死死地压制住 这让莫凡多了一种 应对空中生物的妙招 假如再配合上空间系的压缩空间 混沌系的重力颠挡 估计君主级的生物 在自己这多重重力地带下 都会如履年纱里 变得举步艰难吧 君主级 君主级 忽然前方有法师高呼出声音 听上去像是猎王亚森队伍里的强者 极寒古鹰是天山冰雪层中 食物链最顶端的几个种族了 他们和天山模糊 简直是天山的标志 果然在统领级都相当常见的妖魔群体里 君主级极寒古鹰是必定存在的 莫凡抬起头 想看一眼那君主级的极寒古鹰 只是除了看到一轮耀眼的日盲之外 莫凡并没有看到 那头君主级的极寒古鹰 第1991章 兽群在后 就是那个光 我有些睁不开眼睛了 该死 别抬头 会被灼瞎的 法师团体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 叫声此起彼伏 莫凡在知道 那头君主级的极寒古鹰后 立刻往那道夺目的日盲望去 谁知道 锐利的灼光像烈日当空那般 让人双目一阵刺痛 妈的 那英君太霸道了 我们一抬头 就得全部变成瞎子 那我们还怎么知道 那些极寒古鹰 什么时候攻击我 哎呀 一名猎人大师猛地 发出了惨叫声 鹰爪刺穿了 这名猎人大师的背部 还没等痛苦完全传来 他就被拔到空中 周围的人全部都没有反应过来 听到的惨叫声 也只不过是从头顶上空 好几十米时才传下来的 赵康 快让你们的人阻止那头英君的光灭眼 猎王亚森高声说道 为什么是我们 逆鸟猎人团的赵康不满道 那你们来应付前面那家伙 猎王亚森怒道 赵康往前望去 发现前面除了一片冰面 却是什么都没有 可下一秒 冰封的湖面 出现了一道又一道裂痕 看上去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湖泊下面撞出来了 砰 一声巨响 前方的冰封湖面 煞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带着几分热度的湖泊之水 溅洒到空中 但与外面的空气 接触了没有几秒钟时间后 便凝结成了冰珠 然后清脆地打落在冰湖面上 窟窿位置 一头白色的驱魔钻了出来 他的一节身子 仍旧在冰面湖下 拥有着洞穴大口的头部 露在外面 他的身体是驱状 但皮囊却一层又一层地叠在一起 随着猎王亚森等人 靠近天赤的中央位置 这白色驱魔猛地 张开了吞噬石道 白色驱魔看上去 明明只有一栋普通楼房的大小 可那一层又一层的皮囊 却跟肠子一样 可以极大范围地撑开 当这家伙的皮囊 稍微撑开到 看上去没有多少层褶皱与蝶肉的时候 他的石道已经大到 让前方变成了一片恐怖夜幕 漆黑 深邃 满是切割獠牙 这白色驱魔嘴张开的时候 简直可以将一个天池湖泊 给吞进去一般 而所有挺进的法师们 更是一群送入聚精之口的小虾米 天上的家伙我们 我们来搞定 逆鸟拥兵团的赵康看到这一幕 待了片刻才对亚森说道 恐怖到浑身肌肉都在收缩 猎王亚森在进发的时候 就特意提醒过所有人 这个天山之池下面是有东西的 有的时候 极寒古鹰们都可能沦为他们的食物 可谁也没有想到 下面的家伙 是一个如地狱深渊霸主级的存在 这个天山之池 到底是养肥了多少怪物啊 谁认识前面这个狂喷毒口水的东西 赵满言一边施展魔法 抵御头顶上空极寒古鹰的狂兆 一边大骂道 是天山古老虫王 据说是以极寒古鹰和天山魔虎为食的 但是明显这家伙是要换口味了 妖魔多数都对人类比较感兴趣 男爵说道 修炼魔法的法师身体里 蕴含着庞大魔能 就相当于一个能量充盈的魔石 拥有一定智慧的妖魔们 都会将修为高的人类 作为大资补品的 所以行走在外的强大猎人们 不少是靠猎杀高级妖魔发财的 也有不少养强了高级妖魔 白色驱魔的出现 可谓雪上加霜 好消息是 极寒古鹰们 明显也有些畏惧着东西 没敢再无休止地攻击 白色驱魔也不是智障 现在三方鼎立 他没有必要 给极寒古鹰们 作收渔翁之力 所以 在与猎王亚森的队伍 稍微交手了几个回合之后 就马上钻回到了湖泊之下 这家伙对人类感兴趣 极寒古鹰一样 不放过 将庞大的身躯 锁回到天池下面的时候 他顺便带走了几个佣兵 和几头极寒古鹰 走 快走 别逗留 猎王亚森见白色驱魔下湖去了 立刻高喊道 跟这群天山老妖们 在这里斗下去 就是自寻死路 他们能够在食物链的顶端 能够活这么长时间 不单单是有着恐怖可怕的实力 更具备不逊色于人类的智慧 目的是天山之痕 他们要做的 就是通过这里 至于谁死了 谁活下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 本来宝藏之山下面 就会堆满尸骨 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极寒古鹰 根本不让我们靠近鹰眷 不过他的光灭眼 被我们处理了 逆鸟猎人团的赵康说道 这就够了 没瞎的 都给我盯着脑袋顶上 亚森高喊道 极寒古鹰们 在高处盘旋了一会 发现白色驱魔 没有再出现了 终究还是抵挡不住 送上来的人类美食的诱惑 在他们眼里 这些人类就是百年 千年移动人生 战将的极寒古鹰 肯上一个高阶人类 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 体质强化几分 天山这种地方 从来就没有平稳成长 和平发育这种气氛 这里的食物链更为紧凑 弱者必成为暖腹能量 过冬粮食 不继续变强的话 最终结果只有一个 嗖嗖嗖嗖 极寒古鹰 在发动了总体进攻 一道道 寒光笔直的坠落下 他们速度快地 让人反应不过来 一些普通些的防御结界 更阻挡不住 极寒古鹰凶猛的攻势 数百人的法师队伍 不断有人沦为了之前那些兽群一样的命运 兽群明知道 他们在回城的路上 会被收购路费 包括生命代价 可他们还是在秋季络绎不绝地 进入冰川积雪层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巨大的天山宝藏佑 或面前 这天池上演的残酷 可以称之为心甘情愿 龙龙龙龙龙龙 多层山挤山上 一大片震动声 让法师们不得不往那里望去 发汗一样冒出 似乎知道 天池正处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中 要下山的妖兽 竟然再一次出现了 这些妖兽们 之前一直都在山挤山的一些反面 大家本以为 自掐那一大群妖兽 是这一批冲下山的所有了 哪知道还藏着那么多 他们明显 也是闻着动静来的 该死 山上还有很多妖兽区 他们好像要趁乱下山 副团长库马大骂道 第1992章 天山笑雄 猎王亚森 看到兽群在山上 持续不断地出现 整个人也傻了 他们还打算利用兽群来 稍微削弱一下 极寒古鹰的捕捉 在兽群死后 冲向天山 谁知道山挤山上 还有一大批兽群 他们特意等到 人类被极寒古鹰攻击的时候 才选择下山 到头来 这些兽群反而利用了 人类的小聪明 更重要的是 兽群冲下山的这股气势 势必会对要上山的法师团体 造成极大的阻碍 妈蛋 我们被这群畜生被摆了一道 天山的动物 怎么一个个都跟成精了一样 赵满岩一遇到危险 就有一个喜欢怪叫的毛病 他的嗓门 在这一大片混乱中 依旧听得清晰 得有人去挡住兽群 男爵说道 兽群要下山 他们像一群肉蛋战车那样 并排着冲击下来 必定对人类的队伍 造成巨大的冲散 在如此多数量 实力又强大的妖魔面前 法师个体是相当脆弱的 正常情况下 一名高阶法师 很轻易地 就会被统领级的妖魔给杀死 法师们唯有组成这样的阵型 队形才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 尤其是那些猎人团和拥兵团 第九番队 前面挡着 鲁修的声音忽然传来 开得什么玩笑 凭什么又让我们当肉盾 赵满言骂道 难道你觉得 队伍里这般家伙 能够挡得住吗 鲁修反问道 卖龙拥兵团的人 应付天上的极寒古鹰 已经荆蹄力尽了 不少人开始后悔 没有跟之前那群下山的队伍 一起离开 确实 靠他们来阻挡这兽群 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前面去 他们要是死了的话 我们也很难通过这天山之池 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带着队伍往前面赶去 他正准备充当最前面的先锋 莫凡却站了出来 对爱江图道 你的空间细境界更高 最好坐镇中心 这样才能够照料到我们整个队伍的人 其他人的死活 我估计也没有那个闲情去在意 但是我们自己人可不能出半点意外 老爱 你就留在中间指挥全队 保障大家的安全 我和穆宁雪负责打头阵 爱江图看了一眼莫凡 又看了眼莫凡雪 论战斗力 整个队伍里 确实没有人比莫凡和莫凡雪 这两个人更猛了 要说魔法的进攻性与毁灭性 爱江图知道自己 确实远远比不过他们两个人 于是点了点头道 好 我会照料好其他人 你们放心 嗯 大家自己也千万小心 现在整个天池 不仅有极寒古鹰 下山兽群 还有天池下未知的怪物 防御模具随时捏着 可不想 你们有什么事 莫凡对身后的众人说道 这种混乱不堪的战局 不得不让莫凡担忧 大家现在的修为 虽然都很高 可面对的妖魔 同样是最凶猛的 莫凡 寒铁荆棘牛兽 男爵提醒了莫凡一句 并且用一种特殊的阴鬼方式 提醒了莫凡那头 寒铁荆棘牛兽的位置 莫凡顺着声音寻去 发现两头寒铁荆棘牛兽 就在下山兽群的队列之中 他们全身就跟披着 用灰银间长钢钉做的皮甲一样 体型又达到一辆双层巴士的程度 随着他们奔跑的速度 这股冲撞力 确实可怕 混乱之血 莫凡用手 划开了一道非常奇怪的裂痕 那两头寒铁荆棘牛兽 看到了莫凡的魔法 但为了尽快下山 他们打算用自己强壮 而又锋利的身体 去撞开一切 于是 他们直接撞向了那一道 看上去非常怪异的裂痕里 他们宛如 进入到了莫凡为他们 开启的另外一道门内 大概过了半秒钟不到的时间 两头寒铁荆棘牛兽 马上又从裂门中冲了出来 诡异的是 他们冲撞的方向 却是两旁的其他钢针牛兽 寒铁荆棘牛兽的冲撞力 确实夸张 他们分别向着两侧 一口气撞翻了十几头钢针牛兽 就看见牛兽与牛兽 如连环车祸现场一样 身上铠甲 如机械零件那样 洒落飞溅 有的翻滚 有的滑行 有的刚停下 又被后面的牛兽给撞飞 我们头上有极寒骨硬 七只 男爵立刻说道 交给我 莫凡自信地说道 他看了一眼另外一批 已经离得很近的天山啸雄 见他们一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狂暴样子 不由笑了笑道 你们对天上的那些家伙 应该积怨已深了吧 我送你们上去 尽情发泄发泄 银色的星座迅速地描画 莫凡在极短的时间里 完成了空间系的高阶魔法 瞬息移动 一个唯美的银色图座 出现在了那些天山啸雄的脚下 身躯魁梧的他们 正打算一爪子 将面前的渺小人类 给拍成肉酱 可忽然间 脚下的空间魔法启动了 将他们直接瞬息 到了半空中 大概离地面 有七八十米左右的高度 巧的是有七只 极寒古鹰正从他们上方俯冲下来 对于横空出现的天山啸雄 极寒古鹰也有些措手不及 急急忙忙 在那个高度急停 天山啸雄算是少数 能够与极寒古鹰抗衡的生物了 但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劣势 就是永远都够不着极寒古鹰 往往会被一群极寒古鹰 给活活折磨至死 忽然之间 天山啸雄发现这些极寒古鹰 往他们宽厚的怀里送上来 于是 完全一种本能地 挥舞起了天山神力雄爪 啪 一片血肉模糊 天山啸雄的神力雄爪 连极寒古鹰都承受不住 这几头撞上去的家伙 直接伸手一触 挡住兽群 你们逆鸟猎人团的人 尽快挡住兽群 怎么什么脏活累活 都是我们做 他妈的 天山怎么还吓起白色狗熊了 逆鸟拥兵团的赵康大骂道 不知道这几头天山啸雄 怎么上去的 别管那么多了 快冲 快冲 英军出动了 英军出动了 不是之前那只 天哪 有两头君主级的极寒古鹰 赶紧让猎王亚森出手 猎王亚森正在死死地盯着 那头在天池下面的白色驱魔 他觉得 这家伙的威胁一样非常大 可没有想到的是 极寒古鹰中又出现了一头君主级 看来极寒古鹰的主将 陆续被派遣出山了 第1993章 有人搅局 莫凡 你他妈在玩咋耍呢 赵满岩在后头 见莫凡将空间戏魔法 和混沌戏魔法 运用的这般花哨 不由吐槽了一句 这叫锐智与艺术 难不成像你 这个智障一样 把全身包裹成圣斗式铠甲一样 然后一头撞上去 莫凡说道 不同系的魔法 在莫凡的手掌间交织 经过多次强化过的出街魔法 中间魔法 在这种混乱场面下 还是非常适用 往往可以起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 兽群可不是一群温和的生物 随着更多的妖兽 试图逃离天山冰川积雪层 莫凡面前出现的妖兽 越来越多 小技能 已经不足以解决 眼前的巨大问题了 都闪开 都闪开 我要释放兽巢了 麦龙雍兵团的鲁修 大声说道 鲁修开启了自己的召唤之门 便看见一群全身披着厚厚长毛的 獠牙野猪怪物出现 他们发出了嘹亮的吼叫声 一拥而上 长毛獠牙野猪 大概有四五十头 他们体型接近一辆越野车 奔跑起来的厚厚的体子 踏在冰面上 让冰面出现了众多的裂纹 只是 前方那些钢刺牛兽 和天山啸雄完全没有把这群长毛撩猪放在眼里 两边相互冲撞 就看见那群长毛野猪 一个个血块飞溅 一个个翻到在地 完全就不是一个重量级与力量级的 妈的 他们数量太多了 鲁修骂了一句 你还是靠后点 我来吧 莫凡对鲁修说道 你 鲁修轻蔑撇了撇嘴道 难道你的召唤兽巢能比我得强不成 劝你还是好好用你的雷系魔法 依我看你就这点拿得出手了 所以你让一让 莫凡重复了一句 鲁修狠狠地瞪了一眼莫凡 却发现 莫凡莫凡身上 泛起了月白色的光 一道道星图 交织成了一扇 华贵唯美的月痕大门 大门树立在冰雾飘动的冰面上 缓缓地朝着妖兽群 驶来的方向开启 一声声咆哮从月色之门中响起 如奔流一样的寿息泄出 紧接着 就是一个个魁梧的身影 肆虐地从门内的另外一个世界冲撞出来 就如同一头看到了鲜红色的公牛 全身都透出了一股子狂躁与暴怒 那浑身都覆盖着乌金色铠甲的岩兽 迈开了充满力量的四肢 盯着前方的妖兽 直接冲了上去 毫不畏惧 无尽铠甲的岩兽 看上去像一头头地龙 背上 还有尺壮耸聪耸 还有尺壮耸 而起的被肩甲 头颅位置的鸡脚 更是如骑士冲锋时的长枪一样凌厉 随着这样的乌金岩兽 成群结队地从次元之门中冲出 践踏在冰湖上 丝毫不逊色于那冲下来的兽群气势 碰 碰 乌金岩兽与钢刺牛兽 天山啸雄们 终极力量碰撞 后时的铠甲 与连着血的肌肉 顿时飞溅开 最纯粹 最野蛮的较量 必定是身体最为强壮的一番获胜 没有任何的战斗技巧 并且 乃一方在这个时候 有稍微的胆怯与退缩 一定会被 撞得四分五裂 乌金岩兽的野蛮健壮 莫凡的召唤兽巢 可不只有那群白色魔狼 之所以 一直呼唤魔狼军队 是因为从整体实力和调遣方面 都要优秀于这些随机 从召唤位面中 呼唤过来的兽巢 每一个召唤之门开启 都可以呼唤出 完全不同的召唤兽 莫凡自己也清楚 这种场合下 将白色魔狼们呼唤过来 只会出现大量伤亡不说 还沦为那些极寒古鹰的捕捉粮食 远没有现在的这乌金岩兽群 来得直接了当 乌金岩兽简单粗暴 兽群们冲入到冰面天池中 看到乌金岩兽也一脸的猛 纳闷这些浑身乌金岩石覆盖的妖兽 是一群脑残骂 冲错了方向 头顶有极寒古鹰 可以在它们高速奔跑的情况下 将它们捕捉到 面前还出现了一群阻碍 于是一片兽养牛翻 这些体型厚实的家伙 在光洁的冰面上翻滚 莫凡 你的召唤兽巢有点牛啊 那些妖兽群都要绕到了 江玉看到这一幕 眼睛闪亮地说道 江玉自己也是召唤戏法师 他很清楚 召唤兽巢 也是召唤法师实力得一个大鸿沟 强的召唤法师 一个召唤兽巢 那真叫百兽下山 猛龙过江 那些没有什么专精的一个召唤兽巢 简直像一群小鸭过河 鲁修召唤出来的那群长毛撩猪 就是属于后者了 魔法这东西 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对比的 不与强硬无比的天山妖兽较量一番 又怎么知道 某些小魔法 在它们面前不堪一击 依靠一些 模具完成的大兽巢召唤 算什么本事 鲁修被莫凡完全给比下去了 但一切功劳 都归在了莫凡手上的那枚戒指 鲁修眼力还算不错 知道莫凡能够一口气 召唤这上百头乌金严兽 很重要的因素 是魔眉戒 只是 即便是魔眉戒让莫凡的召唤变强 那也是自己一口一个惊魂未强的 对于这种打死不认输的人 跟他计较也没有意思 麦龙拥兵团 在莫凡的这个召唤兽巢开路下 明显顺畅地前行了不少距离 反观别的几个法师团队 它们倒真的被妖兽群们给截住了 被困在了冰封天池的中央位置 那里的上空盘旋着大量的极寒鼓音 它们疯狂地捕猎 不少法师都被直接拖拽到了天空中 义义义 忽然 麦龙拥兵团的上空又出现了一大群翅膀 这些羽翼在不同的高度上交错飞翔着 有的速度快的 甚至只能够看见它们的残影 狡猾的极寒鼓音 总会有一些试探攻击和突然袭击 稍有不留神便会在背后出现一双锋利的爪子 刺穿肋骨 怎么回事 这些家伙忽然间全攻击我们 赵满言一下子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他的几个结界都被极寒鼓音猛坠给打破了 蒋绍旭皱着眉头 眼睛忽然间锁定了逆鸟拥兵团里的一名 穿着黑红色衣服的烟熏装女人 骂道 那个贱人他用心灵系魔法将极寒鼓音的仇怒转到我们这里 由此来分担他对我们的负担 第1994章 人来犯我 蒋绍旭自己是心灵系法师 他刚才就很奇怪 怎么明明随机攻击的极寒鼓音 会忽然间在他们这里头顶上汇聚 稍微用心灵感知一探 便找到了原因 愤怒情绪 那个黑红色女法师 将愤怒情绪转嫁到他们这群人的身上 这让盘踞在他们头顶上空的极寒鼓音 一下子增加了三四倍 Soul Soul 江玉 小心后面 男爵忽然间大叫道 江玉正在召唤自己的兽巢 他的兽巢 虽然没有莫凡的霸道 可一样可以在前方冲开一条很干净的道路来 谁知道 背后忽然传来剧痛 一根锋利的爪子从他的肩胸位置刺了进来 喵 叶罗刹反应相当快了 猫之利爪及时飞来 生生地将这头极寒鼓音的阴爪给削断了几根 可惜极寒鼓音还有一根爪子在江玉的背上 江玉被猛地提到了半空中 喵 叶罗刹在一跃而起 利爪猛地由上而下 来了一个满月黑刃嫂 灵力的爪子直接破开了极寒鼓音的身体 小小的叶罗刹在极寒鼓音面前 其实也就跟一只跳蚤没有多大的分别 可这娇小玲珑的猫躯里 就是蕴含着可以撕碎熊鹰的可怕力量 极寒鼓音被破开 身体里的东西全部泄露了下来 无比可恨的是 这头极寒鼓音在临死前 竟然将江玉狠狠地往更高处抛了上去 竟然与更高处的同伴完成了空中食物接力 叶罗刹看到江玉没有安全着落 怒得全身黑色发亮的毛发都立了起来 他速度快地像一团黑色的光影 借着一头低空飞行的极寒鼓音 叶罗刹在他的翅膀上一个弹跳 急速追上更高处 那头抓住江玉的极寒鼓音 那极寒鼓音加速非常快 潜住了猎物后马上就朝高山上飞 叶罗刹并不会飞行 他只能够凭借着卓越的身法 在那群高低不同的极寒鼓音杯上 不断地弹跳 飞越 江玉被抓上去了 赵满言有些迟钝地大喊道 爱疆图好不容易保护下蒋少旭 一抬头发现有人被拖到了天空 眼神一下子变了 正要强行追上去的时候 一层又一层的翅膀覆盖了上来 让刚要升空的他生生地被堵了下来 那个贱人 江玉要是有什么事 他也别想活 蒋少旭怒骂道 心灵魔法谁不会 要玩星际蒋少旭还会怕他吗 既然他不忍 蒋少旭也不必跟他们客气 蒋少旭同样施展出了心灵涟漪 他将一种恐慌的情绪 注入到了那些慌不择路的妖兽们身上 妖兽们本来就受到了莫凡的兽巢冲撞 在麦龙拥兵团这里绕到了 这会再加上蒋少旭的群体心灵恐慌 于是原本要冲向麦龙拥兵团的那些妖兽 一下子全部往那个逆鸟拥兵团的女人位置拱去 红黑衣服的女人全神贯注地 在利用极寒谷阴祸害别人 殊不知一群带着蒋少旭愤怒的妖兽群 已经往他们那里撵了过去 我飞不上去 江玉怎么办 赵满言抬着头望去 发现天空中已经有些不见疆域的身影了 极寒谷鹰数量一下子出现太多 他们这群人也应付不了 叶罗莎不会飞 她这样勉强追上去 有可能自己性命都不保 男爵说道 咯吱咯吱罗咯吱 大家正担心将欲安威时 头顶上方莫名地凝结起了一只一只冰云母来 他们毫无征兆地出现 同时又拥有很强的粘腹能力 可以将附近的极寒谷鹰给吞噬到冰云母的身体里 让其彻底丧失所有的能力 冰云母侵略性极强 那一大群极寒谷鹰被粘附了大半 随着一缕封边成螺旋式飞舞上升 所有被粘附着的极寒谷鹰被打成了冰渣碎片 冰渣如雨一样落下 冰云母与封边之间悬浮着一个身姿妙蔓的优美身影 一头银色艳美的头发舞动着 千叶锋刃 一个如五步般的旋转 漫天的青色锋刃如同柳刀一样朝着四面八方高速打去 一道青色锋刃伤不了极寒谷鹰的坚韧羽毛 那么成百上千的锋刃掠过呢 极寒谷鹰化成了一片血雾 从空中洒落了下来 千叶锋刃淋漓的往方圆异宫里的生物身上 肆虐刮过之后又迅速地回到慕宁雪的手上 换成了一道巨大的锋刃魔剑 涂风斩 一抹青色的线雾然出现在蔚蓝色的晴天上 远处已经快要飞到高山上的那头 捕捉着江玉的极寒谷鹰身体忽然间在空中一掷 下一秒 那极寒谷鹰身体无比规则的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片缓缓地落了下来 江玉也落到了地面 慕宁雪看了一眼距离 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叶罗刹 对叶罗沙道 去保护他 叶罗沙眼睛里闪烁着一抹感激的光 迅速地朝着江玉 摇落下的地方奔跑了过去 叶罗沙身材娇小 在大型生物眼里 确实跟不起眼的小兔子没有什么分别 这也让他在这昏乱不堪的战局中 更加来去自如 也压根没有什么生物会理会他 江玉身上有件君主及都撬不动的楷模具 一时半会应该死不了 关于开口说道 还好打下来了 要是被拖到极寒谷鹰的巢穴里 那金刚不坏楷模具都要凉了 赵满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旋即看了一眼空中大杀四方的慕宁雪 不由得到 关键时候还是得靠慕女神啊 看看莫凡那搓样 一身七个戏魔法 真正顶用的不见得有多少个 老子是陆地鸭子 下水的 飞天的 我都管不了 但你们谁要是在陆地上出了事 死了我莫凡给你陪葬 莫凡听了赵满岩的话 马上就炸毛了 空中的事情 能算事情吗 不会飞 是自己的错吗 自己又不是他妈的天鹅 海陆空三项圈呢 江玉好像变成第一个上山的人了 赵满岩说道 你也可以去搭这个顺风车 男爵没好气地说道 伙伴们 那件人 你们打算怎么办 蒋少旭愤怒未消地说道 不是那个家伙 将极寒古鹰全部吸引过来 江玉也不至于坐了一次鹰飞机 差点小命都没有了 人不犯我都犯人 何况人来犯我 动我们国府大队的人 一起整死他呀的 莫凡骂道 第1995章 赵家家丑 莫凡 现在局面这么混乱 要不先算了 等过了天池再找他们算账不迟啊 男爵求稳地说道 等事情过了 有点脑子的都会死不认账的 这种事情就是需要当场解决 你们跟着慕宁学往前走 我去搞死那女人 莫凡说道 你这家伙怎么过了这么久 脾气还这么早 男爵无奈地说道 我不造啊 我很心平气和 莫凡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他没有使用瞬息移动 可身影却没有任何预兆地 窜出了两三百米远 最多只能够看见一缕缕黑色的蚕息 接下去的行踪 也是诡异地难以捉摸 好像他的盾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带使用 莫凡这家伙 暗影戏修为怎么变得这么夸张了 关于看着莫凡那鬼魅行踪 不由地吓了一跳 他关于好歹算是刺客法师 讲究的就是一个字 飘逸 再看看莫凡 那在混乱战场之中穿梭的身法 那么多高强的法师 都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小妖女呢 蒋少旭转着脑袋 忽然间发现 那个长相漂亮的小个妖精的混血少女不见 于是急急忙忙往天上看去 担心他是不是被急寒古鹰给抓到天上去了 他跟莫凡去了 玲玲说道 你干嘛叫人家小妖女 多刺耳 关于说道 难道不是吗 像这种女孩子 放在古代 就是霍国殃民的 也不知道 慕宁血腥怎么那么大 就不怕出点 什么乱子 莫凡从头发到脚趾头 都不像是一个证人君子 蒋少旭说道 话说 那小妹妹这样跟莫凡过去没问题吗 她能保护好自己吗 关于非常担心地说道 关于你就别瞎操心了 你口中的这个小妹妹 比你还能打 你们应该可以应付吧 我跟莫凡去搅局好了 赵满言想了想 搞人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少了自己 你们能不能专心点 江玉才刚出事 他不是没死吗 逆鸟猎猎人团 在国内数一数二的猎人大团 其中 赵康正是逆鸟猎人团的一位小团长 受赵氏士族的雇佣 前来天山 事实上 赵满言一直都知道 逆鸟猎人团背后的大赞助人 就是赵有钱 而赵康这个勉强 算是赵满言堂堂哥的家伙 会在这里面担任要职 也并非奇怪的事情 赵满言已经乔装过了 赵康和赵满言 接触的并不多 他并没有认出赵满言来 不过赵满言很清楚 这个赵康 是一个和赵有钱走得非常近的家族成员 据说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赵有钱都是让这个赵康去做的 为此 赵满言老爹 还和赵有钱大吵过一次 大概是在世界学府之争决赛没多久 往逆鸟拥兵团那边靠近的时候 赵满言也将这个赵康的背景 给莫凡大致讲了一遍 赵有钱有干不少黑勾当对吧 莫凡开口问道 嗯 我爹又不是弱智 我明显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他最后把位置传给我 无非是看穿了赵有钱 做的一些有损赵氏名誉的事情 虽然说 做生意的人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但要真得想做长远 做大 底线是一定得有的 什么钱可以赚 什么钱不能赚 赵满言看到了赵康 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很多事情 这个赵康算是赵有钱的马钱族了 以前就经常看到 他跟一条狗腿子一样 跟在赵有钱的身边 赵满言以前就很看不起这个赵康 未想到他现在居然都混到了 逆鸟拥兵团小团长的位置了 由此看来 近几年他的手上 应该沾了不少肮脏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还以为你爹是无脑偏爱小的 才引发了你隔边犯病 莫凡一边朝着逆鸟拥兵团靠近 一边询问道 本来他以前积累的那些事情 要东窗事发了 我爹也看出来 如果家里面的位置落在他的头上 赵氏名声肯定抽得不行 这才改变了主意 你知道赵有钱有多丧心病狂吗 他捂死了他他妈亲爹后 把自己以前干的事情 全嫁祸到我爹身上 来一个死无对证 搞得我爹的国际追悼会上 被一群暴徒闯入 灵堂被砸了得稀烂 几十年的名声被毁得不成样 真得让人忍无可忍 赵满言提起这件事 便咬牙切齿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 莫凡挑起眉毛道 家丑谁爱提 我也没见你 提你丈母娘和后妈的事情啊 赵满言说道 卧槽 你吃炸药啊 再搞死那个女性灵法师 之前我先把你做了算了 莫凡骂道 先搞他 那个赵康别弄死 我留着他有用 赵满言说道 状况很简单 赵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歹毒之人 让那位女性灵法师 将极含古音情绪 转移到国府队的人 就是赵康 赵康对国府带着不少怨念 显然是赵有钱的关系 不然这么多法师团体赵康不选 非要选他们国府队伍 还是说 他们觉得 国府队伍的这群年轻人 好欺负 不管是哪个原因 赵康和这个心灵戏女法师 都不会侵扰 阿帕斯 能操控天上那些极寒古音吗 莫凡回头问道 极寒古音心智很高 很费劲 阿帕斯回答道 他的目光往那穿着红黑衣的女人身上扫过 却是浮了浮粉红色的唇角 露出了小鞋 恶表情道 操纵他 反而简单很多 你可以直接操纵他 莫凡诧意道 他的心灵有很明显的破绽 修为虽然比智女高 但远没有他那么扎实 阿帕斯说道 智女 莫凡一阵纳闷 说的是蒋少旭吧 赵满言说道 人家是美人质 不知道为什么从阿帕斯嘴里说出来 就怪怪的 算了 蒋少旭也给阿帕斯起外号 他们两个爱怎么称呼 就怎么称呼吧 阿帕斯 让他脱掉全部 跑到最前面 兽群刚管武 然后让兽群撞死他 赵满言说道 阿帕斯对赵满言的变 太要求 充满了鄙 第1996章 以牙还牙 赵康队伍 已经快要靠近山下了 他特意看了一眼 卖龙拥兵团的人 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黑桃 他们好像损失的并不大 赵康对身边的那位 黑红心灵戏女法师说道 他们队伍里应该有高手 李登皇室看来 这次是在天山圣连上 花了不少钱 请动了那么多高手 黑桃说道 亚森他们 好像和李登皇室关系很好 假如他们 获得了天山圣连 十有八九 会卖给李登皇室 王妃派系吧 赵康说道 猎王亚森 我们可动不了 他们实力太强了 黑桃低声道 那就多在 卖龙拥兵团上下点功夫 赵康狠狠道 康哥 我有些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非要打压 为李登皇室效力的人呢 黑桃不解道 大哥和李登长孙是兄弟 李登长孙让赵有钱大哥 把前往天山的李登佣兵给处理掉 等老王妃一死 赵有钱大哥就可以做李登皇室那边的生意了 黑桃 皇室的城堡有住过吗 等事情成了 哥带你在那里住上的十天半个月 让你享受一下 什么叫皇室身份 赵康说道 黑桃眼睛立刻放亮了起来 皇室城堡 那种地毯上铺满了鲜花 墙壁上镶着珍宝 就连吃一顿早餐 都有好几个女仆在一旁伺候着的生活 可是康哥 我们要弄死卖龙拥兵团的人倒简单 猎王亚森他们救 这个任务有点难 一路上我们也损失不少人 黑桃说道 放心吧 我们这里不成 赵有钱大哥那边还有一招 嘿嘿嘿 赵有钱大哥就是喜欢双重保险 没办法 钱哥就是做大事的人 赵康眼睛里闪过了几分毒光 两人攀谈的话语 一字不差地落到了阿帕斯的耳朵里 阿帕斯也顺便转述给莫凡和赵满言 原来是李登皇室 我说赵有钱怎么会派人到天山这里来 他生意再怎么扩展 也不至于到天山来发财 赵满言恍然大悟 其实自己早应该想到这一层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赵有钱就和李登皇室的人走得很近 也一直想要做中东那边的生意 李登长孙就是最好的切入口 赵有钱的双重保险 什么意思 莫凡有些费解道 无非是把那个怀有继承者的女人给做了 阿帕斯轻描淡写地说道 赵满言冷了一下 刚才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会听阿帕斯一说 顿时浑身一颤 赵有钱是越来越丧心病狂了吗 如果只是派人来阻止卖龙拥兵团 不让他们拿到天山圣连 那赵满言没觉得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毕竟派系之间的争斗 本身就不可能风平浪静 赢招 狠招 谁都会打出来 可是对那个李登老王妃的小孙媳妇下手 这真的毫无人性了 你哥是有点扭曲了 莫凡说道 妈的 再这样让他搞下去 我们赵家珍就完了 人在坐天在看 我不信他赵有钱 真得每次都能够把手上的鞋给洗干净 我得尽快把赵有钱 送到全国最有名的神经病院去 赵满言愤怒道 人家应该没有精神病 就是残忍扭曲了点 莫凡说道 谁管他有没有 难道你不知道 很多大家族内部的争斗里 像我这样 不至于大义灭亲的人 多半都是把输掉的那一方 送到精神病院去 反正你要是听话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拉撒 你就可以舒坦地做一个废人 要是还想搞一些乌七八糟的 那精神病院 就有一套专门的刑具伺候 你以为人家精神病院的医生 不知道你是正常人 重点是 人家需要你 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赵满言说道 莫凡听得惊差不已 大士族原来都是这么搞的呀 学到了 学到了 而且 这种精神病院这种费用很贵的 我把赵有钱送进去 每年估计还得花上的八九十万的 有这钱我养个 金丝确不好 赵满言说道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还想送你搁进精神病院 我看你 更像是如假包换的 莫凡说道 有钱不是什么都可以的 是 有钱是请不动 静咒法师当保镖 但关键时候 让人家静咒过来 给他站站台 呈呈场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不知道 你的千年老王八 打不打得过静咒法师 莫凡问道 赵满言沉默了 过了半晌 他狠狠地盯着 逆鸟拥兵团的赵康和黑桃道 这对狗男女 竟然搞我们大国府队伍 先处理了他们再说 还给老子惦记着 去李登皇室当贵族梦 我先送他们 进天山停尸池 你很真实 碰 前面冰封的湖猛地炸开 冰片像剑刃飞雨一样射来 窟窿中 一头全身皮肉 一圈又一圈叠 层在一起的巨区 怪物立了起来 他的身体 好像可以无限拔场一样 从一开始的十几米没多久 就拉伸到了 有一座摩天大厦那么高 大口声声地 将盘旋在空中的一群极寒古鹰给咬入进去 逆鸟猎人团的人正前行 哪知道白色驱魔出现在前面 吓得如冰棍一般立在原地 嗨 还好他的目标不是我们 猎人团里的一位猎人大师说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大家别轻举妄动 别惹他 赵康对猎人团的人说道 这个时候 黑桃往前站了几步 他的头发莫名地扬动 一丝丝心灵之连 从他的眼眸中 传递到那头正专心捕捉 极寒古鹰的白色驱魔 黑桃 别动这个家伙心思 这样反而会触怒他 赵康急急忙忙说道 黑桃没有听 依旧在使用心灵魔法 黑桃 你这贱货在干什么 我他妈叫你不要惹他 赵康暴怒道 哦 似乎感受到了心灵魔法的挑衅 白色驱魔猛地将脑袋弯了下来 只有大口的头颅 对着逆鸟猎人团的人 赵康脸色都变了 一旁的黑桃 这才回过神来 当他发现 头顶上那摩天怪物 正朝着他们宣泄着愤怒时 黑桃自己也傻了 怎么回事 自己在干嘛 为什么会对这个怪物 施展激怒与挑衅之意的心灵魔法 第1997章 各队结盟 白色驱魔的杀伤力 可是要比极寒古鹰强上许多 尤其是他盯上了某个目标之后 赵康发现情况不妙 立刻就朝着猎王亚森那个队伍逃去 自己猎人团的人随后就遭受到了白色驱魔的肆虐 逆鸟猎人团惨叫声在天池中响起 有好几个猎人大师都被那可怕的白色驱魔 给直接拽入到了冰层下面 冰层下面是一片寒冷刺骨的湖水 湖下还潜藏着什么 到底有多深都不得而知 被白色驱魔给一口闷下去 并带入到湖下的人 不管修为高低 肯定是活不成了 你这贱人到底在干什么 猎人团的成员都不是傻子 他们清楚地看到 黑桃对白色驱魔施展了心灵系魔法 紧接着白色驱魔就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其他人法师组织 现在陆陆续续都靠近了山下 大家的合作关系其实非常薄弱了 没有人会愿意回头去救人 逆鸟猎人团被白色驱魔那么一阻隔 再加上极寒鼓音的争抢 队伍伤亡惨重 赵康跟在了猎王亚森的队伍后面 好不容易逃窜到了山脊山处 救我 康哥救我 黑桃在冰面上狂奔 甚至碍事的外衣都脱掉了 就希望自己能够跑得再快点 哼 就因为你妹的那点破事就怀恨在心 要这样报复我 既然你自己想死 那就怨不得别人 赵康狠狠地说道 你说什么 你和我妹妹 黑桃冷了一下 赵康哪里会理会黑桃的表情 面对黑桃的呼救 他反而手一扬 施展出了一道岩石山坪 山坪从冰面上无征兆的隆起 阻隔住了黑桃逃跑的去路 黑桃显然不属于伸手矫尖的法师 当他看到前面隆起的岩石 看着赵康那张冷漠的脸 迅速地被无情的岩石给遮挡 黑桃浑身都在剧烈地抖动 而在黑桃的背后 冰块崩碎 白色驱魔慢慢地逼近 那一张吞天大口猛地张开 将黑桃这个胆胆挑衅他的人类 收入腹中 你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队员呢 猎王亚森说道 他死有余辜 竟然去激怒那头怪物 差点害死了 我们全对 赵康不屑地说道 是吗 猎王亚森也没有再做过多的评价 他看了一眼逆鸟猎人团的其他成员 发现这些人倒是一个个身怀绝技 分散开了之后 他们陆陆续续地抵达了山下 至于其他还停留在天池中央的法师队伍 猎王亚森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他们明显没有处理好妖兽群 被死死地堵在了天池的中央部位 而那里极寒古鹰覆盖密集 不从那里冲出来的话 肯定是没有什么存活的几率 怎么样 有多少队伍冲过来了 亚森询问道 麦龙拥兵团的人抵达了 纽约神殿的探险队 他们好像全员安全抵达 逆鸟猎人团损失了一些人 牧师的人好像惨重了一些 只剩下大概五个人了 天兴拥兵团也比较顺利 其他的估计就对不成对了 亚森身旁的一位女猎人说道 修为低的死了很多 确实他们很难过得了极寒古鹰那一关 众多法师组织 像猎王亚森这个修为比较高的猎人队伍 保存的还算完整一些 这种环境下实力足够强大 是最大的生存保障 至于那些人数众多的拥兵团和猎人团 说白了生死看命 运气好就活过来了 运气不好 基本上变成了天山猛兽的口粮 死了很多人 冲天池前和冲天池后 人数消了有大半 这天山宛如鬼门关 现在怎么办 大家各奔东西 还是继续集结在一起 副团长库马问道 麦龙拥兵团 从11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38个 库马自己也处在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 他们才抵达冰川积雪层 还只到天山之痕的入口处就死了一大半 先不说能不能得到天山圣连 即便获得了又有几个人能够活着离开 天山远比我们想象中得可怕 如果单独行动的话 估计没有多少队伍能够有幸存者 猎王亚森说道 你的意思是 大家联盟 库马说道 嗯 天之痕内的妖魔 最低都是统领级 君主级别的生物 很大概率会撞减 并且还不止一两只 我也知道 大家有自信应对一头君主 可两头 三头同时出现的状况 估计大家都没有把握逃走吧 猎王亚森说道 我的人死得差不多了 联盟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规矩的定好 牧师的领头人行辉说道 愿意联盟的 我只希望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团结一致 有人从中作梗的话 我亚森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亚森重重地说道 好像有人并不太愿意结盟 赵康说道 那无所谓了 不联盟的 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不强求 库马作为麦龙拥兵团的首领 他是非常相信 猎王亚森的为人 提出结盟的时候 库马马马上就同意了 主要是 天山已经把库马的所有自信 给蹂躏的一点不剩 队伍的这些残兵败将 若不依仗大部队 如何在更可怕的天山之痕中存活 你们牧师有点丢人啊 看看童子军 他们可是 只死亡一人 自由神殿的博坦嘲讽道 行辉瞥了一眼 卖龙拥兵团第九番队的人 这队人 竟然安然无恙地 从天池中走出来了 他们平均实力抄接 亚森说了一句 猎王亚森 对国府队伍 已经完全有改观了 他们这个猎人队伍 平均实力 也才达到抄接的限 可那群年轻人中 基本上都是抄接修为 要说精英 恐怕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吧 奇怪 这山上面 怎么有几个废弃的帐篷 忽然库马说道 亚森往那里望去 还真发现了 被冰雪没有完全覆盖的帐篷 饮用壶 还有几件破损的衣服 好像已经有人 比我们更早进入天山之痕了 亚森皱起眉头说道 不会是那群人吧 除了他们 也没有别的队伍 有这么恐怖的实力了 第1998章 打一顿就老实 莫凡和赵满言 将将狱从山背后面给接了回来 将狱状况还算不错 也就摔断了两条腿 胳膊靠近胸膛位置 被阴爪刺穿 外加脑壳磕在岩石上 有点头破血流 我看你是在帝都止醉金米酒了 连一点生存意识都被抹平了 着陆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身体触地吗 赵满言抬着满身是血的江狱 喋喋不休道 你别说了 他是脚找地的 不然腿怎么断了 折地后滚到山背下面 脑袋才撞破的 莫凡给不能够说话的江狱辩解道 哦 我错怪你了 幸好我跟莫凡两个人及时赶过来 不然你小命就没有了 另外 我们在冲过来的路上 顺便把害死你的女人给做了 你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 赵满言说道 不 我觉得我还可以 还可以抢救一下 江狱声音轻弱得道 麦龙拥兵团里 没有治愈系法师 唯一的那个医生 大概已经在某头急寒骨音的肚子里 正被消化了 还好麦龙拥兵团选择了结盟 不然江狱这种状况 没有治愈法师 基本上熬不过一天的时间 天寒地冻 冷风如箭 正常人都承受不了 更别说这种满身是伤的 队伍里伤者这么多 我们总得挨个挨个来吧 你们想要优先治疗你们的伙伴也行啊 让国府最耀眼的大美人慕宁雪 来给我们跳断咽 五 让我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 那我可以先帮你们朋友治疗治疗 探险队的伯坦摆出了一副老刘 忙得姿态说道 你可能是不知道 慕宁雪是暴躁天王莫凡的女朋友 你这些话 最好还是不要让他本人听见 爱江图对伯坦说道 我知道 莫凡嘛 学府之争最强 号称青年法师第一人 还是全世界名头 我其实早就想领教领教了 自由神殿的伯坦说道 爱江图见伯坦并不愿意施救 眉头也紧锁起来 返回到队伍 爱江图将伯坦的态度告诉了大家 当然自动省略掉了 他那段对慕宁雪的调侃 免得莫凡真就提到杀过去了 莫凡这人是什么脾气 爱江图非常了解 老爱 我跟你说 和国际有人聊天的时候 就不能够太客气 我去一趟 保证他马上过来 给江玉治疗 莫凡站了起来 准备亲自出马 别 别 我再想想办法 爱江图急忙劝阻莫凡 能有什么办法 治愈法师就一个 他们自由神殿探险队一名 说实话 南荣尼这女人是恶心 可有的时候也非常管用 下次出门 无论如何 都要勾搭到 一名治愈法师 不然真得难受 你看那博坦得意的样子 感觉全世界的人都要求他一样 赵满言说道 当时国府队伍治愈法师就一名 南荣尼 如今 还是慕宁雪的死对头 以前有慕白这家伙在 他这个半吊子 要是关键的时候 还确实能够起到治愈作用 尽管赵满言 很恐惧他的那些治愈方式 阿帕斯 你会疗伤吗 莫凡走到阿帕斯的身边 认认真真地问道 美杜莎像是会治愈 复苏之光的种族吗 阿帕斯反问了一句 我觉得 你可以扩展 一下自己的业务 别总学一些骇人的东西 这样 美杜莎会 渐渐成为 人类最好的朋友 莫凡说道 呵呵 阿帕斯眼睛一瞟 懒得理会莫凡 男爵与爱江图 前去和猎王亚森商量 话还没有说上几句 就听见不远处 传来了几声嗷嗷大叫声 这个莫凡 果然和传闻说的那样 一点道理都不讲 猎王亚森 无奈地笑了 男爵与爱江图 站在那里 愣愣地看着莫凡 拽着 伯坦脖子后面的领子 一路拖到了江狱的面前 莫凡一边拖一边骂 喝口水 你呀喝半小时 非得逼我动手 自己十项点过来 奶上几口 让我朋友恢复一些不好吗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伯坦直接认怂了 伯坦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那个架在自己裤裆下凉凉的东西是什么 但一回想起那份惊悚 弹处仍旧隐隐进鸾 治好了我朋友 去篝火那边 给我们跳个钢管舞 不然你今天别想安然无恙 莫凡踹了伯坦一脚 骂道 这 这我不会钢管舞啊 伯坦说道 你会什么来什么 以后对我女朋友 要放更尊重点 不然下手绝不会像这次这么轻 莫凡说道 一定 一定 莫凡瞥了一眼已经回来了的爱江图和男爵 见两人表情有几分怪异 于是耸了耸肩道 天寒地冻 环境恶劣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小之以情动之一里啊 莫凡 讲道理 我觉得你 才像是一个法二代 官二代 男爵说道 对 对 人与人之间相处 怎么可以这么横行霸道的吗 大家都是尊贵的法师 什么事情不能用和平一点的方式来解决 我不就是和你们开个玩笑 既然大家都结盟了 又怎么会有不至于的道理 你们年轻人脾气别那么大 这个世界上强者那么多 哪天遇到了你 打不过的 你总不能也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对吧 伯坦说道 莫凡对伯坦这些话 吃之以鼻 碰到打不过的 那就小之以情动之一里 天寒地冻 环境恶劣 大家被困在天山之痕入口处 不有得失时间 至于法师确实少 很多人都受了重伤 结盟队打算在山脊山背面 再休息调整一会 再继续前往天山之痕 天山之痕 其实就在眼前 他们这群人 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了 只是 要迈出下一步 更需要深思熟虑 这一路上遇到的危险状况 在大家坐下来 相互交流一番后 更加心有余悸 因为大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意味着他们很多人 能够活到这里 那都是天山圣灵 在保佑他们了 没有撞见更可怕 更歹毒的生物 博坦 你们队伍来天山做什么 不会是真做研究吧 莫凡见博坦正殷勤地 给队伍其他 受了小伤的人治疗 于是 与其温和了许多 像老朋友一样询问道 其实博坦这种打一顿 就立马老实的性格的人 莫凡不算讨厌 第1999章 天山之痕真面目 我们其实也就是 给神殿法师打工的 是这样 自由神殿 与迪拜法师塔之间 有一项比较大的战略合作 迪拜法师塔 需要自由神殿提供纯度 可以达到近乎完美的元素钻石 你们也知道 元素钻石是非常稀有的物资 找遍了整个美洲 能够搜罗的也就那些 其他的多半是 落在那些黑商 私人 世家的手上 要从他们手上买过来 价格不知道要翻多少 自由神殿不想被痛载 于是就出了一小部分的钱 让我们来天山 收集元素钻石 嘿嘿 刚才在天池的时候 我就拿到了一块 天山真是一个宝地啊 从未被踏足的天山之痕里 想必更多这样 昂贵的元素钻石吧 博坦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莫凡就随便问了一句 博坦就说了一大串 元素钻石 灵灵露出了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嘿嘿 很多人都只知道 纯净的元素魔石 是提供我们现代城市 各个能源的主要载体 却不知道 有一样东西 其实是可以给魔法师 进行魔能充能的 博坦见到灵灵那富豪学的样子 画匣子不由自主地就打开了 元素钻石 多用于一些非常精密的魔法阵 比如说需要非常精确 顺息移动的法阵上 灵灵说道 没错没错 小妹妹你懂得不少吗 但是 你可知道 其实一些魔法 不一定完全要从法师身体里 调出最新鲜的魔能 来作为消耗品 而是以法师为媒介 让整个大魔法抽取元素钻石里的庞大纯净魔能 举个例子 手电筒要发光 需要电池和电筒设备 法师就扮演一个电线的角色 能量完全由电池来提供 元素钻石就可以起到电池的效果 博坦说道 你的意思是 以后我们法师出门在外 就不需要考虑魔能充盈不充盈的问题了 只要随身携带着几颗这样的南浮牌元素钻石 就可以无限地使用魔法了 莫凡听了一个大概 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个技术是无法推广的了 因为只有特定的 一些人群可以这样 具体是哪些人 嘿嘿 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博坦说道 要是能推广 确实是一项大发明 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蓝量跟不上 莫凡说道 元素钻石 一颗的价格 可以买一套海景别墅了 先不说怎么做这个电线的问题 就是这价都不是正常人用得起的 赵满言不屑地说道 和博坦闲聊了几句之后 那边几个领头羊 已经在开会讨论接下去的方针策略了 天山马上就要入冬了 他们不能担得太长时间 一旦他们没有 在那场风山大雪之前走出来 再想要从天山之痕中出来 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 甚至能不能出来 都是一个问题了 天山的残酷 是连抄街法师都不会放过 入冬的风山之雪 一定会将所有外来客给留下 不然 那群实力算是非常雄厚的妖兽群 为什么要拼死下山呢 那些本身就是冰属性的极寒古鹰 为什么要存过冬的粮食 天山的冬天 真正意义上的寂静 风山大雪 大概还有十天左右 我们谁都不想在这里过年吧 没什么其他意见的话 天一亮我们便 进入天山之痕 天山之痕的地势 可以为我们化解掉冰清风榻 不至于魔能枯竭 猎王亚森说道 没有问题 我们其实也想尽快 进入这个传说之地 行辉说道 既然选择了联盟 希望大家就不要有什么个体想法了 我知道 大家都是有目的 有选赏 有任务 既然选择暴城团 就一起去达成 总好过莫名其妙死在冰山里 猎王亚森 加重了语气道 天一亮 法师联盟便进入到了天山之痕中 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为 天山之痕 是一座漆黑 冗长 深邃 冰冷的地下裂痕 可见到真正天山之痕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就像是踏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白色的冰川 如一件广阔巨大的凯衣 覆盖在错落起伏的山栏上 连绵到了无垠遥远的天线 近处雪的白色 高处蓝白色的岩脊 更遥远碎蓝色的山脉 以及视线最远端胜蓝色的山影 与蔚蓝色的天穷融合在一起 这放眼望去 便像是一位鬼斧神工的大师 用一辈子心血雕琢出来的 充满层次唯美感的宏伟雕画 最为震撼的是 在天空中不同的高度上 分布着那些一块块如沙一样 悬浮缓慢移动着的薄冰云 小的薄冰云 大概就一个篮球场那样的大小 大的薄冰云 完全就像是一件冰之沙衣 遮住了天山最高海拔领空的壮阔 这片天有多宽 它就有多广 我总算是明白 什么叫传言不可信了 这天山之痕 哪里是他们说的样子 我感觉自己是踏入到了一个冰浮国度 是在天国 不是在地底 这真得太美了 原来这才是天山之痕 真正的天山之痕 冰川倒挂 如云之瀑布 走在一些冰泊云比较密集的区域 你甚至会感觉 头顶上那悬挂着的绵绵冰层 才是地面 自己是走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 那么多传言 可笑的是 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对天山之痕真正的样子 不是被形容成一片冰寒深邃的地狱 就是被传承幽谷悬崖漫天飞雪 事实上 天山之痕内没有漫天飞雪 一切看上去 就像静止的话 山巒向静 冰云向沙 氧气稀薄 空气却无比清新 没有可怕的争鸣的 所有人在步入到天山之痕前 都是带着亡鬼门关踏入的心情 可推开了门 看到的却是一个美的忘记了一切痛苦 恐惧 不安的圣地 如果天山之痕内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被风山之雪 永远留在这里 也不算是没法接受的事情 蒋绍旭已经有些沉醉在里面了 给我一个美女 我能在这里创造一个民族 赵满言感慨道 第两千章 古英之潮 人是容易被美丽的事物给吸引 并会因此放松警惕的 就连什么黑暗面都见识过了的莫凡 走进这里的时候 整个人神经也莫名其妙地放松了下来 明明只是视觉上的一种极致享受 却好像耳边有一位穿着圣洁云纱的高贵温柔女神 在用端庄与柔美的声音 在与自己说着心里小秘密 没有人不会对这样的感觉敞开心扉 可怕 天山之痕怎么会可怕 反倒是还没有抵达之前 对女神姐姐产生的那些贪婪想法 还有过往所做的不纯净的事情 让人自行惭愧 很安静 天山之痕内没有野兽嘶吼 也没有怪异提叫 所有的事物都跟沉睡了一样 行走在这样的兵之国度中 脚步声都是噪音 说话不自觉放低 语气不经柔和 人与人之间相处 都能变得更加的友善 妈的 这么大的地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找四十英啊 木白失手 怕是要凉透了 莫凡望着茫茫冰川 一时间没有了半点头绪 几个女孩们都在感受着 这样前所未有的净土气息 被莫凡这一嗓子熬的 顿时什么心境都被破坏了 尤其是木宁雪 她作为一个天生兵灵体质的人 来到这样一个兵之圣地 会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奈何莫凡这个家伙 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得 什么叫尊敬大自然 什么叫感受世界之美 你们看前面的冰川和冰云 怎么那么有艺术感啊 全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 这种造型 说实话 能治好我的密集恐惧症 赵满言指着前面的冰川云兵地带说道 前方出现了一片冰云比较低矮的地带 山栏整体呈现一种往上的走势 而那些倒挂和悬浮的冰云 又稍稍往下沉 于是挤压出了一片 上下都被冰包围起来的壮观天洞地貌 和一开始看到的连绵冰层不同的是 这冰川天洞周围的冰体 有众多大小不一的对穿窟窿 多数都是在冰云上面 远远看上去像是快撞蜂巢 噓 前面 猎王亚森忽然间停住了脚步 回头对所有人做出了静音的手势 大家还在沉醉于美景 见亚森忽然间如此严肃 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所有人站在原地不敢动 也不敢发出声音 只是用那双双警惕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我们 我们好像走到极寒古音的巢穴了 亚森用非常低的声音对众人说道 极寒古音的巢穴 不少人差点惊呼出来 这些极寒古音怎么会在大马路上安巢穴啊 这让他们怎么继续往前走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们之前都从天山之石走过去了 以我们这些人的实力 不说是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要从这下面的闯过去 肯定是可以的 博坦说道 你很天真 零零语气里带着对博坦文化程度的藐视 大部分群聚的妖东都有一种分工模式 比如说狮群 他们在一个族群里 母狮就负责捕捉猎物 公狮只要等着母狮们将食物喂到自己嘴边就可以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公狮就是一头重狮 当整个狮群受到其他生物或者其他狮群威胁的时候 公狮就会站出来杀死威胁到他们的东西 以此保护群体 零零在说话的时候 猎王亚森也转了过来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小姑娘 你的意思是 之前在天池袭击我们的 全部都只是母鹰 而实力更强的公鹰 其实都是在巢穴里 抵御外敌和入侵者 亚森询问道 鹰族的话 雄鹰更强 你们自己看一下高处巡逻的那几只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遇到的有些不大一样 零零指着那些潮枯垂云兵说道 众人望去 仔细观察 还真如零零说的那样 盘旋巡逻的那些雄鹰 拥有非常俊意跋扈的鹰观 呈现出了一种 泛着耀阳一般的光泽 体型上 雄鹰一展和骨架之前的极寒骨鹰 明显壮硕很多 就连那鹰爪 都透出了无坚不摧的力量感 天池那些极寒骨鹰 和这里的比起来 都算是小巧玲珑了 我的天 我们真的要从这里穿过去吗 没有别的路了 伯坛已经有些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 在知道真实情况后 众法师们的心也凉了 母的极寒骨鹰 都让他们焦头烂额了 更何况 这里有更多 更强大的雄鹰 别忘了 在巢穴附近的话 那些鹰主 鹰后 鹰王基本上也会出现 亚森补了一句 求你别说了 我就原路随便找一点 比较值钱的石头 回去交差好了 这鬼地方 再也不想往前多走一步了 伯坦说道 总会有办法的 大家一片沉默 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些 免得 被那些高处巡逻的雄鹰给发现了 莫凡 极寒骨鹰的诱卵 是需要放在极寒极暗的环境下孵化的 那种环境 也是丝石鹰最可能孕育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你们要找的东西 其实很明确简单 男爵回头对莫凡说道 可我听起来 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我虽然读书少 但你也不要认为 我不懂生物习性啊 即便是妖魔 它们也将自己的蛋啊 宰呀 看得比自己命还重要 尤其是下蛋的窝 百分之一万 有超强的鹰主在守着 你告诉我 丝石鹰在人家产卵地 莫凡说道 我只是说 有可能有 丝石鹰育育的条件非常苛刻 如果极寒古鹰的产卵地没有的话 你们可能得到更深处 男爵说道 你就别捕刀了 莫凡哭丧着脸 现在 莫凡心也跟那些鹰巢一样 满是受伤的窟窿 吼吼吼 正头疼如何处理眼前情况时 远处冰云天窟下 忽然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那雄厚的声颤 竟然让附近山栏上的那些数百年冰川 直接断裂滑落 看上去是整座山的厚厚 岩石表层剥落了一样 吓得所有法师们急忙远离这些脱落之山 耳朵好痛 好强的吼咧 好强的 好强的 好强的